第五十一集 爸爸谢力般坐回椅子 怎么越来越复杂了呀 并不 沈万通倒没有太忧虑 看似复杂实则很简单 只要梁徐徐活着 对方就会紧张 会想方设法地让他死 而我自认还有些功力 保住梁徐徐的命 不成问题 爸爸会案的眼底 立马燃起火光 您的意思是 我女儿不会死了呀 希望啊 扑命而来 当然 沈万通镇定如初 不过 有一点我要说明 命格已经丢了 你们着急也没办法 能做的就是等 连没怎么样呢 三天两头地跟我起劲 所以我赶紧把命格 给你弄回来 说难听的 我现在 就是把那术师按这儿 他要就不说 帮谁偷的命格 我能把他牙撬开 还是把他心挖出来 我此时的心态 被他捏鼓得真是忽上忽下 沈大师啊 您不是会算吗 要是逮到那术师 您掐着一算 杠 沈万通一个眼神 杀向爸爸 但凡谁有那本事 这世上就不会出那么多冤家错案了 我要是能算出 谁偷走你姑娘命格 还和术师斗什么 直接掐到老巢还不好吗 梁兄 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 好陪你女儿上路啊 不不不 沈大师啊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嘛 我就那么一问 意思我懂了 就是先跑命 别合计别的 至于命格啥的 等您逮到那术师再说吧 不能着急 也不能催您 这就不是急的事 实话告诉你们 我之所以留下凉许许 就是看他那窗包 手法眼熟 像是同我交过手的邪师所为 爸爸又一屁股站起来 你认识的呀 沈万通看过去 爸爸忙不迭坐下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急不急 您慢慢说 我认识能怎么着啊 我认识的人多了去了 现今我入了正道 说高尚点 我要铲除邪碎 说俗气点 我就是吃这行饭的 这个活呢 我懒了 自然会倾尽全力 你们主要做的 就是耐心等待 我这个人最烦叨叨了 别三天两头问我进展 他要不来找我 我上哪有进展去啊 你们要做的就是等 明白没 那要等多久啊 那不保准 沈万通还真是不遗余力地朝我心头撒盐 见爸爸要哭了又给加点糖 别太消极 还是那句话 只要梁徐徐活着 对方就会紧张 我不动 敌必动 归根结底 绝境求生 活着就有希望 死了 那命格就彻底送给人家了 绝境求生 懂了 不过呢 话还得说回去 命格一天没有拿回来 在这个世上 梁徐徐 就是个没有大运加持的阴人 空房 无灯斩护佑 等于门庭大开 一不留神 他就会被脏东西遮掩 欺负 甚至赏身 所以我才要问你 确不确定要为他治病 保他在世 当然确定了呀 这运气差点没事 怕撞鬼 搞个护身符就行 只要人活着 活着就行啊 你呀 还是没明白 沈万通长舒一口气 看了眼紧张兮兮的我 似发很一般开口 何为因人 极贫俭 衰败 灾祸 伤痛 孤独 疾病 死亡 种种 于一身 不光是被鬼欺 被人嫌 下雨天 他都要避着点 因为雷势极阳 遇到基因就会对冲 他走出去 都容易被瞄准着批 梁兄 你确定要保他吗 他说的语调平均 在我听来 却像是被爆竹崩了 其贫贱 灾祸 衰败 伤痛 疾病 我岂不成了奶奶口中 问大灾的了 沈大师啊 您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爸爸爱着沈叔的气场 不敢拍桌而起 脸上写满了愤懑 我不懂您说的啥因人啥在乎的 我就知道这是我亲闺女 是我媳妇怀胎十月生的命根子 我们两口子祖上积德才能有的宝贝 孩子打小就多才多艺聪明伶俐 不管是啥 一学就通上手就会 一出生啊就给小户是震到了 为啥呀 长得好看呀 简直是 梁兄 你是不是跟我在这儿装糊涂呢 你就直说 这段时间你家里发生了多少事 梁徐徐这年纪什么都懂 你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他一世啊 把事尽早说明白 我这边好告诉你人要怎么救 别在这儿耽误时间 上我这儿讲相声来了 我家 爸爸瞄了瞄我 不禁笑了声 我家能有啥事啊 就我姐和我媳妇住院了嘛 不过我姐早就出院了 许许都知道啊 我见沈叔眼底无语 笑出苗头 爸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没有啊 咱家能有啥事啊 那个沈大师啊 我确定保许许您就说 爸 你快说 不然我给二哥去电话问了 他越这样 我心里越拧巴 有种不好的预感 催促着让他快讲 磨叽了好一会儿 我都要去抢爸爸手机了 他才嗨了一声 哎呀 你这孩子 就是我带你找先生的这段日子 饭店出了点事 厨师长给我来电话说是 客人在菜汤里面吃出了活蚯蚓 把咱家给告了 我让有志去处理了 许夫老总店停业整顿一个月 哎呀 小事 活蚯蚓 我说许夫轩开了这么多年 卫生质量一向严格把关 热汤里怎么会有活蚯蚓 爸 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蚯蚓进去的 我也纳闷啊 哎呀 客人打了投诉电话 也来人调查了 监控显示的确是客人 从这汤里面夹出来的蚯蚓 夹出来的时候呢 这蚯蚓还在他块头上乱扭 客人他媳妇还是个孕妇 当场受到了惊吓 从座椅上摔下来了 这孩子掉了 这事不就严重了吗 哎呀 不过你别担心 该到的欠呢 我让你目数去到了 医药费呢 精神损失费 咱也都赔了 先关门一个月 以后就好了 我半张着嘴 眼尾看到沈万通 仍一脸内容 爸 那雪浮轩分店没事吧 本集播讲完毕 第五十二集 分店 爸爸的梅子刚要吐出来 对上我的眼睛 旋即牵了牵喉咙 也关了 但不是因为客人 是分店厨师长 发现新鲜的蔬菜 备好就升区 这橱柜里面 还发现了很多死耗子 他怕出货事 就给我来了电话 我就吩咐先关门 停业了 家里人都知道吗 啊 都给孕妇下流产了 领海都传开了 当然都知道啊 不过咱这认错态度良好 客人也谅解了 算是破财免灾吧 何着就我不知道 这一个月 我每晚都跟家里通电话 妈妈 大姐 二哥 他们语气都很好 一直都是关心我 鼓励我 要我坚持住 我没想到 家里的饭店都关门了 哎呀 徐徐啊 你说你一个孩子 又帮不上忙 知道这些干啥呀 等你的事看好了 爸就回去处理 过一阵呢 咱家重新 梁兄 既然说到这儿了 你呀 就把话说透 得让梁徐徐 清楚她自个儿的处境 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还说多透啊 不就我家两家酒店 爸 沈叔的话 我听明白了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你说不能瞒我 哎呀 这这这 再就是前些天 你二嫂在家崴了脚 孩子也没了 爸爸挥挥手 哎呀 跟你八根子挨不着 是小灵不小心嘛 啊 我身体疑惑 我二嫂她 怎么会这样 我还想着回灵海 给她买好看的孕妇服呢 哎呀 徐徐 就是事都赶到一起了 你别担心 医生说你二嫂身体没事 她和有志还年轻 以后还能再药的 爸爸真安慰我 沈曼通就亲了两下喉咙 我听到就一激烈 神经兮兮地看向爸爸 还有别的事 你说别不告诉我 这 爸爸眼尾夹了沈曼通一记 满脸晦涩 咱家不是有两家门市吗 其中一家给租户 用来经营殡葬用品 半个月前呢 不知道怎么的起火了 这租户人没事 就是门市被烧毁了 殡葬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消防调查发现呢 是租户个人原因导致的起火 可这租户没钱赔 不过我寻思了 人没事就好 钱不算啥 另一家租给人 卖水果的门市呢 也着火了 不是 他们家是两口子打架 女的用西瓜刀把男的头给开瓢了 男的在医院抢救 女的被带走调查了 门市暂时给封了 不算事 这还不算事呢 许许 就这些了 爸爸愁眉苦脸地看向我 你说 爸告诉你这些有啥用啊 你还病着呢 打小爸就教育你 钱财是身外之物 没了再赚嘛 你可别跟着上火啊 爸 你拿几百万的投资呢 我眼巴巴地询问 对家里生意虽然从来不过问 没有参与决定权 但都知道 啊 那投资没事的呀 爸爸刚要拍胸脯 沈万通就看过去 梁兄 你确定没事 要不打个电话问问 这 行行行我打 爸爸拿出手机 摆弄了几下摇头 手机没电了 沈大师啊 我这笔投资真没事 项目都动工了 退一万步讲呢 就算这个人跑了 我是股东嘛 也可以找别的投资人 继续做项目 明天啊 明天我再打电话 确认一下 我心慌意乱的 一口气堵到了嗓子眼 憋得眼睛都红了 哎呀 徐徐 你这孩子 走心了是不是啊 爸爸洋装洒脱看我 爸告诉你啊 人好家运就慢慢好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对喽 沈万通慢悠悠鸡茬 有梁徐徐在 您家这柴 且得多烧一阵啊 哎 沈大师 您过分了吧 保命你就说保命的事 别给孩子添负担行不行啊 梁兄 你别不识好歹 沈万通眼神一凉 我们行医问道 旧的是人 医的是心 咱们立场不通 你心疼孩子是你的事 但我必须跟你说清利弊 不然的话 你遇到的就不仅仅是饭店关门 损胎舌丁 门市起祸了 哎呀 你非逼我说这些干啥呀 是 我家这段时间倒霉 但是跟虚虚无关呢 无关 我就问你 你儿媳妇在家崴脚 跟没跟你说 崴的邪门 像是被谁无端地推了一下 他 爸爸哽着脖子 胎掉了小玲 心里难受 又怕我们老人怪罪 总要找个借口嘛 门市起火 族户有没有跟你说 是否发生了什么诡异事件 这个 爸爸脸上浮出忐忑 他是说有个人去买打火机 他说殡葬店没有 那个人就拿出一个打火机 放在了柜台上 转身就走了 他纳闷对方是个什么意思呀 刚追出去 店里的纸人样品就一下子全着了 这灭都来不及灭呀 看人的那对夫妻呢 沈万通掀着眼 夫妻俩是否原本相亲相爱 女人 忽然变了心性 爸爸牙一咬 点了点头 他跟警察说 看到有坏人进来抢钱 还说要杀他男人 他看的是坏人的脑袋 救他男人来着 我颤颤地听着 心头越发地紧 没待发声 沈万通的手就指向我 梁兄 你还觉得这些事 跟梁徐徐无关吗 我心里一击 我 从梁徐徐丢了命格的那刻起 他就命如纸薄 不再是福星 而是灾星了 我张大眼 看着沈万通 立声道 暂时来看 那术师是见他未死 而用邪虫出手逼迫 如果你家执意要保他的命 那就要清楚 因人的客械极重 轻则妨害家人 祸事连连 终则引丧入门 辟麻带笑 妻离子散 替泪横流啊 你们家将永无安宁 沈大师啊 随着爸爸的大吼 我像是被子弹透了胸膛 耳朵里嗡嗡地发出尖力的哨音 整个人瞬间失聪 如树枝般被爸爸用力揽在怀里 抬起眼 我看到爸爸孩子朝着沈曼彤喊着什么 貌似在我眼前掩着墨具 他喊得很用力 脖子上青睛都吐出来了 伴着他脸上被树叉刮伤的红林 狼狈 而又悲怅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第五十三集 这是事实 不知过了多久 我耳朵里的哨音才停下来 沈曼通仍然一派平静地阐述 所以我才问你饱不饱 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饱的话 得丧门星铃声 石韵地米 你们全家都跟着倒霉 靠他忘到的财物都得吐出去 不饱的话 你们起码还能守着他忘来的家业吃一辈子 梁兄 忠言逆耳 可你得听啊 哎呀 我听个屁呀 爸爸用力地搂着我 好像此刻我是个婴儿 下一秒就要被沈曼通给抢走 扔出去了 沈大师啊 这是我女儿 我五十岁才有的女儿 我跟他妈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小心翼翼地培养啊 好不容易给他养到这么大 孩子也懂事了 你让我看着他死啊 要是你有这么个女儿 你舍得呀 舍得呀 梁兄 我不听 爸爸说着就哭了 眼泪落到我头发上 我女儿三四岁学画画 刚学一个星期赶上我过生日 孩子就知道给我画了个全家福 告诉我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奶奶 这是姐姐哥哥 会弹钢琴 会吹长笛 会拉二胡 八岁啊 他就能陪我下厨房 帮我切菜了 还能是颠动大勺 那时候我就想培养他做大厨 可是他妈妈不同意 想有油烟味 女孩子要金贵着养 我们两口子没啥文化 总被人笑我是图大款 就指望这孩子了 我跟着红了眼 抬手给爸爸擦着泪 爸 你别哭 我不会死的 不会的 爸爸嘴一礼 更用力地抱紧我 雪雪啊 都怪爸不好 那天冲我去接你放学好了 你妈还说过生日应该去接的 哪怕我派个人去学校接你呢 星雪 星雪就遇不到这些破事 爸 其实怪我 爸爸越说 我心里越难受 眼泪依然汹涌 是我连累了家里人 我 没完啦 沈曼通一副看不下去的样子 敲着桌面呵斥 哭丧哪儿 沈大师啊 爸爸哭得一抽一抽地松开我 你就 你就不能有点人情味啊 我要没味 早让你们滚了 整这出给谁看呢 谁死了吗 梁雪雪不是还喘着气呢吗 我只是把轻重缓急说清楚 顺便确定你保不保他 保的话 能遇到什么事要怎么处理 你们父女俩 可倒好 上来就给我来哭活 恶心谁呢 哎呀 我这不是着急吗 你急错地方了 梁兄 我为什么知道你家有事 就是你这面相告诉我的 你现在印堂发案 摔神临身 亏一般 而知全貌 如此种种 全是被因人所赐了 你现在全明白了 就给个准话 保不保 再好 一会儿天就要亮了 保 爸 我 哎呀 保 爸爸重重地握住我的手 徐雪 你啥都别说了 请家当产咱也保 你得活着 好好活着 报仇 听见没 我抿着唇角 点头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 那就成了 沈万通 常吁出一口气 保住命 才有机会拿回命格 拿回来了 一切都好说 他一人能忘你们全家 失去的也会逐渐复原 要拿不回来 梁徐雪就得在这儿吊着 按理说 从你们进门开始 我大门就一直没关 此举 就是给数十机会 让他出招 咱们呢 不应该有时间吃饭闲聊 而是 会跟你们遇到的 其他先生一样 同邪随交上手了 是 爸爸这才反应过来 四处看了看 咋没动静呢 显而易见 对方吃不准我本事 怕吃亏 他不出手 我也不知他能力急许 我们俩保不准 还得互相试探几回合 说白了 就是刚才说的等 等起来 时间线就拉长了 沈叔 大概要多久 话题又回去了 这话 得问你偷你命格的人哪 沈万通瞟了我一眼 问他什么时候 能憋不住出手 兴许啊 他过了三五日就会来 亦或是一个月 半年 真怕我三五年 也说不定 更严重的 我直接死在他手里 咱俩满意送医 这命格就彻底归人家了 那怎么办 才出事一个多月 家里就被我连累得这么惨了 要是等个三五年 家里得啥样 一旦术士来了 牙口特紧 死活不说帮谁偷了我的命格 我岂不是得一直这么耗下去 沈叔在为这事舍里面 我得内疚死 我得内疚死 对啊 所以我说 保你事情多了 死了一了百了 这事就此作罢 我心头一痴 哭都哭不出来了 叙叙 叙叙没事啊 爸爸给我力量的同时 看向沈万通 沈大师 您就说怎么办吧 咱们哪 按长远打算 沈万通不再看我 梁兄 你家里凡是经营获利的产业 都要最快时间脱手 现在出的事 虽然是数十搞鬼 但你家若是继续做生意 以后也会受到梁徐徐的阴气影响 乌云笼罩 诸事不顺 能记住吗 行 爸 见我着急 爸爸压住我肩膀 哎呀 徐徐 生外之物 小事小事 沈万通又说了几点 不外乎就是 我从财旺 气旺 运到旺 变成了客天 客地 客父母 难听点讲 就是活死人 没了大运加持 买饮料都中不了 再来一瓶 梁兄 你回到家以后 盯着个跟梁徐徐通的 身材大小的纸儿 纸儿背后 写上他的生辰八字 在午夜子时 将指人放到十字路口 找个疏人 开车 来回碾压 来回碾压 碾压后 记得烧掉 此举 是做给土地 油魂遮掩的 你家出了阴人 门庭 乌云笼罩 脏东西很容易进去 送个提身下去 能冲淡些雾气 不至于让你们家 太过倒霉 但仍要记得 在梁徐徐没有拿回命格之前 你们家人都不能玩博彩 也不能做生意 不能得罪人 甚至不能打赌 凡是跟运势有关的 你们家都不能沾 于是要多退啊 人资当头 安安分分 方格家缝求生啊 行 爸爸咬着牙点头 只要我女儿能活着 我们就等她命格拿回来 这仇我早晚得报 沈大师啊 那您现在给徐徐 把笼包制着吧 制完我就先领她回家了 等你信 徐徐妈还病着呢 她奶奶见不着孩子 一直担心呢 本集播下 第五十四集 想什么呢 沈万通拿起杯子喝了口水 你可以走 凉许许得留下 啥 爸爸和我同时惊了 留下 既然我说要保她 就只能把她留在身边 不然我再大的本事 胳膊也伸不到林海那么长 而且我教你的法子 使她不能在身边 不然的话 你烧一百个替身 也冲不散她的阴气啊 从今天开始 梁徐徐就不能再 踏入迦南一步 为了她自己好 也为了你们 如有必要 梁徐徐还得更名换姓 梁兄 你听清楚了没 这哪行啊 一旦要等三五年 我徐徐岂不是好些年 不能回家了呀 别说我跟她骂了 这奶奶那边也不能答应啊 再者说了 孩子还要上学呢 我跟着点头 这里太陌生了 许仪暴脾气 纯良不正常 我不想自己在这儿 那我没办法 空无无灯 就需要借光 它留在你们身边 就是借你们的光 可你们家 无命硬之人啊 梁徐徐借不到光 就会返天行客 让你们都跟着她阴 留在我这里 就是由我这个屋子 给她光亮 护佑她 通俗讲 得有个不怕死的照着她 您总不能 让我跟你们回林海 见爸爸点头 沈万通无奈道 梁兄啊 你白活六十多岁了 我要是跟你回去 不说要等多久 你们林海多大 梁徐徐的事 会传成什么样 他在我这儿 你们家里可以 编个谎话 替孩子演演 就说他去外地了 要是命格拿回得顺利 话更好圆 不顺利呢 就让孩子 在我这阵里念书 苦不到他 现在回去 那他就是行走的扫门星 以往这孩子 被你们捧得多高 立马就得摔得多惨 到时候梁徐徐 别说等三五年了 三五月都够呛能撑住 直接被托马星子淹死了 爸爸没生了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沈大师啊 您看能不能使个什么树法 把徐徐藏起来 这边您用个假徐徐 等着骑那个坏树式 我呢 还是想把孩子带回家呀 你再按我在明 怎么藏他呀 再者 桥尾不如捉成 你越藏 对方越不出来 到时候 都不用对方出手 梁徐徐就在家 给你们防海道祖团 去地府报道了 哎呀不行啊 那也不能让孩子在这儿啊 我回去没办法跟家里交代呀 再说了 我答应过徐徐 要带他回家的 梁兄 你倒我愿意留个人在身上 添麻烦呢 沈万通 慢悠悠起身 保他一命 不定费我多少力气 反正事儿 我说明白了 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里 要是今晚不能做出决定 我就先回去睡了 哎 保命行 留下不行 爸爸执拗地重复 哎呀 沈大师啊 您再想想办法呗 沈万通抬脚就要离开 我眼见他转过身 忙上前两步 沈叔 我留下 叙叙 沈万通脚步一顿 爸爸诧异地看向我 你不想回家了 想回家 可我得留下 哭得多了 我眼眶都疼 事实上 我心里一百个不想留下 不说学校 我训练怎么办 付出的那些辛苦 还能参加比赛吗 什么都没了 但是沈叔把事说得很清楚了 我想活 就得在这儿 在他身边借光保命 回家活不活 另说 家里人肯定会被我连累遭殃 这一刻 我很清楚 如果我说算了 等死呗 兴许事情不复杂了 我死了就刻不到谁了 可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说那种话 让爸爸难受 我就是要活着 哪怕得等很久 才能拿回命格 前提也是活着 看向沈万通的背身 沈叔 我能不能多问您一句话 沈叔没回头 喂 你为什么愿意帮我 我想不仅仅是他说的那两点 铲除邪碎 或是吃这行饭 他绝不是爱管闲事的人 更谈不上崇高 既然救我 容易伤及自身性命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许许啊 爸爸拉我 沈大师不是说了吗 他是高手 有能力才留你的 再者了 他多喜欢你啊 喜欢我 爸 我没让人看一眼 就喜欢的能耐 这世上 除了自个儿父母 谁能看到你就喜欢你呢 我的成长环境热闹庞杂 太多太多人说喜欢我 夸赞我 但我很清楚 他们大多是客套 是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 才喜欢我的 背地里 他们叫我花钱大王 说我的精神头 都在没用的地方 我被父母宠得要上天 沈万通亦然 所以我纳闷 他留我的动机 太奇怪了 许许啊 爸爸还要劝我 我却看着沈万通不动 直到他说 你这孩子 倒是不傻 行吧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假话吧 反面不就是真话 沈万通 回头冲我笑笑 很简单 我可怜你 我正正的 心里的滋味说不出来 这是他的风格 他不会可怜我的 否则 也不会在开始时 就要撵我走了 那 真话呢 沈万通仍然对着我 眼神地分辨不出内容 为了利益 利益 为了赚我家的钱吗 沈叔 我家好像没那么多钱了 哎呀 许许啊 大人的事 你不要操心了 爸爸搬过我的肩膀 你就跟爸说 是不是真要留下呀 你要不想留啊 咱再想办法 总会 爸 我特别谢谢你 我深吸了口气 双腿一曲 跪到爸爸身前 是我不好 我害得你为我着急上火了 你不要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 在山上听沈叔的话 你回家后就跟奶奶说 我去国外学体操了 你和妈妈要是想我了 就来看看我 日后等我拿回了命格 我运气好了就回家了 哎呀 许许啊 爸爸看着我 呼得老泪纵横 我的女儿啊 来呀 老天爷啊 你不长眼哪 爸 你别哭 我还是很幸运的 看向沈万通的背影 我膝盖转了转 冲着沈叔 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沈叔 谢谢你愿意救我 从今以后 时时要给你添麻烦了 本集播讲完毕 第五十五集 教练常说 运动员要不畏艰险 勇于挑战 遇到困难 你得迎难而上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更高 更快 更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 但显然 因为我的不够高 不够快 不够强 而被一个看不到的人 在背后差点活活玩死 爸 现在没别人了 你告诉我 沈叔救我得要多少钱 我坐在康边 看向爸爸 饭桌已经被许仪收拾妥当 他和纯良 去另一间屋子休息了 沈叔 在确定完我的选择后 便让我和爸爸 在里屋等候 他去了东厢房 做些准备工作 好为我治疗窗包 我等着闹心 并琢磨沈叔口中的利益 方大师救我 开价就是六万 沈叔呢 得多几倍 徐徐啊 你别管了 爸爸满腹心事地回我 沈大师没提钱的事 以我的经验来看 他这种级别的大师啊 不会主动要钱的 肯定得先是给你看好了 利索了 完事呢 我再封红 让他们提钱呢 那不俗了吗 就像那个和尚师傅 人家给你一个护身符 也没跟我要钱呢 适合我找的 你三姑那朋友 给庙里面捐了一些香油钱 算是感谢了 呼出口气 爸爸抱抱我的肩 哎呀 徐徐啊 很多事吧 不是你小孩 想的那么简单的 得婉转一点办 再者啊 沈大师这么帮忙 日后即便要了个大树 爸也是掏得心甘情愿呢 为啥呀 钱跟人比起来 一文不值 你好嘞呀 咱家一切就好了 心得大量点啊 嗯 爸 那等我这事过去 你给了沈叔多少红包 得告诉我 我要有数 嘿嘿 行啊 跟你说 成了能操心了 爸爸无奈地笑笑 看了看窗外亮灯的院子 哎 徐徐啊 你真要留在这啊 不然呢 去程程那儿 程程是沈叔出去前 给爸爸的另一个选择 沈叔说 爸爸要是实在不想留我在山上 也可以去程程身边 理由很简单 程程命格好 灯也亮 能借光给我 不过呢 这个理由 是我自个儿分析出来的 沈叔说这话的时候 凑到了爸爸耳边 嘀嘀咕咕 我听不清 但爸爸听完 脸色就不太好 脱口而出 哎呀 那成啥了呀 我不同意啊 我问爸爸不同意什么 爸爸不说 表情讳莫如深 沈叔也没多讲 附和地点头 的确是不太方便 不过这也是个法子 程程的命格万里挑一 梁兄你得知道 其实这是个先机 毕竟很多人都削尖脑袋 想尽成家 我们不想啊 哎呀 沈大师啊 您的意思我明白 哎但事不能这么办呢 掉我女儿身价呀 再者了 就算是我答应了 小程总那边也不能干呢 他得怎么寻思许许啊 啊你让他助人为乐 还是救苦救难呢 回头这人情啊 我都还不起啊 你要说做生意 啊我梁大友 要是能跟程海实业搭上卖 那是我祖上烧高香了 哎旁的就算了 我女儿可受不得一点委屈啊 沈叔见状便不再多言 出门去准备给我治病的东西了 我虽然没有听全户 但按照爸爸的反应 前后一推理 基本八九不离时了 成琛在隔壁病房都能帮到我 又是啥偷不走的命格 沈叔想让我去他身边 不稀奇 爸爸呢 不同意更正常 不熟嘛 就是我觉得 没必要避着我说 又不算啥秘密 如果要我在沈叔和成琛之间做选择 我也是选沈叔 一来 沈叔不会把我吓得 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二来沈叔是专门做这行的高手 驱邪是他的强项 成琛又不懂这些 我光活着不成 把丢了的东西抢回来 才是正事 徐徐啊 爸跟你说啊 小成总家那是高门大户 咱呢 就算条件比不上 也不能让人瞧不起啊 爸不能送你过去 是委屈啊 爸 这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沈叔不就是出个活命的法子吗 哎呀 你小孩子不懂 以后的事咱们保不准 但现在肯定不行 再说了 送你去个大小伙子身边 我也不放心呢 这倒是 成琛那低音炮的声音一炸 我真挺处 尤其是他那铁格 要是我俩吵架动起手 我能弄得过他 不行 真容易吃亏 爸 你说得对 我老成在在地点头 沈叔这儿就挺好 他这灯不但够亮 还有本事 如果要是 把人比作汽车 那沈叔的车灯 就属于二哥说的 掀起大灯了吧 刚刚我也观察了 许姨脾气差归差 做菜不行 干活很有一套 搬桌子洗碗 动作敏捷麻利 沈纯良就不说了 整个一个小吃货 睡觉之前还吐了一通 吐完自己瞅着 还满脸舍不得 要不是许姨 眼疾手快地给他拽走 我都怕 他捡起来当热了一顿 又吃了 再加上沈叔 这仨人 多少都有点 不走寻常路 好在性子直 没弯绕 干干脆脆 除起来不麻烦 老师说过 人是世界上 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 待一段时间 我就会习惯这里了 反正沈叔来回强调的 就是不能着急 听他那意思 我就是奔活命去 命格呢 是我活下去 才能去想的奢侈品 虽然听着别扭 毕竟原本就是我的东西 可沈叔用了 城池做对比 他说 城池被别人夺了去 已经一主了 我要做的是自保 活 会令对方忌惮 会对我出手 我看似被动 却也是拿回 命格的唯一途径 等吧 一切等交上手再说 你这孩子 挺能计划啊 还知道掀起大灯呢 爸爸终于笑了 揉了揉我披散的头发 又想起啥 不过叙叙啊 小城总人呢 还是不错的 你如果再看到他呀 可不行说人家丑了啊 小城总那长相 一点都挑不出毛病 那成语咋说的 什么神哪 什么疯疯疯神俊朗吧 你把人往这丑上划了 那不是正隐说瞎话吗 我刚要摁 后面添糊涂了 爸 我没说瞎话 他眼神很凶嘛 爸爸对着我笑 好一会儿 就语重心长地倒 徐徐啊 就算沈大师 说你成了阴人 会倒霉什么的 你也不要多想啊 咱哪 一直就是乐观开朗的 好孩子 即便咱家出了坏事 你也不许往自己身上编排啊 不要内疚自卑 遇到谁呢 也别觉得低了一头了 咱游离走遍天下 到哪儿啊 咱都得是腰板挺直了 得到那个透明阁点 再好好算账 嗯 爸 我不自卑 本集播讲完毕 第五十六集 事实上 我只有内疚 内疚家人对我的付出与关爱 其他的 全是愤怒 阴人什么的 我在沈叔叔的时候 会难受那么一会儿 就像看电影 好人被坏人陷害杀死 憋屈归憋屈 该咋活还是要咋活 对喽 爸爸吐出口气 哎呀 你的任务呀 就是好好的活 你大姐呢 性格软 爸指望不上 你二哥呢 流里流气的 爸不敢指望 就剩你了 趁爸心意啊 哎呀 徐徐啊 爸还指望你养老呢 知不知道啊 嗯 我认真地看他 爸 我将来 肯定给你和妈妈养老 爸爸笑得一脸复杂 好孩子 我徐徐啊 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了 靠着爸爸 我心里酸酸的 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 天底下最好的孩子 但爸爸 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我要活着 好好孝顺他们 来东厢房 沈叔的声音 在空气中响起 人明明没出现 愣给人一种 他却对你旁边的 坚实感 爸 沈叔这传音的功夫 咋练的呀 有过经验 爸爸拉着我 就站起身 进院朝又厢房走 我边走 边唏嘘 爸 你说沈叔有徒弟不 把他这身本事学去 是不是也得是能人了 这叫道法 那是谁都能学得会的呀 爸爸语气敷衍 哎呀 叙叙啊 别总琢磨你那功夫了 女孩子家家的 打打杀杀的 不好看哪 我没吭声 走到右厢房门外 爸爸喊了声 沈大师啊 我们进来了 开门带我进去 沈叔就站在 门里走廊上 背影依然是个 小型厨房 走廊两端 一间北屋 一间南屋 窗户都是开在西面 冲院里 和许怡住的 西厢房窗户正对 当下 北屋的房门紧闭 南屋的房门倒是大开 我朝里看了眼 露出来的都是书架 满当当的书 看来 南屋是用来做书房的 沈大师啊 你要在哪间屋子 给许许治病啊 沈叔示意我们 看向北屋紧闭的房门 脚下没动 梁许许 你怕我吗 啊 哪儿跟哪儿啊 我看了眼明显发懵的爸爸 愣愣地回 不怕呀 沈叔微微俯身 朝我凑近了几分 我脸上的刀疤 你不怕 刀疤 我怕他干什么 这不是我哥的 为什么呀 沈万通一脸好奇 我这刀疤可吓哭了无数孩子 他们都说这斑痕 长得像蜈蚣 圣人得很 蜈蚣 我反倒觉得 沈叔那故弄玄虚的表情 有点圣人 嗯 是有点像蜈蚣 不过我不怕蜈蚣 我觉得他长很多脚 很可爱 小时候 我为了装大个儿 还徒手抓过蛇 感觉就是滑滑的 凉凉的 一点也不吓人 但是我知道 只能抓绿色的小蛇 带花纹的不能碰 会堵死我的 可爱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 我这刀疤可爱 梁徐徐 你居然不觉得我丑啊 不 沈叔你不丑的 刀疤是丑了点 但那又不是天生戴的 你整体其实很好看的 而且你笑起来很和蔼可亲 不像 爸爸一阵咳嗽 不停地给我使眼色 这个 叙叙啊 爸怎么跟你说的 别提小成从 我一脑门问号 我是要说 不像有些人的气质 会令人害怕吗 有些人 谁要提成成了 梁兄 你看你 让孩子把话说完吗 沈叔不乐意地探头 看着我 难好信 成成怎么了 我摇摇头 敏唇不想说话 难不成 沈叔的尽头子又来了 你要说 成成长得丑 行 我回头 就给成成打电话 沈大师啊 您可不能传这瞎话啊 我家这孩子 审美不看五官的 打小许许他哥呢 就总给他讲武侠小说 他还说 这欧阳峰长得帅呢 因为欧阳峰对杨过好 教了杨过蛤蟆功 不过他后来看了射雕了 又觉得欧阳峰长得不帅了 这玩意儿跟演员没关系 他看人长得帅不帅吧 主要是看事儿 可能小成总之前跟他有过啥误会 他就 哎呀 您绝对不能给小成总打这电话啊 传一传就不知道成啥了 爸 微笑宝也挺可爱 他特别机智 哎呀 你给我闭嘴 爸爸完全忘了刚刚的父爱如山 此刻恨不得吃了我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你再乱说话 看我不揍你了 我脖子一缩 满脸委屈 我说啥了 明明是你说的 行了 梁徐徐又让我见识到了 既然这孩子觉得我的刀疤可爱 那我就不担心了 你们进来吧 说着 他打开北屋紧闭的房门 手上做出了一个请的动作 梁徐徐 看到我为你准备的东西就爬进去 别让我失望 爬 我进去后 就看到了一个半人高的大木桶 类似古装区里的澡盆子 难不成 沈叔是让我在这儿洗澡 药狱 正琢磨着 我走到桶边 身头朝桶里一瞅 满满的都是扭曲乱爬的乌公 一打眼 我还以为掉乌公洞里了 妈呀 我鸡皮疙瘩刷的一下就起来了 二话不说 扭头就跑 腿脚都不利索了 梁徐徐 沈叔堵在乌门口 看我要出去还挺无语的 你不是说乌公可爱吗 那 那 我嘴皮子都麻了 他们多到 我爱不起来了 什么东西啊 爸爸走到桶边也看了眼 当即贡献了一句 哎呦我天 哎呦我天 沈大师啊 您让徐徐爬这里面呢 这不开玩笑的吗 我一个把万物当食材的厨子都受不了啊 这就是我给他配的药 说是乌公 在我这儿其实叫蛊虫 可都是我金星养护的宝贝啊 他们对窗包能起到以毒攻毒的疗效 只要梁徐徐赶进去 熬半个时辰睡觉醒来 浓窗就自然会好了 哎呀我看一眼都麻呀 爸爸别过脸 都不敢伸手朝里面指 哎徐徐 你想试试吗 我试个头 啥玩意儿都怕多 一条毛毛虫不怕 要是毛毛虫多到 只剩一件毛衣 你穿起来怕不怕 各用不 本集播讲完毕 第57集 僵持了一会儿 沈叔寒沙射影的开始激我 梁徐徐 要是害怕你就走 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我要垂翻天道 我要跟他决斗 口号一声鼻声响亮 关键时刻却照不住 就这样的 还是学个武术的呢 武术界有这种怂当 哦 难怪最后不学了 哪行都不留废物啊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但对我确实有用 不就熬半个小时吗 我行 默默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我再次走到桶边 扎着胆儿仔细一看 眼球立马又受了刺激 桶里不光是蜈蚣 他们爬开之后 下面还盘着两条蛇 更恐怖的是 蛇身上还有俩大耗子 兔子那么大的耗子 油光赠亮 踩在蛇身上 俩耗子还仰头看我 眼珠子都是红色的 这啥变异品种 草莉塔啊 这 我实在是鼓不起勇气 抬腿跨进去 扭头看向沈万通 依儿颤颤的 沈叔 里面 里面这蛇带画纹 有毒 对啊 就是得要有毒的 沈叔点头 表情还挺无辜 没毒我放进去干嘛 摆盘啊 梁徐徐 这两条蛇可是我宝贝 一条叫小花 一条叫小文 哎呀妈呀 还有俩耗子呀 爸爸看清了 也吓得不轻 沈大师啊 这蛇跟耗子 还能和平共处呢 别用耗子称呼他们 不礼貌 这俩也是我的心肝 一个叫小黑 一个叫小亮 都是我养的高品质解药 通人性的 这俩和小花小文是好朋友 他们谁都不吃谁 沈万通协议着门框 悠哉悠哉 哎 梁徐徐 你愣着做什么 我可告诉你 他们脾气都不太好 要是等急了 一会儿治疗的时间 给你延长了 你可别怪我啊 我张了张嘴 没带说话 就感觉胸口一烫 啊 我撕了一声 赶忙将护身符 从脖子摘下来 金色的小牌子 犹如烙铁一般 我拿不住 手一抖 它就落到了地上 哭的一声 跃起火光 自然了 爸 我护身符着了 我想去捡 又没法用脚去踩着灭火 快去弄点水 不用着水 沈万通 弹枪出声 赐你护身符的师父 是在传话 守护到此了 我以毒制毒 跟他的法门犯冲突 他不能让你配弹 加持政务接触毒物 所以他把护身符 销毁了 我看着带了一路的护身符 在几秒内烧成灰烬 意思是 和尚师父不管我了 梁徐徐 你现在没得选了 沈万通轻声催促 快点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你爸爸也很乏了 要休息 我吞了吞口水 我挪到桶边 真是看一眼里面 都需要勇气 哪里能 别别别 爸爸伸手要拽着我 陈大师啊 这个实在是太吓人了 我都有阴影了 咱换一个 疼啊 爸 我进门时还不疼的脓包 忽然恢复了痛觉 爸爸一拉 一下子握我小臂的脓包上了 疼得我嗷了一声 脚下不稳 连个准备都没有 一头就栽到了桶里 哎 徐徐 爸爸惊得不行 还试图把我拽出来 我跟突然溺水的汗鸭子一样 在桶里不停地扑腾 爸 手上扒拉的触觉 不是毛就是滑 再就是细细痒痒的什么东西 惊慌和恐惧 不停地冲击着我 即便我吊得突然 啥也没看清 也吓得哇哇乱叫 挣扎的档口 那些蜈蚣 就速速爬到我身上 他们直接钻到了我衣服里 拾摇我后腰的脓包 碰感疏得剧烈 我扒着桶边张大嘴 爸 眼球恨不能炸出眼眶 疼得喊都喊不出来 雪雪 爸爸惊恐地看着我 不知是被我的样子 还是被我身上爬满的蜈蚣吓到了 拼命地拽我 但我脚下动腾不得 低下头 两条顽口醋的花纹蛇 已经把我的腿给缠住了 两只大耗子 踩着蛇身 像踏着阶梯一样直奔我手腕而来 爸爸一看那突出的尖嘴 分分钟要咬上它 逼得它不得不松开手 下一秒 耗子就对着我手臂的脓包 一口啃了下去 巨大的痛感 犹如白蚁是心 我疼得面如模糊 惨叫出声 双臂被耗子紧紧地扒着 腿部又被花纹蛇禁锢 周身爬满了蜈蚣 有的甚至还要钻进我鼻孔 我又孔又痛 想说轻点咬我 低下头 直接对上手臂出 不知叫小黑 还是小亮红豆般的眼 他看着我 须子上还沾满了浓液 对视了几秒 他目的长牙一呲 支了一声 我喉咙里没出息地 发出了一记声响 眼睛一翻 直接晕筒里了 彻底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听到爸爸在惊慌失措地 喊着我名字 沈万通的音儿 却是无比平静 梁兄啊 你女儿摔得挺是地方 来 打把手 咱俩把桶杆扣上 梦 很多的梦 我貌似回到了小时候 在舞蹈教室里 扶着横杆 练习芭蕾 基本功 老师在背后拍手 顿时膝盖要对着脚尖方向 做最大限度的延伸 来 一 二 三 四 画面一转 我长大了一点 在武术练习场馆里扎着马步 教练瞪着眼 马步要稳 出拳要狠 一 哈 二 哈 那时的我 打得无比认真 每一声嘿 哈 都喊得正气十足 下一瞬 整个人又置身于 尸体下的体操管 一个腰下去 顿时弯成了一张弓 压腿要一百八十度 久了还是会疼 我茫茫然看着 另一个呲牙咧嘴的自己 教练喊着你可以的 梁徐徐 再坚持五分钟 教练 五分钟到了 再来五分钟 我瞧着热闹 莫名发笑 貌似遇到的每个教练 都有说话不算话的特质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我这才发现 从小到大 我的变化都不太大 只是身高拉长 眉眼见开 一直都是长直发 没刘海 训练时 需竖起高盘 身着各式各样的训练服 在不同的馆里 练习着各种动作 或铿锵有力 或拼挺鸟挪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第五十八集 人生渐渐嘈杂 我眼前的人影开始模糊 不同的音枪 充斥进我的耳膜 梁雪雪 今天没吃饭吗 再翻三十个旋子 才能下课 梁雪雪 腿踢得再高一点 梁雪雪 动作不标准 留下加烈 累吗 谁的金牌 是睡觉得来的 梁雪雪 很吵 那些教练 都聚到了一起 指着我头顶呵斥 我捂住耳朵 我练 我练 不要说了 再睁开眼 院落景象 无比熟悉 是我家 林海的小洋楼 回家了 妈 我兴奋地喊起来 我回来了 进门跑进客厅 一楼空荡荡的 没有人 我踩着楼梯 跑到二楼 听到奶奶的房间里 传出了咳嗽声 灯灯灯 跑到门口 奶奶正坐在床边 喝着汤药 二哥帮她拍着背身 那 许许能通过考核 是好事 将来练出成绩啊 回来 就能有大出息了 奶奶喝完药 还是咳嗽 有志啊 我就是不懂 那跳个带子舞 为啥非得去国外呀 跟他们学啥呀 他们能比咱自己人 教得好 您这就不懂了吧 二哥宽慰着他 体育无国界 这个项目 是人家的强项 许许过去啊 是为了取长补短 您看 咱们乒乓球抢 那多少外国队员 都来学习呢 都是相互的 日后啊 赛场上见真章 来 您喝完药啊 得躺会儿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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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外国话 也不知道许许 能不能适应 你说 孩子想家了 咋整啊 一个人在外面 多可怜呢 有志啊 你爸哪是 给他送出国了 这跟蹲巴 梨子 没区别呀 乃 我没出国 我站在房门口 想进去 眼前却有道 看不见的结界 脚迈不过去 只能原地着急 我回来了奶 我在家了 哎哟 许许回来了 许许呀 许许 奶 我在这儿 我拍着前面的空气 仿若拍打玻璃 奶 奶 奶 我进不去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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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叹着气 哪儿有声啊 俄国离咱们多远啊 他要回来 得坐飞机 您哪 就是太想他了 都想出唤卷了 许许啊 要是看您这样 他得多担心 行了 快 谈好 医生说了 您得多休息啊 情绪不能激动 我退后一步 被二哥的话提醒 不敢再喊 奶奶 你好好的 要等我回家 我抬手擦着眼泪 清楚 这是在做梦呢 梦里 我连屋门都进不去 转过身 地板呼得塌陷 我跟着身体失重 急速下落 周身猛然一颤 灵魂似乎归位 我躺在了什么地方 眼睛睁不开 恍惚中 感觉爸爸一直在我身边 绕来绕去 他一会儿惊喜地 喊着农包消失了 一会儿又叫来许姨来帮忙 这是回镇远山吗 许姨的声音依旧坚立 她骂骂咧咧地 让纯梁和爸爸出去 虽然脏字很多 大义还是为我好的 说我即便是孩子 也是姑娘家 擦身时 难得不能再长 亲爹也不成 我刚要在心里表达感谢 许姨搬动着我身体 就来了一句 奶奶的 这孩子咋死沉死沉的 看着挺瘦啊 瘦都长骨头里了吧 难怪挑食 营养一点都不缺 饿几顿啊 傻傻没有 毛巾糊乱地擦在皮肤上 搓枣一样 擦得我很疼 我努力地想睁开眼 拜托许姨轻柔点 想问她 我的病是不是好了 术室出手没 女鬼来了吗 奈何眼皮很重 我像尸体一样 被迫配合着许姨 好像被换了一身清爽衣服 爸爸重新坐到我身边 他不停地问着沈叔 能不能带我走 他不想留我在这 沈叔回得也很直接 不能 沈大师啊 徐徐这么小 留在山上干等 他还有啥乐趣啊 人生要什么乐趣 不都是为了活着 活着才敢想旁的 我醒不过来 耳边一遍遍地飘荡 活着两个字 爸爸握着我的手 轻轻地换着我的名字 有水珠落到了我脸上 徐徐啊 你这事啊 真得慢慢等下去了 咱家事情多 我得先回去处理了 等解决完了 爸就来看你 不能陪你 你别怪爸啊 我想说不会怪你 房顶漏雨了 我的脸都湿了 隐约中 我想到了沈叔 要我多吃菜 不然会后悔 使得就是 我会被留下 吃不到爸爸做的饭了 心里酸酸的 是啊 当时我多吃几口好了 身边人来来往往 我躺在那里 分不清白天黑夜 爸爸时不时就 接打电话 对 我找王总 项目我不能做了 家里出了很多事 哦 我知道 临时撤资 我愿意赔付违约金 我迫切地想醒过来 奈何无能为力 偶尔 我还听到沈纯良的声音 徐乃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在我家睡觉 他是睡死了吗 怕我听不见 他还凑到我耳边 喂 你醒醒啊 这么帅 你上厕所怎么办 会尿炕的 拉一身臭死你 我闭着眼睛咬牙 管你屁事 不知过了多久 四周终于恢复了安静 我脑中又浮现出 桶里的画面 蜈蚣爬满全身 小花和小蚊 缠住我腿 小黑小亮 爬上我手臂 他们的爪子扒拉着我 我如何都等落不掉 对视的刹那 一口气憋上心头 我猛地睁开了眼 入眼的是白色旁顶 灯泡孤零零掉着 我微微动了动手指 恢复力气 就立马弹坐而起 嘴里喘着粗气 手本能地还扑了两下 唯恐那些蜈蚣还在身上 蒙了片刻 发现自己坐在炕上 衣服干干净净 已经被换了 打了一下自己的脸 啪一声 疼 我这是 醒来了 赶忙掀起裤腿 双眼不自觉睁大 窗包消失了 我的皮肤都恢复了正常 烂到骨头处的漏道也不见了 拽起袖子 小臂的窗包也没了 后腰 手摸过去 我嘴角不自觉裂起 没骗我 沈叔没骗我 好了 真的好了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 我坐在炕上 就跟个植物人突然苏醒了似的 动手动脚 四处张望 挥舞了几下手臂 苍天哪 我良神使又有劲了 一瞬间 啥蜈蜈蚣大军 小花小蚊小黑小亮 都不吓人了 为啥 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虽然过程有点那啥 但是结果很喜人 身上终于没有那股子恶臭了 我决定 回头必须去给他们磕一勾 正兴奋着 我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 从醒来就我自己 想起做的梦 爸爸呢 回老家了 撤资怎么样了 赔了多少钱啊 穿鞋下地 我刚拉开屋门 就看到了一个 威瘦的平头男人 鞋椅着大门框 脖子上戴着纸粗的金项链 挤背威攻 腋下夹着个手包 掐着烟蒂 对着院内方向张望 气质这一块 真叫他拿捏得死死的 一看就是该溜子 二哥 我试探地叫了声 男人快速转过脸 对上我的眼就惊喜到 三毛子 你醒了 嗯 你怎么来了 奶奶呢 奶奶 在家呗 二哥扔了烟头 嘴巴对着门外 哈了两口晒烟气 这才一脸激动地奔到我身前 咱爸回家了 有事得办 就让我来陪你了 他捋着我胳膊腿 检查了一通 这沈大师说得真准啊 他说你今天上午醒 你还真醒了 叙叙 活动活动 有啥不舒服的没 没有 想吃东西不 二哥说话就要挽袖子 这老许太太做饭太辞 我一眼都看得够够的 你想吃啥 哥给你做 不用 我扯住她的手 满肚子一问 二哥 你来了二嫂怎么办 她不是 你二嫂没事 之前就留过产 可能是没养好 这胎也没坐稳 不过我们年轻 这两年再要 家里啊 有的是人照顾她 二哥说得没当回事 可我心里着急 二哥 你都三十多了呀 都怪我 怪你个球啊 胎已经打掉了 上火也没用 哥咋教育你的 做人 你得往后看 气拔身兮 那叫什么玩意来的 高瞻远看 既然胎质量不行 那就等胎硬的 像你这种 咱妈惯药 都没药死药残的 二哥 你说哪儿去了 二哥笑了 前后看了我一圈 还嘖嘖称奇 三毛子 你可真让哥长见识了 睡了一个星期 醒来愣啥没事 生龙活虎 别说 沈大师是真的牛 真的是高人啊 我正正的 对二哥的聊天用词 早习惯了 没在意 就是没想到 竟然睡了一个星期 二哥 你怎么还能笑出来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 你知道我生日那天 为什么发烧 遇到了什么事吗 爸爸没跟家里讲 知道啊 二哥大咧咧点头 不就是你命格 被个生孩子梅菊花 缺得带猫腰的狗杂种 给偷走了吗 咱家以后不能做生意了 你出生后赚来的家业 啥都低调处理 可能还得倒霉上一阵子 啥时候等你命格拿回来 继续望咱家 啥时候咱家的运才能好 不过你命格不是说拿就拿得回来的 保不齐得等个三五年 兴许更长 也有可能更短 反正没准 我都知道 小事嘛 小事嘛 二哥 爸爸先前的那笔投资 你知道吗 他说要进军房地产的 一下子撤资 是不是赔了很多钱 这事你怎么知道 就是我在屋里睡的时候 爸爸打电话我听到了 二哥 爸爸赔了多少钱 你 你人不大 是挺爱操心的 正常吧 咱家是要赔违约金 至少得赔一半 可咱爸不是回去亲自谈了吗 找人老总掏心挖肺的 唠了半天 老总一看 咱家这的确是遇到了困难 就没为难 把六百万还给了咱们 一分没少 现在啊 海哥银行里存着呢 存单你要不要看看 全还给咱们啊 我安心不少 那老总真是好人 回去好好谢谢他 不是咱爸不想做生意 是现在我这 他做生意得赔 哥 那六百万的存单长啥样 我真没见过 你给我看一眼也行 等你好了回家看 那玩意儿啊 能随身揣着 再丢了呢 二哥没好气的 你呀 用咱奶的话讲 就是叫花子打惊 穷操心 我就是怕连累家里 那咱家的酒店和门市呢 卖了呗 咱家酒店和门市的地点 你知道 都是好地价 所以咱爸一说要卖 很多人都感兴趣 过程挺顺利的 咱家也没赔着 一共卖了 有五百多万吧 都存上了 沈大师的意思是 这钱不能动 就放在银行里涨利息呗 也算是变相投资了 那就好 我点了下头 心里还是憋闷 二哥 如果不是我 咱家还能继续做生意 会赚更多钱 你还想换车呢 现在也 嘿 我削你啊 二哥单手 估着我肩膀 现在不还趁一千多万呢 满林海城你随便打听 谁家能有这些存款 咱家不但有 另外还有两套房呢 对了 那房子 自住的 没事 二哥似是知道我的想法 沈大师说了 不盈利的产业不用买 咱家那两套房 一套写的是大写的名 给大姐住的 另外一套 咱们住的 又没租出去 不用处理 叙叙啊 那啥 既来之 则安之 只要你活着 那就有机会 不管等多少年 咱都得磕 缓了缓 他继续道 咱爸走之前 让我告诉你 这些事 从头到尾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千万别七二八的 给自己找不痛快 咱们老梁家呢 祖上都是农民 巴拉巴拉 也就三姑能稍微 蹦打点水花出来 现在还能看得着钱 不还是借你的光吗 现在虽然做不了生意 条件 还是比大多数人好的 咱全家没啥文化 但有一点 咱家人新奇 做不出杀鸡流弹的事 钱嘛 慢慢赚 你够我 依然还是临海市 凤凰街的狂把子 你呀 永远是咱家的小祖宗 咱们一家人共渡难关 你要做的 就是照顾好自己 别出插头 懂不 我点头 皮子酸酸的 二哥 谢谢你 本集播讲完毕 第六十集 即便我是受害者 牵连到了家里 总归自责 听二哥前后一说完 心里才稍稍松快些 谢 谢什么呀你 二哥揉了揉 我散乱了头发 三毛子 拿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 真活着 就为了一口气 既然有人要咱们死 咱偏不死 一定要逮着了她 你看二哥我怎么弄她 嗯 我扯扯嘴角 二哥 奶奶知道我的事了吗 家里 就瞒着奶奶呢 二哥眼底无奈 她岁数大了 知道这些啊 容易做病 本身咱妈病了 奶奶就跟着上火 又一看 三姑回家说 把舌头磕了 老太太愁得很 你的事啊 咱更不能讲了 咱家这店铺一卖 三姑怕人多嘴杂 就带着奶奶 回农村老家住着了 先瞒着吧 邻居朋友关系一般的 咱爸就说 送你出国练艺术体操了 省得胖人嚼舌头 出国 真跟我做的梦对上了 正要细聊 院子里传出哼哧的声音 我朝院里看了看 二哥 什么声啊 对了 快 我刚刚还在看热闹呢 二哥扯过我的手 就朝门外走 我来这几天啊 真是开了不少眼 这个沈大师 真是不缺活啊 每天都有人来找他 那真是奇形怪状的 杀人都有 比看电影有意思多了 奇形怪状 我被二哥拽到门外 抬眼就见院中央有个女孩 她脸儿也就二十多岁 但是很瘦 瘦到就剩一身骨头架子 此刻 她正坐在一个推来的板车上 大口吃着烧鸡 整颗头恨不得埋到肉里 脸沧得油汪汪的 发出的声响 就跟猪吃食似的 难怪二哥靠着门框卖呆 都没发现我醒了 场面是挺触目的 砸了 砸烧鸡 二哥见我看去 就悄悄竖起三根手指头 我给他查着呢 在吃烧鸡前 还造了两个大体绑 不嚼 直接吞 哎呦 那胃口老惊人了 我顾不上说二哥心大 微醋着眉 哥 他不撑得慌吗 撑啥 那不是吃得挺香的吗 二哥压低声音 我这几天啊 都总结出经验来了 凡是来找沈大师的 那就没一个正常人 都跟我这样的吧 你能比了吗 你又不是被上身的 那个小姑娘一看就有的东西 在身上磨她 你看 她瘦得跟骷髅似的 东西吃哪儿去了 肯定到别人的胃里了 谁的胃里 我哪知道 我分析啊 不是人就是畜生 昨天来了个人 你猜怎么着 一进院子里就活蹦乱跳的 说是被什么黄鼠狼上身了 那呲牙咧嘴的 好想没蹦到房顶啊 不过啊 沈大师一瞪眼 那人就消停了 今天啊 这个也差不多 听说到处看病的 都看不好 就诊断出是暴食症 先前找的人 都没给看明白 可能就找咱三姑 那种半吊子 本事不太行 反倒给这姑娘 给整得更严重了 没辙 他们才打听到沈大师 在镇里等了四天 才看上 特意借到板车给推来的 这不 二哥下巴朝正房冲了冲 他父母进去找沈大师了 留他呀 在这儿哇哇地葬 这回要是再救不了 他那塑料体格啊 我看也撑不了多久了 我没言语 看向板车上 吃得很欢的女孩 她吃的是真忘我 丝毫不在意 被别人远程围观 再怎么暴食 肚子也装不下 撒烧鸡俩提胖吧 吃这么多 咋还瘦成那样 我正琢磨着 女孩呜的一声 脸朝旁边一别 嘴里东西就扑扑喷出来了 真是喷 水管子爆炸了似的 食物都没消化 就全部崩了出来 我离得挺远的 都怕被他呕吐物给洗礼了 风一吹 味四处散 脚下赶忙后退一步 二哥还在那里 哀悠哀悠地惊叹 嘿 吐了哎 难怪是我 合着最后全吐了 叙叙 你看到没 吃东西可得细嚼慢咽 不然全都不消化 我给了二哥一个眼神 示意他别说了 看他那么吐 正常人都容易咽食了 还细嚼慢咽 按说他吐的板车四处都是 自己都恶心地吃不下了 可他没有 吞完就像是舒服了似的 扭头又对着怀里的烧鸡 继续撕咬吞咽 我忍不住咧嘴 感觉自己像那只烧鸡似的 浑身难受 哎哎哎 你看他食欲多好 这都能吃下去 我猜吧 这女孩身上 八成是个猪精 大嘴巴巴唧唧唧的 哎不过没事 我都看习惯了 一会儿 沈大师出来就解决了 你别怕啊 猪精 我仔细看那个女孩 奇怪的是 我越看她 越觉得她脸有晃影 阳光很大 我微微眯眼 在她大快朵移的枯稿面容下 我逐渐看到了另外一张脸 一个很胖的女孩 圆脸浮在瘦女孩面皮下 正大口大口不停地啃着鸡腿 还有我去啊 这情景 跟黑脸鬼上我爸妈身是一样啊 二哥 不是猪精 我定定地摇头 是鬼上身 鬼上身 二哥一愣 沈叔和一对中年夫妻 就从正房里出来了 望着板车上的女孩 沈叔淡着眉眼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给你逼出来 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沈叔看到的跟我一样 诶 这不废话吗 人家是干啥的 女孩闷头孩子吃烧鸡 听声微顿了一下动作 抬头看了看沈万通 嘴角跃起了一丝冷笑 然后又大口地摇起肌肉 连骨头都在嘴里一起咀嚼 一副谁都不吝的样子 唉 中年夫妻看他这反应 一儿都颤了 两口子互相搀扶地奔到板车旁 腿一曲 双双下跪 先前我们不懂事啊 还想用法子赶走你 让你受委屈了 这回我们遇到了明白人了 沈大师说了 你是有冤屈才缠着我女儿的 我们不会赏你 只要你提要求 我们都会满足 求你 放我女儿一妈吧 三毛子 还真是鬼上身 二哥特有心情地凑我耳边 分析局势 那种事咱家可有经验 要是找不对人 可两头倒霉 还不如不找 我没言语 想到三姑的舌头 心里又难受了几分 本集播讲 第六十一集 放过他 女孩笑了 确切地说 是他面皮下那张圆胖脸在笑 蛮得意地 把剩下鸡骨头一扔 整个人在板车上盘起腿 要放过他也行 你们两个 给我磕九九八十一个头 每磕一下 我就要见血 另外 给我力排上贡 拿我当家仙跪拜 风出一十五 就给我上酒上肉 哦不 我不喝酒 来吃可乐吧 哦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等我离开他的身体 你们每天要给他吃两斤油瓷了 坚持十年 我就答应放可以吗 怎么样 油脂了 肥油不要炸出来的干渣 爸爸用来炼猪油的吗 那东西胆固醇含量很高 要是一天吃两斤 不用十年 三年是不是就得下去了 再说他前两条也很过分 可八十一个头 头头见血 还有命没 李排位 你都给人磨成骷髅了 还要人请回家贡赏 那不等因为我把女鬼请回家 过你奶奶个腿呢 哎 这个要求可有点过分了 二哥道出我的心声 刚要拎着他那手包上前去指点一番 一见那女孩恶狠狠地瞪向他 二哥气势立马短半截 那个啥 我就这么一说 你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不合理 谈啊 慢慢谈 你别瞅我 你瞅沈大师 他才是这里的扛把子 我不知为啥有点想笑 隐纯描着二哥 这还是我头一回见他陆窃了 这 跪在板车旁的夫妻俩 互相看了看 明显没了主意 这要求也没法答应 转头 他们只能看向沈万通 沈大师啊 您说 胡闹 沈万通面无表情地看着女孩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清你的冤屈 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了 还对嘛 二哥见我看他 生怕拾了自个儿面子 挺挺胸 用手包指着女孩 说出你的故事来啊 沈大师这人多好呀 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你要懂事 懂事 女孩见状反而笑了 很癫狂地笑 忽扇着身板通的一声 在车上蹦起 吓得夫妻俩都要伸手去接 哎呀 小心哪 别甩了我女儿 你女儿 女孩低下头 咬牙看向夫妻 你的女儿是女儿 我就不是人了吗 我再问最后一遍 三个要求 你们答不答应 这个 夫妻俩一脸难色 憋了一会儿 只能摇头 我们可以给你磕头 送金银财宝 房屋汽车 但是其他的 我们没法答应啊 好 既然你们不答应 那也就别怪我 女孩拎起剩下的鸡骨头 又要往嘴里塞 这些骨头 就是你女儿的命数 我吃完了 她就得下来陪我 以后啊 我们俩谁都不孤单了 你别 夫妻俩起身就要扑上去 我提着口气 看向沈万通 只见她眼里滑过无奈 顺手捡起一片干枯的树叶 只肩隔空画了些什么 树叶就如石子一般 向女孩砸了过去 我睁大眼 就是一片很常见的枯叶子 沈叔也没像电视里那样 咬破中指 画符念正 犹如那一碗 碾了一颗石子弹出去 女孩被枯叶碰到 咬进嘴里的骨头 顷刻间全吐了出来 嚎叫了一声 身体大幅度开始震颤 七娘啊 二哥半张着嘴 雪雪 你看到没 她打尿颤了 那个鬼 被她打死了吧 我没回应 清楚地看到 瘦女孩身体 大幅度颤抖了几下 随即 就翻着眼睛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她的身体里如球般 滚出了一团黑影 夫妻俩好像没有看到黑影 见女孩晕了过去 就去扶她 黑影则打着悬地 在院子里来回窜了几圈 想跑 又跑不出院子的感觉 最后 生腾成了一个肥胖的人形 又迅速地幻化出了躯体五官 整个一大便活人 悬幻片 要不是我之前 见胡姑姑演过一场 当下真就顶不住了 没事了吧 二哥在旁边 有点莫名其妙 许许 咱们回屋吧 看来沈大师 是解决利索了 我惊惊地 脚下刚要动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张脸 他站我眼前来了 距离我 只有几厘米 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睛还一直在流血 血顺到下巴 滴答 滴答 落到了我的斜面上 这时候要是二哥手欠推我一把 我就得和他毫无保留地拨一个了 我愣了两秒 扭头就想跑 下一秒 呼觉寒气迎身 犹如坠入冰窟 后脑勺一麻的同时 手脚也开始不受使唤 冷 极度地冷 让我忍不住发抖震颤 牙齿都咯咯咯打起鼓点 叙叙 二哥被我吓到了 你怎么了 啥情况 我 我想说什么 思维却开始不受控制 身体像被操控一般 被迫地发出节节的笑声 我很好啊 大哥 我想吃蹄泡 你帮我去买吧 我靠 二哥一个量抢 退了两步 又拿起手包指着我 你赶紧从我妹妹身体里出去啊 不然 不然我弄死你 我笑得停不下来 唇角抽抽的 我已经死了呀 大哥 我是跳楼死的 你还想让我 怎么死啊 我的妈呀 二哥受不住了 转头看向沈万通 沈大师 你快出手啊 那东西在我妹妹的身体里 我这阳间的事 还能盘盘到 阴间的整不了啊 你快上啊 他朝着沈叔一喊 我更是控制不住地发笑 笑着笑着 眼里又流出了泪 你们这些人呢 就会抱团欺负我 我活着时被欺负 死了还要被欺负 我阴阳怪气地说着话 努力地想保持清醒 却渐渐看不清二哥的脸 周围的景物也开始模糊 我仿佛置身于 另一个保物笼罩的环境里 隐约中 我看到了办公室 桌位隔板 很多的人 耳边有很多笑声 咱们部门的布花还用选吗 非催大胖莫属 就催大胖一顿饭 就能吃五个汉堡 这堆味 做什么花都稳扎稳打 万众仰望 所向拼命啊 大胖 你别不好意思 快 发表几句获养感言呢 以后你就是咱们部门活招牌 本集播讲完毕 第六十二集 笑声越发刺耳 我拨开眼前的薄雾 看到了一个胖女孩 趴在办公桌上 旁边人围着她 不停地用她的身材 做着文章 其中笑得最欢的 是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 好像是公司要开年会 她起哄 让大家推举大胖 上台表演节目 还说这大胖 是全部门最闪亮的星 她越这么说 旁边的人越起哄 大胖哭得越凶 看着漂亮女孩的脸 我拧起眉 这不就是啃烧鸡的小骷髅吗 难不成 我心里明白了个大概 薄雾又起 拨开后换了个环境 是洗手间 我听到有人呕吐的声音 走过一扇扇马桶间的小门 胖女孩背对着我 蹲在马桶前 手扣着嗓子眼 用力地往外吐着什么 我本能地想要开口询问 身后却有女声传出 哟 大胖 你真减肥了 不用我转头 声音的主人就穿过我身体 站到大胖后面 徐莉莉他们说你抠吐我还不信呢 你至于吗 天天不吃饭还催吐啊 这能吐出来吗 我都不用去看她 听声就是那个小骷髅 不用你管 胖女孩擦了擦嘴 起身后冲了马桶 逼垂着眉眼 陈燕 我会瘦下去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起歪行了 就你 陈音哼笑出声 指尖戳戳胖女孩的肩膀 孙恩娜 我等着你减肥成功 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你就学风神榜里的那个 那个哪吒 剃骨还腹 剃肉还母 那样啊 还能快点 不然呢 你在这公司一天 这名号是被定了 咱们全楼的人都得认识你 话落 他抬脚就要走 崔文娜叫住他 陈音 咱俩好歹是大学同学 还是同浅 一起在这实习不容易 你为什么总针对我 你还问我为什么 陈音看过去的眼睛 有些朵朵 崔文娜 咱俩住过同一寝室 你有胡臭我都忍了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长得胖不说 内心也一样丑陋 居然显日记幻想秦峰喜欢你 公司谁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追上秦峰 和他畜上朋友的 你背地里异想我男朋友 还要不要脸了 崔文娜脸色一丈 你偷看我日记 是啊 看了 怎么着 陈音下巴一抬 推了一下 崔文娜的肩膀 怎么 你还敢打我呀 来 我 陈音 我并不是在你俩 处朋友之后写的日记 我是刚进公司 嗯 是 你刚进公司第一天就看中他了 可那又怎么样 也不看看你这肥头肥脸的窝那样子 我告诉你 你的日记我不光看了 还拍下来给秦峰念了 你猜他听完怎么着 他说他两天没吃下饭 陈音 你怎么能 崔文娜终于推了他一把 你太过分了 我看热闹的透明人 莫名叫了一声好 突然有些词 我没有听太懂 啥叫异想 但我琢磨着 可能是暗恋之类 暗恋和偷看日记比起来 我觉得偷看日记的行为更可耻 况且崔文娜说得很清楚 是在陈音没谈朋友前写的 那暗恋谁也不犯法吧 陈音不光看了人日记 还念出去 拿人家身材开玩笑 捣鼓人上台表演节目 纯属遭见人嘛 打他 可惜我的呐喊 啥用也不顶 崔文娜也就给陈音 推了个猎牵 陈音瞬间就发飙了 扯着嗓子喊 打人了打人了 崔文娜又打死人了 洗手间外涌进来很多人 陈音那几个好友见他哭了 不分青红皂白 就对着崔文娜 薅起头发 三五个人围着他打 崔文娜本就反击得没底气 一被围殴 只会抱头蹲在地上 直到负责人过来 他才算被间接解救 经理在办公室批评他们 因为陈音哭得极惨 还单手捂着脸 我都不知道 他捂脸干啥 全程 崔文娜只推了他一下 也没有碰他脸呢 不过这举动在经理眼里 是受到了欺负 他对崔文娜讲 让他马上道歉 不然就收拾东西离开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道歉 明明是崔文娜被欺负了 可是崔文娜还是道歉了 他对着陈音弯下腰 小声地说 家里条件不好 他想好好工作 如果有做错的地方 请陈音原谅他 经理挥挥手 让他回去工作了 陈音留在办公室 等崔文娜一走 就对着经理横眉 二舅 我看见他就烦 上学的时候 他吃泡面 撒我大衣上 还没钱陪我 害我两千多的大衣白扔 现在还跟他一个公司 我能受得了吗 您直接让他滚蛋啊 二舅 完了 这还要好 经理一脸无奈 小燕 你脾气收敛点 这小崔工作干得还可以啊 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完成啊 我没理由去解雇他呀 陈音绷着张脸 甩手出了门 我认为事情到此 应该就差不多了 谁知 陈音甩手 就将拍摄的日记图片 给了公司其他人看 崔文娜所到之处 每个人都对他指指点点 他忍无可忍 下班堵着陈音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音笑看着他 就是想让你滚 崔文娜 现在正流行论坛贴吧呢 你要是不在我眼前消失 我就把你的日记 以及照片 发到 崔文娜 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好 漂亮 我大力的鼓掌 丝毫没有做空气的觉悟 你打我 陈音惊讶地看他 你敢打我 我还要告你 你击凡了我个人隐私 你告我 有本事现在就够 陈音扬着手机 你打我就得付出代价 俩人还真报案 事情一下就严重了 双方家长都聚到了一起 陈音哭喊着崔文娜打他 他现在浑身 哪儿哪儿都疼 而且崔文娜 还写日记惦记他男朋友 行为无耻 内心龌龊 刚刚还跪在板车旁 可怜兮兮的中年夫妻 当下却不顾警察劝阻 对着崔文娜的家长 一通大骂 要领陈音去医院验商 让崔家倾家荡产 因为陈音拍摄的日记内容 并没有大范围传播 崔文娜也没有因此丢了工作 警察主要还是以调解为主 我把希望寄托在 崔文娜父母身上 希望他们能为女儿做主 是你们的女儿被欺负了 你们要告 要让陈音给崔文娜道歉 然而我说的话 就是放屁 甚至连屁都不如 崔文娜的父母听不到 他们也没有看向自己的女儿 同意调解 并且随陈音父母一起 训斥崔文娜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出了门 崔文娜就对父母哭了 爸 妈 这事不怪我的 是陈音先找我麻烦 她在学校就对我有意见 一直看我不痛快 对 我在旁边义愤填膺地点头 我作证 她咋不找别人的麻烦呢 崔文娜爸爸瞪她 这鬼根到底啊 还是你做人有毛病 可不 上个班你都不消停 崔文娜的妈妈附和 人的小姑娘 是你能得罪的 我跟你说啊 咱家这个月的生活费可紧 你弟那边念书还要钱 这工作要是丢了 你就不用回家了 妈 陈音在学校就说我胖 张同学给我起外号 在公司她还 你本来就胖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少吃点少吃点 那肥粗老胖的 我看得都烦 怎么好意思 嫌那日记的呢 你不嫌丢脸 我都没法见人 赶紧减肥 不然以后你还想臭家里啊 父母挥袖而去 崔文娜蹲在原地 哭得不能自己 我想安慰安慰她 憋闷感 却无以复加 在我看来 遇到这种事 父母都是孩子 最大的保护伞 连父母都这个态度 她以后要怎么办呢 我这呆卖的 废子差点没气炸了 景象随着保物快进 崔文娜的日子愈发难过 有人会盯着她吃饭 只要她一去厕所 就会有人去看 是不是催吐 总结来说 她吃东西会被嘲笑 饿肚子也会被嘲笑 咋做都不对了 要是她无意间 和哪个男同事眼神对视 旁边人亦会起哄 崔大鹏又看上一个了 又给写今天日记礼了 直到她接到公司 下达的任务通知 这个项目 要她和那个秦枫一起做 崔文娜远远地对上 一张男人的脸 她的眼神无比厌恶 甚至摔了文件 同一时间 崔文娜在桌位上 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文娜 你小弟那边要交钱 你看看能不能 给你同事想办法 借点钱周转一下 明天要用 她目着脸 放下话筒 当天下午 崔文娜就交了辞职信走了 她回到家 就留下了一封遗书 走到楼顶 想都没想跳了下去 遗书上 紧一段话 世界抛弃了我 我已抛弃了世界 爸 妈 我太笨 想不到更简单的死法了 对不起 还要麻烦你们为我收拾 再见 我红着眼 在她跳下去的时候 还妄想从后面抓住她 最后看着她 砰的一声 趴在地上 好似我摔下去了 骨头都跟着疼 后面的景象 让我麻木 她的父母文絮而来 摊在她尸体旁边 放声大哭 垂胸顿足 她离世的消息传回公司 同事们起初惊讶 接头接耳 瞄着她空着的桌位 叹了口气便完了 有些内疚的 订了花圈送去 聊表心意 有些谈起催文娜 就会摇头 不过开开玩笑 她居然跳楼了 太傻了吧 不久后 她的办公桌 又去了新员工 大家一样的工作 秦峰没有多久 也迫于心理压力辞职了 并且同陈音 也正式分手 陈音和她二舅 也从公司相继消失 成年人的世界 好像很忙 大家议论了一阵 也就不再提了 催文娜像一柳流星 匆匆地划过 除了一些八卦奇闻 什么都没留下 但我看到了全过程 看到了一份 再也承受不住的脆弱 很心疼 也很无力 眼泪流了出来 我擦了擦 再抬起眼 催文娜就站在我对面 周围又变成了 沈叔家的院子 二哥在薄屋后面 冲沈叔喊着什么 那对夫妻 搂着骷髅般晕厥的女儿 还在小声地哭泣 这一刻 我一点也不怕了 看着她眼里流出的泪来 我张了张嘴 你太傻了 你为什么要死啊 如果我是你 我就努力工作 努力变漂亮 赚很多的钱 找最帅的男朋友 让小骷髅 不是 那个陈音 羡慕我 嫉妒我 永远超越不了我 催文娜对着我 反倒笑了 声音悠悠地传出 可你不是我 我只是活够了 因为我知道 像我这样的人 不管走到哪儿 走多远 都会遇到不公 离开了 才是解脱 不是的 我摇头 眼泪流到嘴里 好闲 我有一个好朋友 她叫周思彤 就是个胖胖的女孩子 就算有人说她胖 她也就一笑而过 姐姐 你也应该那样的 你死了就剩土了 什么都没了 是啊 没了 她笑得很温和 眼角流出的血 却很汹涌 小妹妹 现在说这些 已经晚了 我 我又气又急 你应该早点认识我 我帮你去打 不是 哎呀 确认的话 我不知该怎么说 她已经这样 我只是很难受 好像看了一场 很揪心的电影 恨自己不能 进入到里面 把那些坏人 全部消失 我心结了了 她牵着唇角 慢悠悠地看了一眼 昏迷的小骷髅 我一直不明白 爱恋一个人 有什么错 我知道我胖 我难看 我从没有去 打扰过情风 只是偷偷地 我喜欢她 那种感觉很美好 但是 晨妍让我 变成了小丑 小妹妹 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欺负过人 死了 我狠狠报复了一把 我和晨妍 算扯平了吧 姐姐 你 我刚要说话 就听沈淑丽 喝了一声 出来 闻声看去 只见一道 写满符咒的金纸 拍了过来 我想到那个 化为污水的黑脸鬼 和拿着 破布的脏东西 余光一扫 崔文娜对着金纸 不但不恐惧 反而闭上了眼睛 一副寻求解脱的样子 沈叔 脑子一抽 我等到了 崔文娜身前 对着金纸就迎了上去 他心结开了 你别让他化成水啊 他很惨了 已经什么都没了 不知 是不是我出了幻觉 神还没等落地 沈叔打出的金纸 输得就收了回去 快到 我都觉得 他是不是就在等我 喊这嗓子 既然有心悔过 我留你元神 上路吧 谢谢 崔文娜眼角的血痕没了 对着我 就是个胖胖的年轻女孩 小妹妹 我也谢谢你 对不起 借用了你的身体遮掩 再见了 不客气 我老妈子似的挥挥手 走吧 你好好的 爱吃啥跟我说 托梦告诉我 我烧给你啊 本集播讲 第六十四集 现在我完全不觉得 他是个脏东西了 而是一个 很让我心疼的姐姐 自杀得需要多大勇气啊 我一个命格没了 还方客家里的阴人 都没勇气跳楼呢 真是想想都哆嗦 他笑着对我点头 转身朝着浓雾中 走远消失了 我身体一空 只见顿时恢复触觉 耳边有秋风掠过 脚底却软得要命 看到二哥跑过来扶我 刚准备跟他说说心得 眼前一黑 玩犊子的 又晕了 这一觉没睡太久 黄昏时就醒了 二哥在照顾我 见我睁开眼 就紧张细细地询问 三毛子 认识人物 我是谁 二哥 还好 还好没啥 二哥抚了抚心口 你知道发生了啥不 知道 上身了吗 我脑子里现在 还全都是崔文娜的遭遇 我坐起身 除了嗓子发干 骨头有点泛酸 没有其他不适 依然替崔文娜憋屈 沈先生都说 醒来就没事了 许仪端了杯水进来 粗鲁地惯我喝了下去 又看向二哥 谁叫你贱嗖嗖 非拉着你妹出去 看热闹的 告诉你一百八十遍了 梁徐徐现在是阴人 命软乎的 连小婴儿都不如 是最容易被脏东西 临身的废物点心 你们可倒好 去到这种事 不说闭着点 还非得往前凑 脏东西不欺负他 欺负谁啊 胡该 你这个老太太 就不能好好说话 警告你啊 我认你可不是 一天半天了 二哥搂起衣服袖子 露出纹身 手包在炕边拍了拍 沈大师不是通天胜手吗 谁知道我妹妹在她前面 都能被欺负了 你们是吃干饭的呀 胡了一带着就滚 许姨丝毫不把二哥放在眼里 水杯在抗炎重重一放 Fuck you 啥 二哥懵了 我吓了一跳 许姨紧接着还来了一句 Get out of my face 骂完转身就出去了 是不是骂我呢 二哥瞪着眼 你给我站住 又不是别走 别以为我梁有志 不敢打老太太 我看着许姨离开的方向 顿时就觉得她放光了 先前一直以为 她就是个暴躁老太太 长见识了 人呐 不能光看表面呐 有活儿 许许啊 你那英格雷是 可是咱爸画重金 请外教培养出来的 告诉哥 他刚才是不是骂我呢 二哥见许姨不理他 又开始尝我使劲 他骂我啥了 啥飞死鱼啊的 他是不是以为 你哥我闻的是鱼 你告诉他 我闻的是龙 盘壁龙啊 我忍不住笑 哪跟哪啊 许姨没骂你 她就是抒发下心情 让你多吃饭 少生气 你能不能别走 哪都找茬打架 真的吗 许许 咱爸可说 你从小就跟国际接轨了 我看你 跟那蓝眼睛的老外 聊了一溜溜的 别在这儿胡我 我可是你亲哥 我真没骗你 哥 你也说 我跟国际接轨了 许姨要是骂你 我能不急吗 他就那性格 情绪不好 你给你老人几眼 可有事扛把子的风度啊 实话实说 爸爸是给我请过 几年外教 后来练体操太累 就不学了 口语还凑合 要我考试 杀宾与补语 句子结构形态搭配 我经常蒙圈 不过 许姨的确是骂人了 蛮难听的 但没有必要给二哥解释 找事呢不是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放那老太太一妈 不然 我必须骂回去 灌她的毛病 行了 哥 你能不能别走哪儿 都把你那纹身露出来 闻完回家疼得直哼起那厨 我还记得呢 别忘了 我还在沈叔家住呢 沈叔是我救命恩人 你态度好点 再者 许姨一进来 就给喝了杯水 甭管她态度咋样 我嗓子舒服了 梁徐徐 你可是我妹子 青妹子 所以我才知道你啥德行 再吵吵你就走 你 梁徐徐 你行啊 我向着你 你还跟我来劲是吧 是谁咔的一下背上身啊 站那又是骂又是哭的 那个沈万通就在旁边瞅着 哎 干瞅啊 她那么大的本事倒是上啊 那你咋不上 二哥底气不足 猛得清了清嗓子 我不是 我倒是想上了 问题是 我这不是怕个没清没重的 把你给打坏了吗 你身体里的那东西啊 又不疼 我怕你疼啊 行了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这事你别怪沈叔 他也是为了我好 为你好 这玩意儿对身体有影响 他看着你被磨 是为了你好 徐徐 你是傻了吧 又说起来 应该是为了文娜姐吧 二哥 我被上身后 一直在哭 啊 你还骂什么 在那打他 整个人自言自语的 笔画来笔画去的 在原地走来走去的 哎呀 反正就是不正常了 我点了下头 跟二哥说了我看到的事情 手笔画 就是我在拨开薄雾 骂人 是我看到崔文娜受欺负 忍不住开口 最后哭了 是送崔文娜离开 哥 那是个很可怜的姐姐 妈呀 你看得到这些事呢 难怪我催促沈大师 快点出手 他还闲着 一副养神的样子 八成他也在看啊 看这个女鬼的冤屈 你看吧 你误会沈叔了 他留下我 还为我治病 不会看我受欺负的 那倒是 二哥点点头 跟着我笑了 说起来 后面还挺逗的 你站在院子里啊 最后还挥挥手 说什么 走吧 好好的 想吃啥午托梦给我 神态跟咱奶一样样的 我不好意思地挠头 当时就想说点 安慰文娜姐的话 一时又想不起词 就记得 哪次离开家 要去对里集训住寝室 奶奶都跟我说 你好好的 想吃啥跟奶奶说 她找人烧给我 现学现卖吧 我就给文娜姐说了 回头看看 烧跟烧 还真是一个音 不管咋样吧 结果是好的 本集播讲完毕 第六十五集 二哥又给我讲了 小骷髅的后续 沈叔在我晕倒之后 就告诉那对夫妻 冤鬼上路了 陈音痒一痒身体 能慢慢恢复些 不过体质和先前比 还是有差别 会体弱 抵抗力差 近十年的运气都不会好 要少外出 不能爬高 不能去水边 谨防车险水险 沈叔还要陈音父母 打听一下 崔文娜的葬处 去庙宇找师傅 给送送往生经文 崔文娜走得年岁太轻 在下面有阴寿要过 一时半会不会入轮回 陈音家 在阳间为她 多积攒一点功德 崔文娜 在下面舒服些 也能间接恢复 陈音的身体 话呢 陈叔是说明白了 至于陈音家 会不会照做 那就没人管了 事过去了 末了 二哥拍了拍我手臂 我妹妹长大了 比我想的坚强 徐徐 你让二哥刮目相看啊 哥 那叫刮目相看 一样嘛 二哥顺势搂搂我肩膀 今天虚惊一场 沈万通 真叫我大开眼界 徐徐 这行当神啊 我同意地点点头 嗯 是挺神 千里传音就神 捏个石头和树叶 打鬼更神 还有为我治窗包的事呢 神上加神了 晚上吃饭 不知许仪 是不是得到了爸爸的指点 做的菜 算是能看过眼了 起码不会担心中毒 令我惊讶的倒是纯良 他吃饭前回来的 看样子是在镇里上初中 我寻思 都要在这住下了 得跟他好好处 就找了一点话题 问他课业重不重 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这个小学生 补补课 纯良没搭理我 坐下之后 还来了一句 你要没事了 就赶紧离开我家 别跟我套近乎 我绝对相信 他是正常人了 嘴皮子挺溜啊 我碰了钉子 就不再吱声 人在屋檐下 哎 小子 什么态度啊 怪你毛病啊 二哥不干了 我妹好心跟你聊天 你整什么劲 看人是能不能双眼同步 别一个眼睛站稿 一个眼睛巡逻的 我告诉你啊 在这儿住 我妹妹就是施主 你们得供着 敢跟我妹妹不阴不扬的 信不信我一把掌撤死你啊 吃饭 沈叔打断了二哥的话 无声地表明态度 你可以照着梁徐徐 沈纯良背后也有人 二哥 二哥见我扯他 轻刺了一声 没有接话茬 沈叔摇头 有志啊 你这个人心眼不坏 但性子太急躁 干火旺 容易吃大亏 要收敛一点 沈大师 您啥意思 二哥按耐不住 我加重力气扯他 二哥 他在家就是 沾火就着 要不是我爸看的言 揍他时下死手 二哥真容易进去 有志 人有些脾气没事 得讲分寸呢 沈叔微微抬着眼眸 于是你要是能忍住 这辈子就太平了 那 白费了 二哥哼立声摇头 给我夹了夹菜 沈大师 我梁友志这人吧 欺负我不行 欺负我妹 我家里人更不行 反正啊 我就一个观点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要犯我 我弄死他 我见沈叔叹气 就赶紧找补 沈叔 我哥其实心地特别好 他仗义 在我们领海 他要是看到谁受欺负了 保证不会袖手旁观 我小时候 他有次在路边 看到几个混混 欺负女大学生 二话不说就上了 后来那女生 差点撑我嫂了 妈呀 二哥一愣的同时 我也想长嘴 八百年前的事 我怎么也能拎出来 要是让我现在 嫂子听见就废了 沈叔 我就想说 您别跟我哥一般见识 他心好 就是说话不注意 才得罪人的 沈万通轻笑出声 梁徐徐 谁有你心好啊 今天这个事 不还是 你让我放那东西一马 崔文呢 沈叔 这事是您的功劳吧 我的 何以见得 您故意的嘛 您其实就是想放他走 所以才打得很慢呢 如果像那颗石子和枯叶一样 刷一下 我根本没时间喊嘛 前后一琢磨 就知道沈叔的用意了 好 那你说 这个脏东西 她怕我吗 怕呀 怕的话 为什么还敢进门呢 她附在陈寅身上 完全可以在山下就离开 为什么还要来挑衅我呢 文娜姐有冤屈啊 她不是真想让陈寅死 因为她本质是个好人 不 好鬼 文娜姐是需要一个途径 去诉说自己的委屈 正好让我看到了 解开心结就走了 很好 这就是我说的 行的是道 医的是心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 思维似一下子乍裂 惊光而入 茅色顿开 沈叔 所以你一早就知道 文娜姐有冤屈 才会询问她 也没出手 对不对 凡是来找您的施主 如果有脏东西 像我这种 脏东西就不敢出现了 凡是能出现的 那只能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脏东西认为 自己本领非凡 能赢过你 另一种 是有求与您 需要您解怨度化 您开解的 不光是鬼神 还是人心 妈呀 行等一下 就变得崇高了呀 呦 凉许许 可以呀 沈叔看向 翘着二郎腿 边发信息 边吃饭的二哥 也有所指道 你们家 真是寄了几辈子得福 才赐了你一个呀 我妹妹必须可以 二哥放下手机 接茬就到 他打小就是个人间 学东西可快了 沈大师 我看你挺欣赏徐许的 不然就收他做徒弟吧 什么 我愣住了 二哥看向我 徐许 你不是对沈大师的道行 也挺佩服的吗 要是学会了 将来啊 也能像沈大师这样 虚邪镇宅 无所不能多神气啊 是不 是很神气 不过 我没想过呀 徐许啊 你要是败了诗 命也不用沈大师劳神宝 自己就能解决了 将来啊 再遇到这种事 你还能为沈大师分忧 一举两得吗 二哥说得来劲 陈大师 不如你现在 就收了徐许 咱们以后 就算是一家人了 我的确对沈树的本事 很钦佩 咱有武侠梦嘛 可这是说学就能学的 本集播讲完毕 第六十六集 雪雪 快给沈大师磕头敬酒 二哥就扯着我要站起来 还学这个多好 你还有武术底子 能用上 快下跪 不妥 沈树拦下二哥 按我后脑勺下的动作 刀家讲究师出有门 虽年头变了 派别毅然变得旁杂 但说白了 也就是正习而已 我早年师成正义 后又离开 学习各类旁门道法 此为大不敬之举 在正派同门眼中 我同天胜手 不过是一介邪师 无一人愿意提我名讳 只不过 施主不看这些 只论道行 如今才有我 沈某人一口饭吃 你让梁徐徐拜我为师 不是推他入了火坑啊 这个 二哥愣了愣 见我打处 不禁善笑 陈大士 英雄不问出处 您说欧阳峰是好人吗 我妹妹知道 那是大反派老毒物呀 可他坏得明明白白的 说要九阴真经 就是要这个 也没搞那些虚头八脑的 最后拿到手了 人家也是真恋 真往里钻研 现在叫出欧阳峰 就我妹 这么一个极恶如愁的小姑娘 都说没多烦他 徐徐 哥说对不 我蒙圈的点头 欧阳峰 对杨过好 在神雕里 他是好人 您看看 二哥一拍手 沈大士 沈大士 咱不能说 您是欧阳峰 因为您现在 绝对走的是正道 可您 可以把自己 想成欧阳峰 在射雕里 做的事 咱不去提 现在呢 就跟射雕一样 我妹妹 就相当于是杨过 您给他治疗浓疮 是不是 就跟欧阳峰 传授杨过 蛤蟆功 为他解冰 破银针的毒一样了 您在我妹妹这里啊 就是大好人 大恩人啊 我头回觉得 二哥口才如此了得 说得我真心动了 啥正派邪师 偷我命格的 就是坏人 沈叔帮我对付他 就是好人 何况沈叔 还帮了崔文娜 会说一道人心 好不好 不能是自己说 得旁人看 沈万通听完就笑了 也罢 现在不讲究明头 我呢 也受到了反噬 不会再用邪法 说实话 我曾经收过两个徒弟 大徒弟死于意外 二徒弟下落不明 在我临死前 的确有心 再收一个三徒弟 传授他一身正法 绝不沾染邪术 好证我声明 让我死后能够瞑目 这不正好吗 二哥按着我 还要给沈万通磕头 快 这杨过 就是在你眼前了 我妹妹绝对一身正气 你让他学邪的 他都不会学的 去吧 徐徐 快叫师父 我 我觉得哪里不对 可节奏完全被二哥掌控了 有志 沈叔再次 堂开二哥的手 你的心情我理解 想法我也明白 但梁徐徐 他还无心学道 我收了他 岂不是玩笑啊 这 沈大师 我妹妹小 这事啊 我们大人给他拿主意就行了 主要他佩服您本事 喜欢这些 并且还有天赋 今天下午 他可一眼就看出 那兽子 是被鬼上身的 这说明啥 我妹妹现在 有阴阳眼 有几个人 具备这样的功能 他就是这块材料 人才啊 我眉头一耸 人才 许怡低笑出声 吃着饭来了一句 阴忍 可不就是能看到 倒霉的事 还成好事了 你别老说话 不然可别怪我不经老挨诱啊 二哥白了眼许怡 又看向沈万通 沈大师 有这讲究吗 阴人不能学到 想学到 世间万物皆可 只是造化不同而已 您看看 这不说明我妹妹还是可以学的吗 沈大师 我妹妹她不光聪明 还心善的来 小时候我给她买了本 两块钱的小人书 告诉她 那是武林秘籍 降龙十八掌 她看着图 还真就学会了 打得还真那么像回事 一招抗龙游会 我都顶不住 就冲着雾下 保准你一教她就会了 我都学不会的 纯良闷头接了一句 爷爷说了 他只要最厉害的徒弟 最好四灵入命 不然造化低 出道会给爷爷丢人 你个小 二哥咽下嘴里的话 颠颠地问 沈大师 啥叫四灵入命啊 有我妹妹天女转世的牛吗 我已好奇地看向沈叔 头回听四灵这个词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死为阳叉入阁 烧家培养 日后可造化惊人 不过 我日年观星 他们四人都已先落户北方 一早就有师父扶持 年岁都比梁徐许略长 与我自是无缘啊 要问梁徐许和他们的差距 单论阴阳 自然长河万里 不可作弊 要比命格 梁徐许属于贵命 是有福之人 而阳叉者 无必三缺 苦中又苦 职策不同 分不出好坏劣叉 沈万通看着我 梁徐许命格如果不丢 他这辈子 都不见得会撞邪 跟阴阳行当 根本无缘啊 但他现在成了阴人 能看到 能听到 那是他的不幸 而不是因此 说他有阴阳造化 想要做先生 光有善心不够 一来得有悟性 开会根 二来必须得阴阳平衡 悟性 我可以点拨 会根需要天词 更不要说 得阴阳平衡了 梁徐许现在能保住命 就不错了 谈何做先生呢 二哥哑人 沈大师 就没一点希望了 沈叔不语 我处在原地 像物件一样 被二哥按来按去 这一刻 倒顿生不甘 沈叔 我想问问 什么叫灵物会根 您怎么知道 我就一定没有呢 沈叔转过脸 吩咐许仪 拿了三根香过来 点燃后 他捏在手里 告诉我 香跟你说什么了 我憋了一会儿 他在烧啊 香哪里会说话 二哥在下面捅过我 单手挡着嘴 巧声说 看香头 香头 左边最高 中间低一点 右边的香灰 烧得弯弯曲曲 我坑吃别度地说着 这香真挺奇怪的 右边的香灰 烧成那样了 还没掉 乐福似的 但我不懂 他说什么 仔细看了看 我撕了一声 右手中指忽然发热 好像被香头烤到了 沈叔 我有点热 他好像跟我说 要翻跟头 哦 沈叔眼神了几分 把香灭掉之后 又看向我 这香头是好的 你不懂看 但你身体有感觉 说明 你可以踏到 真的 我脸上一洗 我行是吧 本集播讲完毕 第六十七集 您看着 二科跟着激动 我妹妹不是四灵 也是神仙呀 差哪儿啊 我说的只是可以踏到 沈叔呼出口气 上等的先生会无师自通 举一反三 凌如波云见雾 点到就通 这种奥妙 只可意会而不得言传呢 梁絮絮有感应 说明他可以做先生 但若忠忠之子 天赋一般 我受他何用啊 我的徒弟 可是要为我证明 不是混口饭吃就行了 你们 还是端了这份心思吧 沈叔 你不多问我几句 哪知道我是什么子的 我急了 事实上 我压根没想过 做他徒弟 但顶到这儿了 就跟你去选拔运动员 没等跑两圈呢 教练说 你白费 要刷掉 当然不甘心呢 现实我完全没工夫去想 是不是真要做先生 就剩下被打击后的受挫了 好歹让我多跑几圈 急个训 再刷掉也不迟啊 不服气 沈叔略有玩味味地看我 梁絮絮 你看了这么多先生 有很多事情应该了解 我就问你 生辰八字 值得是什么 嗯 二哥单手又附在嘴上 另一手捅过我 出生年月日 快说 他这出 明显全桌人都看到了 但是没有人提醒他 就像是在看耍猴 我张了张嘴 年份 月份 日期 时间 八个字 生辰八字 哪儿啊 生辰八字 指的是年月日时 自助甘之 他扒拉着手指看我 天然邪的眼睛 很容易让人解读出嘲讽 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每柱两个字 一共八个字 称为 生辰八字 比如我九一年出生 星未年 年柱的天干是星 地支是胃 依此类推 其中还包括石神 藏干 十二长生 纳婴 你这些都不懂 怎么做先生 梦里做 我对着他那张脸 收回先前还觉得 他比较可爱的话 祝愿这小老哥 下个初一十五 继续来酷斗子吧 咱说差哪儿 非得转文词啊 饭后 大家各忙各地去了 二哥还在我旁边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我没结茬 回过味儿来 觉得纯良 说得挺对呀 啥也不会 做梦当先生呢 这玩意儿多难呢 放二哥自己在那里 义愤填膺 我拿过他手机 先给爸爸去了电话 他知道我醒了 很高兴 我问起什么 他都说好 嘱咐我 不用担心家里 他已经跟奶奶说过 我出国了 哎呀 老闺女啊 任何事 我都会跟沈大师沟通的 你的任务呢 就是照顾好自己 我摁了几声 没有多聊 怕自己绷不住 以我现在的处境 没有资格 像以前那样任性 挂了电话 手机短信不停地进来 我看了眼发言人 媳妇 是二嫂 不用点开 屏幕上就显示了 最后一条短信内容 梁友志 你再不回来 咱们就离婚 雪雪 你听到哥的话没 别着急 我看沈大师那屋 书挺多的 哥今晚去借几本 咱连夜好好学一学 肯定比那个 眼睛巡逻的小子强 二哥 我手机朝他送了送 二嫂给你发信息了 啊 二哥接过去看了眼 随意地摁了几下 嘴里发出了一记 不屑的轻音 朱小林还敢吓唬我 不用管他 雪雪 哥跟你说 二哥你回去吧 我看着他 二嫂需要你照顾 屁 他就是被我惯的 一身毛病 二哥不耐烦地 坐在炕边 他在家 有多少人照顾呢 你这啥环境啊 拎起手包 他直指隔壁 许仪纯良内屋 我在这儿 旁边的一老一少的 都能给你气愁 我不在这儿 你还能优好 除非那沈万通 明天就能拿回你的命格 或是 让我带你回家 不然我不会走 怎么可能 我念念地坐到他旁边 那个女鬼一直没出现 沈叔说只能等 谁知道要等多久 真要等三四年 还让你陪我三四年 我要是二嫂 也得离婚 所以啊 二哥头朝我凑了凑 我这寻思 你要能拜了 这个沈万通为师 咱住着 就算是名正言顺了 至少隔壁那俩人 不能给你气愁 将来呢 这还是个嬴声 哥就算回去 也放心啊 二哥 我没想过学这个东西 我抬一眼看向他 刚才就是来了一些情绪 有点冲动 徐徐 你还是小 二哥摇里摇头 我问你 学文化 学体育 是为了个啥 有出息呗 归根结底呢 二哥做了一个 数钱的手势 还不是为了这个 这行啊 你都不知道有多赚钱 今儿 那对夫妻走势 给红包让我看到了 厚度至少两万 不是沈大师张嘴要的 人家是杆子给的 你要是把沈大师的本事学会了 命就不愁了 赚钱跟玩似的 那家伙 还对你感恩戴德的 恨不得叫爹叫妈 求着你收钱呢 徐徐 哥说的对不 我不喜欢他这个动作 别过脸 我练体育 是想做世界冠军 说白了 还不是为名为力 为了成就 二哥认真地看着我 徐徐 咱先不说 你究竟能不能练出去 中途会不会受伤 咱就说着名利 你看沈大师 谁不敬佩他呀 他没练过体育 不是也 那不一样 我挥挥手 一个是跟鬼打交道 一个是竞技项目 两回事 跟鬼比划 和跟对手比划 有啥区别 二哥 凑着眉 倒法比不过会受伤 运动员不也一样 咱奶不打小就跟你说 做一行要爱一行 都是奉献 做好了 名和力就全来了 做不好 人就歇菜了 对不 我感觉他在绕我 活到现在才发现 梁友志 嘴真没白掌 二哥 我还想回学校 继续学体操 要是一时半会儿 回不去咋办 你耽搁两年 还能练吗 我没生了 徐徐 你可以把它变成爱好吗 二哥搂搂我肩膀 二哥这辈子没啥出息 借你的事 算是挂了个 副总的名声 可私下里我知道没人瞧得起我 为啥呢 一来我没文化 我粗鲁 成语都说不明白 二来 是我没有一技之长 可二哥有一点强呀 二哥是老爷们 过不下去 哪怕是到工地搬砖 也能卖力气 可你是姑娘家 你要是没啥特别厉害的本事撑着 那吃亏呀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第六十八集 二哥 我有劲 我也能搬砖 瞎说 二哥 眼底有些惆怅 哎呀 徐徐 哥是过来人 这个女人呀 长得漂亮 要是生在富贵人家 那就是有福气 像你 咱家算有钱 能护着你 你不吃亏 这将来啊 巴拉着找个婆家 可如果家庭不好 女孩再漂亮点 那就说不准了 二哥你怎么了 我觉得他怪怪的 以前他从来不会逼迫我 去做不感兴趣的事 凡事都可我心来 不知为什么 忽然非要逼我学到 还扯到家庭婆家身上来 我的家庭怎么了 不是还有一千多万吗 等我命格好了 爸爸就能多赚钱了呀 徐徐 哥就是想你以后 在社会上能立足 二哥眼睛泛红 你说这命格 要是拿不回来 你运气不好 咋练体育啊 那体育冠军 也得靠点子发挥啊 点子没了 磕磕碰碰就多了 指不定你就受伤残疾了 指望你考大学吧 考试也得靠运气 没个好大学 以后咋整啊 指望男人 男人靠不住的 二哥 越扯越远了 徐徐 你不能靠男人 我是男人 我还不知道吗 男人没几个好东西 你得有真本事 才能立得住 他吸了口气 听哥话 把沈大师的本事学了 将来才能硬气 再者 我问了 学这个不耽误你念书 咱一手准备两手抓 命格拿回来了 咱该干啥干啥 想学术法就学 不想学拉倒 说不定 还会看个风水 当个生活技能什么的 命格没拿回来呢 咱就努把力 把玄学吃透 这样 日后碰到仇人 也好卸认他 这倒是说到 我心坎里去了 二哥见我表情松动 拍了拍我肩膀 徐徐 听哥话 回头啊 我再去求求沈大师 反正他也是要收徒的 好女 害怕缠男 不是 谁都怕个缠 我就缠他 不信他不收 哥 你今天好奇怪 以前你不是说 头可断 血可流 绝不能向人低头 沈叔不收我 说明我不适合 你怎么还 梁徐徐 来东乡房 给你保命了 二哥一个机灵弹起 夸张地四处看 谁在说话 徐徐 你听到没 是沈叔 我想让二哥回答问题 结果 他还在那儿惊呼 我去 这是什么功夫 太厉害了吧 他让咱们去哪儿 东乡房 走走走 快 别耽误了 说完 他扯着我的手就走 我笑得无奈 你慢点 再给我拽摔了 到了厢房门口 我还是哆嗦了一下 不会又要我 跟小花小文在桶里玩耍吧 感激归感激 亲密接触 还是发麻 二哥不知我紧张 拉着我就进门了 沈叔仍旧站在北屋的门口 二哥立马拍起马屁 然后又不屈不挠地跟沈叔 提起收我为徒的事 真缠上了 我不想让二哥说这些 给他使眼神 他还不看我 进了北屋 一看到木桶 我腿肚子就率先赚金了 仔细一瞧 不对啊 这桶子还冒上热气了 他们被煮了 放二哥在沈叔那里白火 我乍着胆 走到桶边 探头一看 放心了 桶里全是热水 飘荡着两片鲜花瓣 试了试水温 正好 我回头看向沈叔 正好打断二哥的话 沈叔 您这是让我泡澡 对 沈叔走过来 女床包虽然消了 体内还有余毒 今晚你的任务 就是排毒 小许会进来 帮你换水 呀 还挺有情调呢 二哥跟过来瞅 身体一弯 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啪哒一声 滑落进水里了 二哥急得伸手就要捞 但是木桶很深 他胳膊探不到底 就在我抬脚 准备跨进去帮忙时 大金链子居然 自己浮上来了 二哥 你这金像链子 还能飘起来 我有点懵 这 买轻了呗 二哥善笑两声 一把抓起金链子 甩了甩水 一百克的不行 下回啊 高低买一个 一斤多的带上 徐徐啊 水没弄脏 你该泡泡你的 小叉去 忘掉 说着 他忙不迪看向沈叔 沈大师 我妹妹泡完 就没事了呗 沈叔看二哥的眼神 很是异味 先逼出鱼毒 明天开始 我会给梁徐徐传气 有了我的气 会照亮她的空污 方能减轻防害 行 徐徐啊 听沈大师的 二哥有些不敢 和沈叔对视 那个 你赶紧泡 哥在门外等着 我顺便跟沈大师 继续聊一聊 收你为徒的细节 刘志啊 沈叔无奈地摇头 转而看向我 梁徐徐 我问你 你命格无恙的情况下 想没想过 做先生 没有 我很老实地摇头 算你坦诚 若你命格在身 跑来跟我说做先生 我或许会考虑 因为你命格滑贵 心思纯净 路道也算有所助力 但如今 你却因为没有命格 才出此下策 说得好听 你就是要临时抱佛脚 说得难听点 你就跟那些 不走空的贼人一样 想占我点便宜 沈叔 我没有 我没想占您便宜 沈大师 是我要徐徐 刘志 你别说话 沈叔直看着我 梁徐徐 我入道时 师父问我想学什么 风水打挂 看向取邪 专攻一门 哪怕不精进 也可有口饭吃 我说我什么都要学 师父说不可取 你没那么大的造化 我不信 如今 你看我 他直指自己的脸 又解开了两粒 大挂的领扣 全身如此 日日疼痛 也不能寐 这便是我的反噬 我睁大眼 沈叔脖子上 居然也布满了 无公样增生的斑痕 全身都是 那得多圣人 我天 沈大师 您这 柳枝 你也要逼着梁徐徐 拜我为师吗 沈叔记好领扣 神情严峻 我是要收徒 但这个徒弟 他必然要背负许多 我失去的 我想要的 都得他给我拿回来 梁徐徐 可有这个本事 我 我不敢说大话了 沈大师 您这不是物走歪路 才有的反噬吗 我妹妹不会的 二哥缓了缓情绪 徐徐肯定走正当 他打小就爱看水冰月 经常要 代表月亮消灭我 沈叔不搭理他 只是看着我 梁徐徐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 啊 说你以后 想当先生 本集 第六十九集 有只 这屋里没笼子 这孩子想 我得引导 梁徐徐 你自己说 我以前 我看向孩子 给我使眼神的二哥 你了命唇 沈叔 我学跳舞时 想做舞蹈家 学画画时 想做画家 学武术 想做大侠 上学了 想做科学家 文学家 思想家 想的太多了 有点选不好 然后我就想 先长大 不管做什么 都是要做个好人 沈叔眉头微皱 什么 奶奶告诉我的 我笑了笑 她说 她小时候想做教师 可惜没机会上学 结婚后 她梦想生十个孩子 但就活下来俩 夏天 她梦想别汗 秋天 她梦想别闹 家里人能吃饱饭 她说 很多人的一辈子 梦着梦着就到头了 无论结果怎么样 一定要做个好人 人做好了 不给亲人朋友 添负担 自个儿活着也有笨头 我梦想很多 可归根结底 就是做个好人 有出息的人 好 二哥拍起巴掌 手包在腋下夹着 说得好 沈大师 您看许许 我妹妹 这将来肯定有出息 您不收她 会后悔的呀 是得做个好人 沈叔点头 看了我一眼 但是做先生 你不行 说完 转身就走了出去 啊 我被泼了凉水 小胜负玉一上来 我就撑着脖子喊 我行 我看也行 二哥夹着小包 颠颠去追沈叔 沈大师 您别一杆子拍死他呀 咱再聊聊 屋子一空 我站在原地 就剩委屈了 从我有记忆起 看到的就全是笑脸 听到的 也全是鼓励的话 舞蹈老师说 许许身材比例特别好 是练芭蕾的好苗子 武术教练说 这孩子学动作快呀 你们看 这才几天啊 就打得有模有样的了 体育老师 在运动会时 看我扔垒球 一球飞出去 直接越过操场 把校门口煎饼摊 差点砸了 他夸张地握住我的手 哎呀 梁徐徐呀 你这是天生神力 就是为体育而生的呀 专业教练 给我做了力量测试 发现我右臂 瞬间爆发出的力量 相当于一个健壮的成年男性 而我那时才八岁 随着年龄增长 力气必然也会增长 阴差阳错的 我没有练成镖枪或者牵球 但体育老师的表情 我记住了 他们看到我 都是满怀期许和希望 怎么到了沈叔这儿 就不行了呢 我可以选择不学 但讨厌听到不行 热气鸟鸟 我竖着头发 后脑靠在木桶的边缘 拌着热气 拨弄了两下花瓣 水波缓缓荡开 思维不自觉开始飘远 额头上的汗 一层层出来 久了开始晕 睁开眼睛 想起来透透气 一看到水就蒙了 清澈的水 被我泡得如同黑墨水一般 两片花瓣 也由淡粉变成鲜红 我站起身 忙不迭看向手臂 挺白的呀 水咋这么黑 是我身上的泥吗 这么脏 我进来了啊 许姨喊了声进门 手上推着个略小的木桶 放好桶 就往里倒干净的水 捡出大桶里的花瓣 示意我到小桶里面泡 我坐到小桶里 还很不好意思 许姨 我是不是太脏了 水都黑了 许姨没答话 将大桶里的黑水 倒干净了 才看向我 是毒 我嗷了一声 转过脸 又是一惊 哦 许姨 小桶里的水 又被我泡黑了 多少毒啊 哎呦 看啥 再进到大桶里 哦 我呲呲地爬到大桶 腿都泡软了 几乎摔进去的 许姨等我进去 又把那花瓣扔回来 我这才发现 花瓣好像更红了 换了三四次桶 水逐渐透明 花瓣红得也越来越扎眼 我汗出的整个人 都要虚脱了 许姨 可以了吧 排毒 真排呀 许姨也累够呛 看了看我泡的水 行 滚出来吧 谢谢许姨 屋里都是雾气 我彻底没劲了 各种低血糖症状 想赶紧出去透透气 谁知 脚刚拎出来 许姨就拍了拍我后背 站好 我摇摇晃晃地看她 还要干啥 错呀 清完毒就好了 没等我拒绝 许姨就上手把我衣服脱了 二话不说 戴上枣金手套 上来就对我一阵突露 我疼得直瞅瞅 想跑还没劲 熟瞎一般攻身 许姨疼疼疼疼 许姨咬着牙 就像俺俩有啥深仇大恨似的 忍着 别 我面容扭曲 好轻易呀 许姨这战斗力 真是让人佩服 全身力量都汇聚于枣金之上 腮帮子一鼓 眼睛一瞪 一种要掐死我的架势 从脖子到脚 一阵忙活 我最后都哼哼不出来了 全身火寥寥 就义了呀 许姨也没说安慰安慰我 搓完就拿我刀火锅配菜 在两个盆里一阵神涮 动作慢了 她就用搓枣金拍我 嫌我磨叽 就在我以为 今晚可能要死在这屋时 许姨终于点头 嗯 排干净了 谢谢许姨 我拼着最后一口气 换上干净衣服 坐到旁边 就贪了 许许 这排完毒就是不一样啊 二哥背我回去的一路 还在念叨 擦啥了 这太香了 我俯在他肩膀 没力气回话 到院子中间一回过头 见许姨拿着那两片 被我泡得血红的花瓣 用红纸包好 在院里墙根处烧了 你什么要烧 进屋后 我想到了 花瓣也是用来吸走我的毒性 变红说明我余毒没了 花瓣也就没用了 坐到炕边 我灌了两瓶子水 也没有精力和二哥多聊什么 人很疲惫 躺到被子里就睡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 没多久就开始做梦 是个极美的梦 我在梦里穿着五彩斑斓的长裙 踏着云彩 很惬意地飞 山川湖海接在脚下 风很轻柔地拂过脸颊 我嘴角笑着 右手小臂还跨着一个篮子 很漂亮的花篮 篮子里是空的 但我左手却从篮子里 往外拘着什么 随着风洒出去 拘出来的空气 瞬间就变成了雨露 熠熠生辉 雨露露到青山 草木蒸蓉 露到西畔 野花艳灿 本集播讲完毕 第七十集 我在梦里不停地 重复这个动作 鸟鸣声声 一派祥瑞 直到来到一片花海 我惊喜地左看右看 心旷神怡 霞光照耀过来 每一朵花瓣上 都沾着晶莹的露珠 其中一朵好像是牡丹 花朵很大 花瓣层层叠叠 我忍不住出手触碰 却见花瓣微微摇晃 花蕊中 升起了一个 冒着光韵的妙龄少女 你是 你是花成精了 我慌忙后退 一时之间 花海里声腾起了无数少女 每个都脸庞娇艳 身穿锦衣 对着我惊叉的眼 她们笑着行李作衣 声音婉转动听 重小仙 我吓娘娘 我吓懵了 虽然是梦吧 一眼都是花 和一眼都是古代人的感觉 天差地别呀 这谁是娘娘 我吗 她们对着我笑 笑得亲切而又恭顺 领头的就是那朵 从牡丹花里 升腾出来的粉衣少女 看向我 粉衣少女 半低着脸继续 娘娘愿力已答 即日起 娘娘每种一朵花 便可发一念礼 种万万朵 发万万年 我等接受念礼 可祝娘娘重生 什么 我没听明白 万万朵是多少朵 重生是啥意思 肥衣少女笑而不语 其他姑娘 一人低眉浅笑 我刚要追问 天边呼得乌云密布 想负一阵酸胀 双眼顿时睁开 水喝多了 得去洗手间 屋子里并不黑 厨房的灯亮着 我急匆匆下地 没等开门 就听二哥的声音 从厨房传进来 你能不能动大事 我在山上是陪许许 又不是胡混 离婚离婚 你倒我怕呀 二哥语气不逊 咋的呀 不就掉个胎吗 你又不是头一回 要离啊 你就去起诉 朱晓琳 谁离了谁 都一样祸 我健壮 就想出去劝劝 下一秒 动作却是一顿 你管我骗没骗许许 破产了怎么的 全赔算个单啊 朱晓琳 你要是怕受苦 你就滚 别撤我妹妹 我爸的投资 跟她没关系 是陈叔和孙叔 外将的赵叔 求着我爸 有入股的地产项目的 然后 他们仨钱还不够 我爸这才做担保的 现在那个项目拉胯了 我爸是看着 他们三家都要上吊了 这才把九楼门 是赔给他们的 你说我爸不是受坏者吗 我家六百万 打了水漂不说 回头 还因为做担保 赔了两脚朝天 我爸比谁都想哭 轮到你家去啊 房子 房子不好使 给你我们全家 住马路去啊 许许回林海住哪 住农村吗 朱晓琳 你跟我结婚三年 我对你们老朱家怎么样 现在看我破产 你就要闹离婚 你他妈还真是让我长见识 我告诉你 离婚我同意 房子不能给你 我现在也回不去 行 挂了 我要睡觉了 手机一按 二哥冷着脸转身 许许 我正正地看他 我要去山厕所 你那个 我陪你 二哥愣了两秒 就从后面追上来 许许 你啥时候醒的 刚醒的吧 你说你二嫂这人也够烦呢 这太调了 他心情不好 找茬跟我吵架 我没言语 解决完出来 二哥还颠颠地跟着我 许许 是不是睡觉前 水喝多了 以后 可别喝这么多睡啊 农村这厕所都在外面 大晚上多吓人 对 好好洗洗手 等明儿个 我去和沈春良一个屋 让老太太 跟你一个屋 到晚上 你就往屋里 封个桶 这样省得你 二哥 我坐到亢边 我全听到了 二哥撑着笑 听到啥了 是不是多想了 叙叙 哥哥你说 哥这叫 你戴假金项链 就是为了骗我 我对上他的眼睛 忍着酸涩 根本没有 一千多万的存款 咱家啥都没有了 是吗 也不是 二哥坐到我旁边 半低下头 不还有房呢吗 现在这房价涨得快 咱家那栋小楼 还称个百八十万呢 我眼前模糊起来 声音耿住 眼泪控制不住地涌出 不想哭 可是憋不回去 只能抬起小臂 用力地堵着眼睛 你太烦人了 二哥 我太烦你了 叙叙 是哥不好 二哥打了打 自己的嘴 我以为你睡得沉 靠 怪我 我这嘴上没个把门的 都是让那朱小凉 给气的 叙叙 不哭啊 哥就是不想让你上火 你说 谁能想到 动工的项目 居然有问题 烂到那了 咱爸还给人做了担保 却不就 没事 咱爸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特意 特意还让我瞒你 我这 嗨 他手足无措地抱住我 徐徐 不哭了行吗 不就是个破产吗 咱奶都挺住了 人这一生 谁不经历点风啊浪啊的 你这 你这样哥心里成难受了 我并不想哭 很清楚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是在听到二哥说 我家破产 一无所有的时候 脑子里浮现很多 爸爸带我四处找先生的画面 光给那些先生的医药费 前前后后 就花了能有十多万了 如果 我不这么糟劲钱 家里不会这么雪上加霜 二哥 也不至于戴个假项链 出来忽悠人 他比谁都好面子的 二哥 所以你才要我学到的 是不是 我颤颤地看向他 你怕咱家做不了我后盾 怕我出门会受欺负 对吗 我是 二哥红了眼 脸憋了憋 喝出口气 人穷制端 咱家以前杀光景 现在呢 都怕咱爸上门啊 就怕咱借钱 叙叙啊 哥没啥能耐 就想着 你过得好 别矮谁一头 我握住他的手 擦了擦泪 好一会儿 才哑着嗓子 雾字张口 二哥 我刚才做了个梦 梦里我可神气了 穿着仙裙 在云彩上挥洒雨露 带金光的 后来我到了一片花海 好像看到了很多花仙子 他们叫我娘娘的 二哥有点懵 啥意思 也许 我真的是神仙转世 我看向他 二哥 他们让我种花 种上花了 我就会好 二哥苦笑了一声 挺好 你要是喜欢啊 你就种 哥支持你 种个几十亿朵 绕地球种 所以我会没事的 本集播讲完毕 第七十一集 我努力地扯出一抹笑 二哥 我相信 我是有福气的 你明天就回家吧 你 我是神仙转世 谁都害不了我 我摘一下他那碍眼的金项链 爸爸年纪大了 妈妈还住院 更不要说二嫂了 哪都需要人 你在这儿也是陪我干等 二哥 我已经长大了 我能照顾好自己 你回去吧 你要是不走 或让大姐再过来操心 那我还保什么命 不是把你们都给搅和了吗 徐徐啊 我能把你自己 我行 我对着二哥的眼 压着泪 你别忘了 我还会武术 没人能欺负我 你要是不走 我真生气了 徐徐 就这么定了 我回身躺到炕上 背对着他 扯过被子盖好 我明早再给爸爸取电话 哥 你们越这样 我越难受 大哥明天走时 给你买个手机 你不是一直想要吗 哥给你买个 现年最好的平板手机 我不要 我睁大眼 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不喜欢手机 对眼睛不好 沈叔这儿有电话 有事就打坐机就行 别讲 二哥在炕烧那边躺下来 手机前哥有 一定要给你买 我闷在被子里 没再说话 嘴里都跟着闲 事实上 我对有钱没钱的概念 并不深刻 从济世起 我就没有吃过苦 家里破产了 我依然没有苦着 难受的是家人 对我的包容 对我毫无保留的关爱 想到崔文娜 她受了欺负 可家人却埋怨她 找了麻烦 我呢 找的麻烦岂不是更多 但我的家人 没有一个责怪我 他们生怕 给我一点压力 生怕我有一丝 不好的情绪 明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们仍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待我 我的人生还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 甚至从来不需要我去思考什么 很多事在我先前看来 都是理所应当 家人嘛 就应该对我好 我是老小 他们就应该让着我 宠着我 围着我转 而崔文娜 她像是一面镜子 将我人生悉数照亮 家人没有抛弃我 世界也没有抛弃我 我发生了最不幸的事情 却又是世界上 最幸运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怀 那我即便活下来了 是不是也会变成个阴郁沉闷的人呢 听到二哥呼吸渐深 我才敢转过脸去看他 虽然他有很多缺点 却是最疼爱我的二哥 晨曦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 我撑着微肿的眼皮 看向这一道从缝隙中进来的阳光 它就像是我的希望 窄窄的 却也透着无限的光亮 天刚大亮 许仪就起来去厨房忙活了 甭管人家饭做得好不好 勤快劲 一般人是真比不了 我躺不住 简单洗漱后 就陪他忙活上早饭了 许仪看到我还挺惊讶 行啊 长点眼力劲 我笑笑 低头收拾着饭菜 顺势还瞄理眼屋门 起来时 二哥手机又在嗡嗡地响 二哥睡熟了没听到 我看到是爸爸发来的信息 就拿过他手机回了 告诉爸爸我已经知道家里破产了 爸爸立马打过来 被我挂断 短信跟爸爸说 二哥刚睡熟 醒了会回家 什么道理我都懂 放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末尾我发了三个字 对不起 有时候我觉得 发信息比打电话要好 发信息不会哭 要是听到爸爸的声音 我忍不住 爸爸没有再回我 肯定在手机那头掉眼泪了 抽回神 我整理好厨具看向许仪 许仪 花瓣为什么要烧了呢 火不烧还给你吃了呀 沈先生要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配合 少问多做 别总想着占人便宜 许仪 我没占人便宜 哼 哪个不要脸的 想拜沈先生为师的 许仪见我不吭声 他又白了我一眼 哼 沈先生还说你是啥 花神下凡 要打文书 通知上方花神娘娘有难 寻求庇佑 哼 就你呀 深沉八字都不懂的 毛丫头 屁花神娘娘 文书 上方 和我那个梦 有关联的 摇里摇头 我看许仪这样 也没有再多问 问也问不出啥来 甭管啥娘娘 就算佛祖 遇到我这事 也得上火 走一步看一步吧 许乃 沈纯良背着书包 从屋里出来 好香啊 揣两个鸡蛋上学 许义拿过两颗主鸡蛋 在他手里 到班里吃 走吧 这 纯良看到鸡蛋就垮下脸 又吃这个 说着 他身薄往锅里看 你是不是做啥好吃的 瞒着我呢 嘿 做你奶奶个腿 你个白痴饱脱生的 有好吃的 能不让你炫吗 赶紧滚 回回倒数第一 还好意思吃 就应该让你 对着北边啊 张大嘴和西北风 Go out 还我去 宝藏老太太啊 可我明明 闻到香味了 纯良念叨着 突然把鼻子凑向我 鼻翼一紧一紧 我被他这小犬 宠物的动作 整得一愣 本能朝旁边移了两步 他见我闪了 鼻子还紧跟着我 就在我琢磨着 是不是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许姨一饭勺子 就敲他脑袋上了 嘿 闻啥呢 我揍你啊 许乃 纯良被打得叫唤一声 揉着头 满脸委屈 是他身上的味道 他香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 我香 男娃不能闻女娃 那叫耍流氓 马疯子潮还香呢 你咋不去闻呢 杂草的 再有一次 我腿给你摆射 滚 纯良被训了 就蔫了 原来不是做好吃的 去哪儿 晚上能做炸竹虫吗 那个可香了 上回爷护着 我都没吃 许姨脱下鞋 你来来 我先给你炸了 一看到鞋底 纯良扭头就跑了 我敲咪咪 抬起胳膊 闻了闻夜窝 没味儿啊 你自己还闻啥呀 输狗的呀 我呆呆地看着他 许姨 我香吗 扭头我也闪了 许姨斜要过来 早饭吃得还算是和谐 沈叔听说二哥要走 便吩咐许姨 去拿了一个折叠成 三角形的符纸 嘱咐二哥 随身携带 很是周全 我坐在桌旁特别不好意思 先前以为家里有钱 沈叔救我 会得到酬劳 住这儿 我没多想啥 但现在 我真感觉是在占便宜 本集播讲 第七十二集 梁徐徐 沈叔一眼看穿我的心思 我这人从不做五本生意 日后会需要你报答的 我点点头 大恩不言谢 都在心里 饭后二哥开始收拾行李 我插空便问沈叔 为什么 我排完毒会有香味 房屋空了 进去什么就留下什么了 我用花瓣为你积毒 自然会留下花香 你要不喜欢 我以后就弄些臭豆腐 沈大师 您别听我妹的 二哥整理好行李袋 就替我说话了 他啥都不懂 他小姑娘 香喷喷得多好 徐徐 你别庸人自扰 可是沈叔 我自己闻不到啊 很奇怪不是 男孩子玩球会有汗门 你说他臭 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梁徐徐 你想要闻到香很难 臭没问题 我保证你抬起胳膊 就能熏得自己直流眼泪 沈大师 你们别 二哥使劲捅锅几下 你甭跟我妹妹一般见识 他一小孩 四六不懂 沈叔笑了 看我闷在那儿 他倒挺乐呵 我是发现了 我刻谁暂且不提 沈叔绝对是来刻我的 劲儿劲儿的 哪有大师的样子 徐徐 要是家里没啥事 哥再过来 二哥瞄了瞄 在院里忙活的许仪 这里条件啊 虽说不咋地 那徐老太太 还是跟吃错药似的 不过我观察了 他人品呢 不算坏 早上他骂邪尔的话 我都听到了 放你在这儿 哥放心 人家叫纯良 你别给起外号 我背后说他 他又不知道 二哥不在意的 拍了拍我右肩 来 趁沈大师不在 你打我一拳 干啥 打我 二哥微微提气 做了一个 气韵丹田的动作 扎起马步 我梁有志 有金钟罩护体 梁徐徐女侠 放马过来吧 我轻轻对他一拳 你别闹了 你没吃饭啊 要权力 你确定 这 那个 七 七分吧 来 成 我也不多问了 后退了一步 松了松手腕 脚下 微微蹦跳 做了一个格斗姿势 眼见二哥表情一慌 我一记直拳 对准他肩膀桃子 就出去了 砰的一声 二哥马步不稳 退两步 直接撞到墙面 嘴里丝丝的揉起肩膀 这是 这是七分 没事吧 我上前帮他揉了揉 五分啊 紧一半粒 啊 二哥生无可恋的哼哼一阵 就在我紧张时 他就笑了 这我就彻底放心了 我妹妹战斗力还在 不能吃 吃亏了 二哥 我无奈了 叙叙啊 出门在外 你就记着 谁都不用服 出事了 哥给你兜着 小诗要人 大诗才要狠 沈叔抱着一盆花进来 人活一世 岂无波澜 世事都争一时之快 吃亏的 只会是自己 二哥柔肩 兴兴兴不语 我则看向 沈叔怀里的花 一盆粉色山茶 开得正艳 沈叔 我昨晚泡澡排毒 是不是就用得 这山茶花瓣 认识 沈叔将花盆 放到炕盐边上 梁学学 你喜欢花吗 一般吧 我实话实说 对花 我并没有特别钟爱 在家里 奶奶爱养花 说是添生气 而我从来没有 问过花的种类 品名 但看到花会认识 我养的花 也开得特别好 当然奶奶 把这归功于我的懒 他说 秦人养鱼 懒人养花 很多花不能总浇水 会烂根 我时常忘记浇水 间接帮了花 如今牵扯到花神转世 顿觉奇妙 你以后就会喜欢了 沈叔笑笑 直指山茶 既然你跟花有缘分 自然也要用花瓣 接气了 怎么接 没等我问 沈叔就咬破了 自己右手中指 对着山茶的根部 挤了三滴血 梁学学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吃一片花瓣 吃七七四十九天 我这气 就算你戒足了 至少 你不用担心出门 会被邪碎上身 没那么倒霉了 四十九天 这一盆山茶 满打满算 才开六七朵 好看是好看 就怕花瓣不够吃啊 沈大士 为啥要这么麻烦 二哥探过头 您直接把血滴到水里 让徐徐一口干了就是了 须不受不握 其为道家的天罡之术 天罡是兴明 为北斗七星的斗饼 而七亦为梨挂 通目 心 上交 颜色为赤 无畏为苦 求名有名 求利有才 交易可成 梁学学 如今能看到鬼祟 此乃木极虚正 时韵低迷 我借气给他 亦需缓缓受之 不可操之过急啊 第一个七天 梁学学在外不能超过五十 也就是中午之前 一定要回到院子 后面逐渐可以延长到下午未始绅士 直到四十九天吃完 他晚上才能出门 明白了吗 二哥半张着嘴 回神就摘下了一片花瓣 二话不说 塞我嘴里 吃 徐徐 吃完 晚上才能到处走 不 能到处走 也别瞎走 安全第一啊 我嚼了嚼 尝到苦味 就醋起眉 嗯 好苦 苦 二哥闻了闻山茶 瞄了沈叔一眼 又看向我 良药苦口 好得病 利于命 来 喝点水 顺顺就好了 沈叔看二哥 毛手毛脚的样子 回味摇头 良雪雪 以后这花 就放你乌养着 好生自豪 哭了 我可不会再滴第二次血 要记住 你的气是借来的 身体不能破 小心别受伤 流个血破个口子 都会漏气 容易撞邪 当然了 若是对方故意让你看到 那就没办法 我喝着水连连点头 奇怪的是水一入口 回味反而有点甜 像是喝爸爸气的苦丁茶 沈大师 现在才上午九点 我能让徐徐跟我下山不 我想给徐徐买个手机 让他去挑挑 顺道 让他送送我 沈叔没有急的答话 叫我跟他去到正房 又拿出了一张三角形符纸 递给我 把这个揣在身上 如果遇到危险 就给他吃了 去趟阵里能有啥危险 偷命格的会找我 我巴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第七十三集 我接过符纸 折得很紧 里面就不知道夹啥了 捏起来稍微有点硬 沈叔 试不下去咋整 硬吃 沈叔扔下俩字 面色旋即一正 知下答案还要大喊我的名字 同时要在脑海里 冥想我的样子 这叫观尸墨像法 只要你脑海中 有了我的形象 我就会临身保护你 这么傻 不过光墨像不够 你还得传信给我 要我知道你有危难 咽起来 我才能感应到 你在教育 关键时刻 你能做到临危不乱 点香燃福吗 应该可以 我没点过符 不太能确定 能不能临危不乱 沈叔不纠结 回首又递给我一个 速封的三角符纸 把这个带在身上吧 遇到危险 你先吞了墨像符纸 再摇开这速封袋 拿出里面的符纸 在手里握一握 烫手了 你就给它扔出去 它会在空气中燃烧 烟火起 我便到 我摆弄着速封符纸 里面好像有一层白色东西 沈叔 你在这符纸上 试了法吗 不用我拿打火机去点 涂抹了磷 磷的燃点很低 在空气中都会自燃 现在虽没到冬天 已经有点凉了 你拿出后 再手心搓一搓 相当于摩擦 烫手了就扔出去 可以自燃 从而起到信号 传递的效果 梁徐雪 没学识不可怕 要有常识啊 就算是神明 也不会无中生有地搞出东西 记住顺序了没 吃符纸 墨像 燃符纸传达 我捡了通教育 不过没不爽 学习到了 一手一个符纸 默默演练了一下 一个吃 一个烧 吃 烧 沈叔 这就叫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吧 安全感一下就提升了 随你怎么理解 梁徐雪 我还是那句话 巧藏不如明成 所以 我不建议你躲着不露面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只要你相信 吉人自有天相 那这天 就会在你绝境之时 给你生路 若你自己都会自暴自弃 就算神佛登门 怕是也救不了你咯 屋里没灯不怕 心里的灯不能灭了 嗯 沈叔您放心吧 谁都不能给我灭了 徐雪 你琢磨沈大师说的话没 他说 空屋送啥就有啥了 回头啊 要把术法传给你 哎 你就 哥 沈叔说得很清楚啊 这不是谁都能学到 我要拜师就是他徒弟了 学不好多丢人呢 下山琴 二哥又找沈叔缠了一阵 这回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学道和花钱学特长 有很大区别 我拜师了 叫出去就是沈万通的徒弟 嫡传弟子 学好了行 给沈叔脸上增光 学不好 用我奶的话说就是 坐飞机吹喇叭 转圈丢人 严重了呢 小腿九十度朝上折起 兴许终身生活不能自理 或许直接去阎王爷那里报道 我这念头基本就断了 再者 沈叔也瞧不上我 徐徐 你又不缺啥少啥的 咋就不能学会 要有信心嘛 就不是信心的事 你问爸妈了吗 他们支持我学这个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在咱家 啥不按照你的意愿来 他们老一辈的心思 很简单 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有出息 那学到 也不耽误你考大学啊 学会了不是更有出息 那将来你天上地下 啥事都能摆弄 老祖宗的坟营啊 那都得咔咔冒烟 多光宗要做啊 哥 不是那回事 我不是从小接触这些 坚定不移地要入这行 如果我没有被人搭讪生病 这辈子也难接触先生这类人 他们在民间很神秘 很讳莫 又太小众 对我 甚至我家里人来说 谁也不会把先生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去看待 不信 你随便逮个小孩子 问他要不要学到 看他家长会不会削你 我遇到了沈叔 对他是既感激又崇敬 可还没有上升到 要学到的地步 就像沈叔叔说的 我只是被二哥 逼到了那块了 想要表现自己 现今 我家里还出了这么多事 败事这举动 在谁看来都动机不纯 徐徐 你得一手准备 两手抓 我脸一别 不想再理他了 看向周围风景 来了小十天 还是头一回下山 空气清朗 景色也好 白天视线一广 山路真不远 腿脚快地 走个十几分钟 就到山底了 难怪沈纯良不住校 属实用不着 路过爸爸给我 举上去的歪薄树 我探头往里面 瞅了眼 不知是不是幻觉 对面那棵松树 真叶速速摇晃 隐约得好像 还能听到女孩声 想到那个 跟我搭话的小姑娘 我鼻尖一麻 脚步不由加快 他爱谁谁吧 我这种情况 还是别往前凑了 许许 二哥紧跟着我 我昨晚去沈大师内屋看书了 就我这文化都能看到 阴阳可简单了 你看懂了 啊 二哥一手拎着行李袋 另一手捏着手包 敲敲头 你让哥哥想想 那书上写的 倒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 三生四 四生五 五魁首 六六六 不对不对 这个这个 五六七 他看的书 是不是哪块不对啊 哥稍微有点乱啊 吕吕吕吕 二哥嘶了口气 手包又敲了敲太阳穴 这个 一生二 二生这个 二生这个 一二三四 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天涯 在海角 我的朋友在这里 我跟二哥一起唱出来 对对对 二哥还点头 反应过来才急 三毛子 你这扯哪儿去了呀 是你扯的 二哥 我有没有会跟弦不提 反正你肯定没有 啥玩意儿啊 从华拳扯到二哥 二哥撸袖子就要收拾我 打打闹闹地 跑到了山下 一看到他停在山底的车 我俩都笑不出来了 别克军威 车身被拉了一层厚厚的鸟屎 猛一打眼 还以为盖了一层凹凸不平的毯子 本集 第七十四集 二哥扔下行李带跑过去 对着林子放声大骂 拿我车当茅房了 我去 带着他们 毛全都给拔光 烧了吃 一群乌鸦又从林子上头飞过 很愉快地给二哥头顶 贡献了一抛新鲜鸟屎 我靠 二哥毛了 跳着脚 翻着纸巾擦头发 晦气 真他娘的晦气 我上前帮他擦着鸟屎 心里生出异样感 哥 要不我回去吧 手机我真不要 想起沈叔的话 这就是我对家人的妨害吧 用不着 二哥简单擦了擦头 就捡了一根树枝 把鸟屎从车上刮下来 叙叙 你不用琢磨这些 咱还不生活了 没事 你进车里等着 反正我还要开长途回去 车也是要造的 回头啊 一起洗就完事了 我被催促着坐进副驾驶 仪表盘上 扔着一份报纸 加大黑体字标题 很是醒目 陈天晴召开记者发布会 程海实业继承人 或将一主 陈天晴 不就是陈琛的爸爸 一主 爸爸不愿意 把产业给儿子 我简单做着理解 大致看了看 新闻上真有陈琛的名字 但没有说 陈天晴不把集团交给陈琛 而是说 陈琛年纪尚轻 陈天晴要命有能之事 管理集团事务 专业名词比较多 我有点没看懂 正琢磨着 二哥扔了抹布上车 哎呦 我妹妹长大了 开始关心财经新闻了 哥 我认识陈琛 咱爸说了 二哥笑笑 还不忘给自己 喷点香水 嘴里硬着 听爸说 你觉得他 没哥哥我帅是吧 还是我亲妹妹的眼光高 不过呀 这陈家 可是正经大术 徐徐 你以后要和陈琛 好好相处 处好了没坏处 不过你要记得 别硬凑啊 哪和哪 我直指报纸 哥 这上面说的啥意思 诚诚他爸爸 要把家里的生意 给别人做吗 啥呀 二哥摇头 我来之前 就看过程家的新闻了 这个程董事长 生病了 可能要不行了 一瞅手里的股份 要被他儿子抢了 拿不住大权了 他就想将他儿子一下 这不就开了个 记者发布会吗 不过 这都一周前的报道 算不得最新消息 父亲要将儿子 为啥 谁知道他爷俩有啥矛盾 不过 这程琛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好像收购了 不少集团内部的股份 要我说 就是皇帝还没厌弃呢 太子就准备登基了 我放回报纸 这么复杂呀 这种事我想不通 就像我爸爸 也经常和二哥闹矛盾 可爸爸也不会说 要找别人来经营酒楼 撑死了怕二哥能力不行 拜托孟叔帮忙扶持 防止酒楼运营不当 甭管二哥多魂 爸爸都是在家骂骂 不会在报纸上说二哥不是 家丑不能外扬吗 都是钱闹的 二哥启动车子 古往今来 这高门大户的勾金斗角 事儿还就挺多的 不过 你不斗也不行 谁愿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拱手让人呢 就像咱家 遇到这事一样 能坐着等吗 你得磕呀 不磕就等着吃亏 哥 你说的是一回事吗 他咋啥都能往一起捏过 咋不是 二哥眉头一扬 这归根结底 都是捍卫被侵权的利益 谁的东西被动了 谁都不舒坦 除非熊到家了 不然就得谈拢谈拢 这倒是 我放下报纸看向窗外 好奇好奇就完了 自己家还漏雨呢 哪有心思去顾别人呢 车子到镇中心停下 就在爸爸打听路的小超市附近 这里算是整个小镇 最热闹的地界了 路边都是卖菜摊位 还有很多二层的门市房 不远处 还有一个综合市场 里面卖啥的都有 衣服鞋帽 针织袜子 副食生鲜 种类少点 剩在物美价廉 二哥给我买了一套 洗漱用品 看天凉了 还买了几双棉拖鞋 一大袋东西 加在一起不到五十块 绝对的小本经营 没等我俩离开市场呢 很多个体老板 都听说我在沈叔那住了 他们开始抢着做我生意 我们没想买菜 都给我袋子里 塞了好几颗土豆辣椒啥的 热情的呀 纯白给 都给我整蒙了 二哥本来说 我是沈叔家的远房亲戚 前后没二十分钟 愣是传承我是沈叔的亲孙女了 我还得解释 我不是沈叔的孙女 侄女啊 看不出你个小姑娘 辈分还挺大 也不是 我说实话吧 我妹妹是沈大师 即将收的徒弟 二哥挥挥手直接道 她最近还在观察阶段 等观察通过了 沈大师就会收我妹妹为徒了 我急得直拽她 瞎说啥 徒弟 个体老板们愣了 沈大师这行还能收女徒弟呢 咋不能呢 有个大姨结茬 带着大袖套的胳膊 朝柜台一支 那舒马仙多少女弟子啊 这小闺女一看又精又灵 学了那本事可大嘞 我冒着汗 我还没想好要学 是得好好想想 大姨蛮理解的点点头 你长得多漂亮 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 学这个吃苦不说 吓人呐 哎 冯翠香 话不能那么说 沈大师那行可不看脸 要看造化 另一人接了冯大姨的话茬 我老家有个小姑娘 家里供奉的老仙 打小就能给人看事 现在二十多岁 也就是走个阴都不能出村 说是走远了 本事就没了 和沈大师走南闯北 挣大钱的根本比不了 这一行啊 就跟咱卖货一样 你得是那块溜 你才能卖到全世界 不然呢 就只能在小市场里卖卖 赚点毛利 笑声四起 他们落跑偏了 二哥趁乱 领我出了市场 我看周围没人了 就开始头疼 二哥 你那话回头 传沈叔耳朵里 多不好 你懂啥 这叫造势 迟早的事 二哥不在意的 又领我去了对面门市的手机店 叙叙 你看到没 沈大师在这的地位多高 跟他拉上关系 你在这儿就吃不到亏了 我说我是市主 也不能吃亏 能一样吗 说的是市主 就等于是 说是冤大头 被炮钱的 为人处事 都是门的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七十五集 我不爱搭理他 在手机店挑了一个 三百块的蓝屏手机 就让二哥去交钱 二哥不同意 又是给我买了一部 小两千的纸板机 最新款 彩瓶能拍照的 顺便办了卡 还给我买了一个 挂钵的手机链 这才新满一族去付款 服务员姐姐听说 我从沈叔那儿来 还热心地找老板 便宜了一百块 她告诉我 第一次充电要充满 嘴里直唏嘘 沈大师的本事就是大 他那山上 以前都没信号的 是一个大老板 怕沈大师不方便 不知怎么弄的 现在只要上山 手机就能用了 多亏了沈大师啊 我捣鼓着手机点点头 喜欢归喜欢 一想到价钱 还是不得劲 小妹妹 你要是能成为 沈大师的徒弟 那将来可就厉害了 姐姐 你别听我哥说 我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瞅你行 她很年轻 二十出头的样子 笑起来很淳朴 沈大师能耐大 好多人奔她来 可沈大师 好像就一个小孙子 没正经八百的徒弟 要是没人学呀 那本事不白瞎了 我笑了笑 没有顺着结茬 就问她名字 知道她叫王秀丽 手机店老板 是她亲书 她在这儿 算是小店长 等二哥付完款 我就和她 打了声招呼走了 徐徐 你名字真好听 回头再来玩啊 我白白手出了门 二哥启动车子 又带我去了 最近一家花卉商店 怪我提种花这茬了 二哥就来劲了 不买不行 她心意 徐徐 沈大师的地位 是不是没得说 二哥又开始 滋滋不倦 我发现了 她哪是缠沈叔啊 缠我来了 明明我和沈叔 都没这个意思 非去找虐干啥 老是保命得了呗 我欠了欠身子 朝车窗摆弄着手机 不理她 你就这样吧 二哥讨了个没趣 到了花卉商店 就领我选上了 盆栽和花籽都不贵 我看中了一盆盛开的杜鹃 又挑一些花种 快入冬了 没法在地里种花 在沈叔家的院里 起大盆也不现实 二哥便想出一个 折中的法子 买些土 买俩盆 各屋里种 只当先给我练手消遣 小姑娘 你哥哥对你真好啊 老板娘对着我 夸赞二哥 我也一儿一女 我家老大呀 成天和他妹妹干仗 没一天消停的 我敏着唇笑 我和我哥年纪差得大 所以他让着我 接二哥又在询问起花肥 我特想去抱抱他 可一想 他回头还得让我去拜师 就又烦他了 心情特别矛盾 杜鹃花和一堆花土 花盆花籽被搬到后备箱 老板娘敲着计算机 小伙子 一共是一百三十三 我给你某个零 你给一百三就行 二哥点头付钱 手习惯性一掏 诶 我包呢 包 我望向二哥 他那包就跟掌手上似的 能没了 我去驾驶试看看 我钻进车 翻了一通没找到 二哥又进花卉店里 找了一圈 老板娘直说不能丢 这一上午就来 我们两个客人 掉哪儿都会找到的 花盆到处挪动 也没见到影 我确定 从市场出来之后 包还在的 买完东西了吗 难不成 拉手机店了 付款出来 就没注意到包了 二哥想到这一点 扭头就朝手机店跑 徐徐 你等着 我找完包回来付钱 我看着二哥的背影 忧心忡忡 老板娘遇到这种事 也跟着闹心 宽慰着我说 肯定能找到 手机店的王秀丽 她认识 那姑娘心眼好 要是她 捡到了会帮着收起来 如果 被别人拿走也没事 手机店里都有监控 丢不了 小姑娘 你进来坐会儿吧 顺便看看别的话 我摇头 我摇头没啥心情 站在车旁 朝着二哥 跑远的方向看 庆幸的是 二哥手机 揣在一兜里 能联系上 全丢了 可真闹心了 等了好一阵 人来人往的 也没有见二哥身影 这门店 就在一个胡同旁 我怕站门口 耽误人做生意 就贴着墙边站着 顺便给爸爸去了电话 告诉她 这是我手机号 聊了一会儿 我见二哥还没回来 就挂下手机 给二哥拨过去 她跟我说 包没找到 不过 秀丽姐帮她查了监控 发现是付款时 包放在一旁 被后面进店的客人 给顺走了 那怎么办 马上要十二点了 我得回山上 许许 我现在搁那派出所呢 他们说 这顺包的脸声 不像这里的惯犯 不然 那手机店的服务员 就提醒我了 他们现在派人 帮我在附近垃圾桶找呢 看看那小偷 拿走钱 能不能把包扔了 丢点钱没事 就是我证件 补起来麻烦 你等我会儿 找到我就回去了 我放下电话 鸟屎丢东西 二哥还在市场里 崴了两次脚 妨害 真不是无中生有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巷子里传出声音 我收回神 探头朝里面看去 就见一个女孩 被两个男人 拽到巷子深处 拐脚的时候 女孩子扭头看到了我 一脸惊恐地 朝我大喊 小妹妹 救救我 救救我 音刚落 他们就从我视线里消失了 我睁大眼 忙进店找老板娘 咦 有个姐姐 被人拉胡同里面去了 老板娘正在帮 进店的客人 挑选绿植 听我笑她 就抬抬手 哎 小姑娘 你等会儿哈 我先告诉她 这个咋样 我急得很 跑到胡同口 瞄了一眼 拿出手机 拨出电话 喂 你好 鬼花胡同 十二缸四号 有个姐姐 喊着救命 被俩男人扯进去了 鬼花胡同 接线的女音 很冷静 小姑娘 你确定没有看错吗 镇远山 没有鬼花胡同 那是 我看着胡同口的地址牌 木字旁加个鬼 那就啥花胡同啊 你们快来人啊 他们拐进去了 哦 回花胡同 小姑娘 你先别急 那条胡同很长 有很多出入口 具体位置呢 具体 我跺了一下脚 朝胡同里跑去 你等等啊 别挂了 我进去看看 他们肯定是坏人 那个姐姐都哭了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转 第七十六集 跑到胡同身处 救命声再次传来 我提着口气 在拐角处停下步伐 伸头朝里面一看 胡同两边都是院落高墙 俩男人正对着女孩子 拳打脚踢 女孩拳缩在地 连声求饶 我通着电话 就朝他们大喊 干什么的 不许打人 我报案了 俩男人 玄机惊恐地看向我 就在我做好了 战斗准备时 他们俩抬脚就跑了 我撵了几步 别跑啊 他俩跑了 你们快派人去 抓坏人 来人啊 抓坏人 到这一步了 我真是扯着嗓子喊 恨不得把胡同里的人 都喊出来 小姑娘 受害人还在不在 机械员很有耐心 等我喊完 才轻声询问 在 他趴在地上还哭呢 好的 你把手机调整免提 我询问下 受害人经过 我走上前 蹲到女孩子身边 姐姐 你没事吧 我报案了 你跟警察姐姐说说 谁欺负的你 女孩勾搂在地 对着我伸过去的手机 没事 他俩是我哥 以为我投家里钱了 才追出来教育我 自己家的事 不用麻烦警察 你哥 是亲哥吗 机械员听完 便询问他是否要就医 女孩浮在地上摇头 我没伤到 麻烦你了 不知是不是声线受损 他发出的声音 很细很奇怪 我见他站不起来 只能挂断电话 姐姐 你真的没事吗 他俩那么打你 我没事 女孩还是摇头 抬起的脸尖尖的 小妹妹 你能扶我一下吗 哦 好 我伸出手 她一下就栽到我怀里 重心推得我坐到地上 没等我挨一声 怕摔倒她 就见她沾满泪的脸上 悦起笑意 唇一掀 她两侧的牙 尖尖地就刺了出来 没带我惊叫 她鼻下居然冒出了 长长的须子 我被她这么无恙吓了一跳 想推开她 她却极其敏捷地扑到我 嘴里发出一记怪音 类似动物的低吼 尖牙对着我脖子 就要咬下来 妈呀 我后仰着倒地 手本能地去推她下巴 生怕她那牙给我咬了 可她却像是锋利一般 牙咬不下来 双手就对着我生挠 你是什么东西 我被迫防御 只觉得她那指甲像是钩子 每挠我一下 皮肉都是异常的疼 最后疼得发紧 眼见她脸越来越尖 须子越来越长 脸上皮肤也像是雨后春笋似的 往外不停地冒着毛 哎呀我去 太变异了 巨大的恐惧感和疼痛感包围着我 情急之下 我左手推着她下巴 弹开了一点空间 右手施展不开 只能对着她喉咙 艰难一捶 很阴的一招 对付人的话是完全禁止 属于不讲武德那会儿的 可我没辙 她那耳朵都立起 变成三角形 并且长出黑毛的样子 显然不是人了 他脖子吃了一击就发出怪叫 貌似动物的尾巴被踩痛的音调 头微微后仰 脚蹬着地 双手更加疯狂地对我抓挠 我顾不得太多 眼瞅着她眼睛越来越圆 马上就要变成绿色玻璃球时 心一横 右手食指和中指伸出 对着她双眼 又用力地一戳 抠你眼珠子 滚开 我继续不讲武德 这一抠真的弄疼她了 她身体一直呜呜叫着 长满毛的双手像是爪子一样 捂住自己眼睛 我一看到出空隙 想都没想 半躺在地上 对着她胸口一触 我打死你 不要 她嘴里发出嚎叫 被我这一拳直接打得 弹到了墙面上 虽说我重心不稳 不好发力 但好歹练过 水瓶都在这放着 别以为我年纪小就好欺负 妹妹我可是天生神力 一处磕头 百处学艺 实战经验极其丰富 绝不可能躺着挨虐 惊悚的事情却发生了 她触碰墙面的瞬间 开始急速缩小 活生生在我面前变了模样 最后居然变成了一只黑猫 踩着墙头 蹭蹭蹭地跑了 游记得胡姑姑 由小动物变成大人 给我吓得半死 如今 这女孩子从大人 还能变回小动物 这是干啥 两头夹 两头堵 验着法考验我心里承受能力吗 我目瞪口呆 在女孩子变身的档口 头皮一阵阵发麻 她是猫 前后没用三秒 黑猫就跑没影了 风呼呼地吹过 胡同里就我一个人 也奇怪了 我先前那么喊抓坏人 高墙里都没有一个人来看看 都听不见吗 如果不是还落在地上的手机 我真以为这一切是场幻觉 上一秒还可怜兮兮 跟你说没事的小姐姐 下一秒就 颤抖地捡起手机 屏幕暗亮的瞬间 时间提醒着我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十分 我挣扎地站起来 呼吸都不顺畅 这种情况 跑 满脑子都是跑 是得回去跟沈叔好好学学 总看到变来变去的 谁能扛啊 我亮腔地跑起来 没等跑几步 肩头忽然搭上了一只白鲜鲜的手 梁徐徐 你去哪儿啊 谁 我当即抽了口冷气 回过头 身后没有看到人 白手却是真实地搭在我肩膀上 中间全是空气 大脑荡机了几秒 我强撑着阵顶 右手握拳 对着肩头的手开口 你是谁 把手放开 我是谁 女生回着我 肩头的白手 却顺势摸了我脸一下 然后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梁徐徐 你不是到处找人对付我吗 是他 生日当天 跟我搭话的女人 中午的日头照着我 我周身却异常冰冷 侧脸被他摸得直起鸡皮疙瘩 毛孔整个都炸开了 我强撑着一口气 大力抖落肩膀 你别搞这些 有本事跟我面对面觉得 哈哈哈哈 他发出一连串的笑声 肩头的手终于拿开 再抬眼 我身前十多米处 站了一个身穿灰西服外套的 寻常妇人 她脚下影子还很清晰 仔细一瞧会发现 不对劲 她那影子和我的不一样 只有半截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七十七集 梁徐徐 你还真是命大 不过我要谢谢 那个死和尚和臭狐狸 没他俩 我真摸不到 沈万通之来呢 我没空聘着他话 脚下微微后退 说实话 还是想跑 大白天遇到他 真是活见鬼 但心底又发出声音 告诉自己 不能跑 我等的 不就是今天吗 你是帮谁 拿走我的命格 我问出来 就觉得委屈 我们无冤无仇 究竟是谁害的我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他离我并不近 声音却飘在我耳边 梁徐徐 我们的确没仇怨 可我既然已经出手 你就非死不可了 爷 我小怂了一下下 脑子里很乱 不停地告诉自己冷静 这个地儿 连个人影也没有 如果先前的女孩 就是故意搁我上套 那她们肯定是早 踩好了点了 或许一早就使出 什么术法 让周围的人 听不到响动 当下求救肯定是白费 我只能自救 那个大姐 这样 你告诉我 谁偷走的我东西 我给你烧钱 对方给你烧多少 我给你双倍 三倍也行 你说个数 咱们好好谈谈 出吗 哈哈哈哈 她像是在听我说笑话 一张脸笑得极其诡异 梁徐徐 我跟你个将死之人 有什么好谈的 更何况 你还跟沈万通 那个老不死的 扯上了关系 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记得啊 不要喝路上的水 找阴凉之处衣服 兴许啊 还能多撑几日 圣得魂飞烟灭 阴落 她的手就隔空 朝我伸了过来 弹力绳般 胳膊梳的一下 就加长了 我瞪大眼 在她掐上我脖子 那一刹那 后闪两步 对她身后大喊了一声 沈万通你来了 她伸出来的手 嗖嗖嗖了回去 警惕地朝后面 看了一眼 见身后没人 她脸色一变 小英人 你敢耍我 我趁她回头 就把兜里符纸 快速塞到了嘴里 开玩笑 被你追杀到现在 还没点经验了 符纸里面包裹的东西很硬 我干掖了一下 没咽下去 只咬碎了 里面好像有头发 一坨缠在我嗓子眼 我堵得直垂锁骨 眼见她手再次朝我抓来 我憋着嗓子里这口异物 同时咬开速封的符纸 伴着凉风 在左手心攥了攥 它没热 我又躲不开手 牙一咬 大步朝前迎上去 右腿朝着墙面一蹬 右拳卯足了劲 对她生营 我跟你拼了 一声喊出 嗓子眼东西终于顺下去了 两两对碰的瞬间 她抓出来的手 立马变成了掌 让我结实地锤到她的掌心 按说她吃我这一下 不说像那个变猫的女孩弹飞 至少也得后退几步 二哥那大老爷们都顶不住呢 可她纹丝未动 我反而像是一拳对上了铁块 又冷又硬 顷刻间有种手腕骨折的错觉 我后仰着猎妾几步 站稳后就甩起右手 疼的呀 赶紧甩甩活动活动 别断了 凉叙叙 你个臭丫头 还敢跟我斗 她笑声尖利 声音呼得一凉 过来 我被她掐着脖子就提了起来 像被提着耳朵抓起的兔子 我双脚迅速离地 她在十多米外没动 这回胳膊没伸长 她只是抬起手 隔空坐着掐着动作 而我被她这掐着的动作 就拎得抬起来 她见我在半空蹬着腿 唇脚得意地牵起 我半张着嘴 脖子被她掐得越来越紧 大脑逐渐缺氧 视线也开始模糊 心里不停地喊着 沈万通救我 沈万通救我 思绪乱糟糟的 连日来的境遇 迅速在脑内闪过 只要你相信 吉人自有天下 那这天 就会在绝境之时 给你生路 我想着沈叔 说这话的模样 脚用力蹬着 是我痛 左手的扶纸忽然发烫 掌心热痛时 我本能地将它扔开 空气中 瞬间起了蓝烟 火光起 一股气流 呼得从我头顶灌入 四肢如有雷震 右手当即抓向 脖子前的空气 用力地朝旁边一扭 中气十足 霹雳一声天门开 天剑十方我主宰 凶煞恶鬼如为令 玉皇帝命 斩妖孽 破 他发出一声惨叫 一侧小臂 直接从手肘出扭断 啪哒一声 落到地上 没有血 冒得全部都是黑水 与此同时 他像是被浸泡到了河里 身体不停地 往外涌着水 沈万通 我跟你不共戴天 你认识我 我沉着音儿 体内如同 进入了另外一个人 我不受控制地 跟着她的语调 节奏开口 沈万通 你作恶多端 害人无数 我周天丽 不光认识你 还要日夜诅咒你 怕你不得 好死 永不超生 周天丽 我念着她的名字 想了几秒 才倾笑出声 原来是你呀 十多年前 我曾饶你原神 想不到你不赶快上路 竟然修成实体大灵 替人作恶 前来送死 你不死 我怎么上路 沈万通 你害了我就该付出代价 你何处此言 我沈万通 从未害过活人性命 当年 也是看你怀揣怨怒 多有不义 所以才手下留情 而对抗邪碎 本来就是我 踏道之人的本分 呸 她催了口 断了的小臂 异常惊悚地落在地上 森白的手指 在黑水里 还不停地抽搐 沈万通 你就是最大的邪碎 今时今刻 就是你的死记 老雄倒要讨教 我瞭着眼看她 身心未有一丝惶恐不安 直见那周天丽脸部 迅速膨胀 嘴里涌出黑幕 肤色迅速发青 外套也变得破烂 对她这举动 我脑内居然有了答案 像是跟沈万通心意相通 我不懂得 沈叔通过灵声给物 直白地在脑中告诉我 周天丽是在脱象 也就是她要献出原形 死象一现 能力也会最大化 她要出大招决战了 没多会儿 周天丽就如同 泡芙囊了一般 胖起来的脸 呈现出一种死灰色 腮帮子附近的皮肉 墙皮 脱落般 在森白草崖外呼山 许是在水里 被鱼给啃过 她露出的皮肉 都是坑坑洞洞 蜂窝霉状 伴着熏眼睛的恶臭 她那样子真看一眼 就会让人做噩梦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七十八集 我思维还算是受控制 看她在那浑身冒着浓水 胃里就忍不住翻腾 一口酸水刚反上来 脑子就发出声音 梁徐徐 不要开小差 你的所见所感 不过是斜碎遮掩幻象 静心 抹下 我一使劲把酸水咽了 默默冥想沈万通的样子 刚刚平静 周天丽就跟化粪池炸了似的 发出了一记震耳欲聋的嚎叫 一只烂得能看到骨头的手 再次朝我掐来 沈万通 我要让你尝尝我的苦楚 灭障 我低着音 手上掐出指绝 对着它迎来的方向 隔空划出符路 脑中转出低音 我复制般不停地念着 天有天降 地有地低 斩出邪恶 解困安危 如肝神怒 错骨扬灰 灭 身前陡然立起一道金色屏障 上面的咒语灼灼发光 周天丽的手一触碰上去 居然呲啦一声 如同烧热的烙铁 贴上了肉皮 顿时就传出了一股子 臭烘烘的胡巴味 烂肉被烤了 周天丽惨叫声不断 身上烂肉 随着叫声不停地脱落 最后竟然变成了半人半骨 眼珠子都甩飞了 我咧着嘴 此情此景太过刺激 它冲破不了屏障 显然是打不过沈叔 我心情跟着激动 特别出气 你过来呀 来掐我呀 谁知 周天丽仰天长叫 诸人救我 情好的天 顺时响起阵阵雷声 乌云黑压压涌来 阳光被云层遮挡 周遭昏暗一片 我抬起眼 只见雷声 随着乌云不断地朝我头顶推进 一记陌生的男音 夹在其中 天丽莫怕 他们都得死 主人 你快杀了沈温通 周天丽 顶着这个黑洞眼眶 笑得浑身冒浓水 杀了他们 养我主人神威 我看着大军压镜一般的乌云 情绪不断上涌 心境脆然复杂 心痛中 又有一些形容不出的恨意和心酸 细细咀嚼 甚至还揉杂着丝丝屡屡的嫌弃与蔑视 这是沈叔对他的情绪 我顾不得多想 只听着云层中 男音逐渐加大 雷光猛电 虚火流星 傅尘诛将 立面难行 只目使者 喊动雷神 八方威猛 追到一星 神兵对裂 九天赤命 听我号令 破灭乳行 是驱雷咒 得意于沈叔 我脑中立刻浮现所有咒文 脚下连连后退 乌云却追着我的头顶不放 周天丽猖狂的笑声不断地传来 他头顶上方 依然是阳光明媚 而这些乌云 像是无端被谁运过来 只为带着雷 披向所指之人 我 乌黑色的幕布下 一道紫红色电光 扭曲着朝我劈打下来 我本能地想躲 脚下却如生根一般 动弹不得 梁徐徐 宁神静气 受你灵力 我懵得一批 啥灵力 没时间问 体内气息顿足 我抬起手 就对着电光 做出手印 脚下灵敏地踩出步伐 手脚配合 同时嘴里大声念叨 独天大雷弓 犀利阵虚空 领兵三千万 列阵黑云中 上打春风雨 下打雨春风 若有不从者 射去永无踪 运雷咒出 狂风大作 乌云被吹得撕开一道缝隙 阳光从缝隙中倾泻进来 闪电仍然在其中游走 劈得我脚旁 劈啪作响 我站在原地 眯眼看着天顶的阳光 右手攒着力 整个人拔地而起 对着撕开的乌云 一记通天直拳 独天大雷火 射为清静风 浑身的血液 几乎都冲到了头顶 我从来没有这种 沸腾的感觉 一拳打出 乌云直接干出个破洞 周天丽的笑声 化作惊恐 我想都没想 踢着墙根助跑 借力后就踏上墙面 对着乌云 如打沙袋一般 又出了一拳 去死 闪电打到我手背 像被防狼气垫了一下 我不痛反怒 这一刻 我反倒没有在接收 沈叔的什么声音讯号 完全是凭借沈叔 给我的气连连出手 如同对战恶人的武侠高手 我的对手是这片乌云 他压我 我就要垂破它 屈云的人击辱我 那我就要单挑它 把我的命都还给我 连续出手 赐赐全力 乌云如黑烟般 四散而尽 闪电在我的拳头下 如烟花般 沾出一缕草草熄灭 周天丽随着潇散的乌云 物渍消失 天边传出闷哼的南音 似乎被我打痛了 沈万通 我看你能护着阴云多久 我还能再活五百年 我打红了眼 对着大量的天光大好 你不许走 给我出来 决斗啊 来啊 圣怒之下 我一拳对待胡同墙壁 砖块 巴巴 碎裂 梁徐雪 脑子响起 沈叔的声音 他们走了 这番试探你赢了 你这孩子还不错 有点勇气 回来见我吧 我浑身颤抖 身体里的气息一抽 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现的毛衣 他软的就坐到了地上 沈叔 沈叔 你喊着喊着他的名字 我想说谢谢 谢谢他来帮助我 救我 眼泪却止不住朝外涌出 看着蓝天白云 以及不远处地上的一滩黑水 那是周天丽小臂留下的 我清楚发生了什么 也不是多害怕 就是委屈 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 要被人这么欺负 拿了我的命格 他们不但理所应当 甚至还得要我死 那个树是有猫人 有女鬼 还会驱雷 忽然我意识到 沈叔为什么说要等 我被偷走的东西 拿回来 远比我想得要难 雪雪 二哥从远处跑过来 一脸惊慌 你怎么进这里了 你这脸被谁挠的 怎么有道道子 还有 你这衣服怎么这样 哪个憋肚子干的 我正正的 这才发现 外套被挠花了 好在天良穿得比较厚 没有被挠透 手背都是抓痕 摸了摸脸 有凸起的红铃子 大概是刚刚的经历 太过惊心动魄 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疼 很木 检查了一通 万幸没有出血 挠我的那个东西 应该不属于人 要是出血了 可能得去打防犬疫苗吧 雪雪 你说话呀 你是被猫挠了 还是被人欺负了 谁欺负你了 人挠我 哦 应该是猫 不过被我打走了 没事了 本集播讲完毕 第七十九集 几只猫给你挠这样 全露你了 二哥不敢相信 雪雪 你撩扯野猫了 我摇摇头 仍像是在做梦一样 二哥 那个偷我命格的术士出现了 什么 二哥警惕地四处看 你孙子在哪 走了 我吸了吸鼻子 沈叔救的我 沈大师也来了 二哥各种懵 他在哪 给他急的呀 雪雪 你说明白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先出来了一个女孩子 她被我打得变成了猫 然后那个女鬼又出来 最后 术士也来了 沈叔接气给我的 把他们赶走了 那个术士会去雷 而沈叔能运雷 这一番博弈试探 沈叔赢了 但我的事还要等下去 深吸一口气 我看向二哥 哥 我想好了 要败沈叔为师了 不管多难 我都要学会这些 一定要做个阴阳先生 雪雪 你 哥 我说真的 刚才那种感觉 比武术表演赛 得了金奖还要过瘾 比赛场上 得了冠军还要振奋 我像是迷途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归路 这一时这一刻 有了别样的信念 为了难以言说的妙诀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像我这样无辜的人 不再受到欺辱 我要做个先生 走正路 降妖魔 雪雪啊 你可算是想通了 二哥都要哭了 脸上写满了 我的苦心终于没有被辜负 我先不走 回山上 找沈大师 得商量一下这事 你一出门 那孙子就找来了 得赶紧把他摁住 哥 你走你的 拜师的事 我自己去说 你帮我去说 沈叔还是觉得 我出发点不真诚 再者 沈叔这次 可能也是故意要我下山 他也想那个舒适 快点动手 回过头去看 对方显然是 故意引我上钩 我要是就在原地没动 兴许就错开了 话说回来 我不认为 自己程序上有错误 也没像小时候 脑子一热先冲上去 二话不说 就要替天行道 这种经历 我被父母教育过很多回 所以今天 我看到就先打电话报案了 接线原姐姐在电话挂断时 提醒我下次遇到 要谨慎小心 但同时 她也表扬了我的举动和行为 再遇到这类事 我依旧不会坐视不理 一旦对方是真的欺负人呢 你让我当没看见 太难了 沈叔那边呢 他既然在下山前 给我官师墨相符 就说明 他清楚出门会遇到事情 沈叔做了准备 难听点讲 沈叔也希望用我去 调出那个树式 而恰巧两边都在吊我 所以在胡同里才会交上手 这么一推 也就明白沈叔为什么说 巧藏不如明成 在山里躲着是安全了 对方也是真不出现呢 我要想拿回命格 就得走出来做诱饵 在对方眼皮子底下晃 哎 我没死呢 你看我你看我 活蹦乱跳的 玩手机养花呢 哎 气死猴 想杀了我不 快来呀 二哥 我的主意我自己拿 想通这些 我看下二哥 沈叔还不想受我为徒 我得好好表现 让他看到我的决心和诚意 二哥拗不过我 只能答应 消化了一通 还去周天丽手臂 化成污水的地上 看了看 他小臂 直接被拧掉了 是 小臂掉到地上 当时手指还在动呢 不过现在 乌云一散 地上的小臂黑水 跟着就不见了 现在除了泥土 啥都没有 要不是二哥信我的话 我又造得浑身狼狈 真像我在说胡话 沈叔特别厉害 都没跟他费什么口舌 我心头仍有许多疑惑 沈叔和这个术士 不像是单纯的交过手认识 而是很多渊源 女鬼也很憎恨沈叔 不过 和二哥掰扯这些也没用 只会让他多虑 没事就行 听你说的 我都惊心 二哥唏嘘了一阵扶起我 徐徐啊 真不用送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 我站起来就是有点腿软 身体有些疲惫 应该是沈叔临身的后遗症 休息休息就好了 去医院也检查不出个啥 当下也就右手腕很酸疼 这是跟那个周天丽 硬磕时留下的 结果很明显 要是沈叔没来 我这点劲儿对付那要挟 根本没用 请等着被虐 对了二哥 你包找到了吗 别提了 没找到 所里的警察说 先备案 等找到了 给我来电话 说话间 他还抢我笑笑 破财免债嘛 包再买 钱再赚 至于银行卡里的证件啥的 我打电话挂尸了 在所里开了个证明 回老家就能办了 不算啥 那你有钱回去吗 我担心地看向他 不然 去沈叔那儿 借点钱再走吧 喂 这事儿 我张嘴还有面吗 二哥搂搂我肩膀 放心吧 我车里还有零钱 在所里的时候 我也给哥们去过电话了 就是你彬子哥 他现在 已经开车 从林海出发了 回头我俩就遇到了 还是去趟沈叔那儿吧 咱爸说钱多好办事 你还是借点 这样 我去朝沈叔开口 二哥倔劲上来了 我一个大男人 说没路费回去丢不丢人 咱在沈万通那儿 一定要保持气质 不能舍面 叙叙 你安心 别说我还有车 有手机 就是啥都没有 也有招能回去 可是 回去也行 我上身盯到那沈大师 收你为徒 算了 我没生了 对嘛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爷们 又你操心啊 三毛子 哥路子广着呢 包丢了 花盆和土让我退了 但那盆杜鹃我给你买了 你喜欢吗 当哥送你的礼物了 退了吧 还乱花啥钱啊 二十块钱的东西 叫乱花钱 你哥我 徐徐 能不能是那个 寿司故意找的人 偷的我包 就是为了给我支开 没等我答话 二哥就分析上了 你看啊 镇里就这么大块地 要是惯犯 警察一眼就能 从监控上给认出来 可这回都说了 是脸生 不好找 你又被引到这儿来了 摆明了是调虎离山之剑 这就说明 那个术士 一直盯着你呢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第八十集 二哥一拍大腿 徐徐 我不能走啊 那个孙子 就是要等你一个人的时候 才好下手啊 真是我亲哥啊 刚才白落了 反射壶要不要这么长 哥 我稳稳情绪 所以你更得走 为啥 我得保护你啊 你在这儿 他不出来怎么办呢 这就不是躲的事 得吊他呀 可是 有沈叔在呢 他的术法可厉害了 没事的 正聊着 背身突然传出叫骂声 谁那么缺德 把我家后院的墙给砸了 啊 这墙照你惹你了 哪个王八蛋干的 敢不敢出来 我和二哥正要拐出胡同 文生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 对着我砸碎砖块墙面 怒骂道 这他妈是用锤子砸的吧 这这得有多损啊 有本事你出来砸我刘老五啊 砸我呀 哎呦 我可真不敢 缩了缩脖子 这时候您倒是出来了 早干啥了 我敲咪咪看了眼纸截 砖块碎了 手指愣着一点皮也没破 难不成 打红眼才那么有劲的 正常 我绝对做不到一拳碎砖头 眼尾见二哥疑惑 我拽着他加快脚步 这事没法解释 等我有钱了再去做出补偿吧 刘老五是吧 我记住了 找机会再去给您赔不是 上车后 二哥把那盆杜鹃花放在我怀里 不停地说 自己好歹也做过酒楼副总 要是连盆花都送不起 回头真没脸做人了 我抱着花也就不再多说了 让他送我到山下就好 抓紧时间开车 同彬子哥会合 徐徐 千句话不如一时见哪 你哥我嘴皮子都要磨薄了 劝你都没用 结果你一上手 自己就改变主意了 我笑笑不搭茬 其中奥妙 岂可言说 到山下时 二哥表情严肃了几分 徐徐啊 你放心吧 只要你败了诗 将来肯定会有大能耐的 那个偷你命格的孙子 他都得跪地求饶 我拨弄着花瓣看他 你会算啊 这是规律 二哥一本正经 你看啊 张无忌掉下悬崖 就练了九阳神功 段玉掉下悬崖 就练成了凌波微步 杨过断了臂 遇到了神雕 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谁不丢了个马吗 其实有福 叙叙啊 你不用着急 很快就能天下第一了 我笑得无奈 二哥 好像叫赛翁师马 炎之飞福 我管谁丢的马 反正不散事 挺好车 二哥看向我 徐徐啊 你遇事千万别慌 你行 在哥心里 你就是天底下最聪明 最漂亮 最有福气的姑娘 我恩了一声 抿了下唇角 滋味咸咸的 深吸口气 我推开车门下车 二哥你回去吧 有事通电话 缓了一路 右手腕没那么酸了 我左手抱着杜萱花 右手拎着那袋子日用品 朝山上走了一会儿 回过头 二哥还在后面跟着 哥你快走吧 一会儿好晚了 电话联系 二哥不言语 我一走他就跟 弄得我莫名搓火 哥你快回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再跟着 我生气了 二哥终于停住脚 对着我的眼张了张嘴 叙叙 要是 还干啥 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别没完没了了 很烦人 那个 二哥挠挠头笑了笑 眼圈却红了几分 你记得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想要啥就跟哥说 哥来不了 就给你游过来 至于沈万通那边 要是他实在不瘦 或是你学不会也没事 那不算啥 即便是命格 一直拿不回来 也不用愁 将来二哥养你 有哥在 你啥都不用怕 啊 我鼻子一酸 有些讨厌的看他 脸朝旁边转了转 帮了一会儿 放下花盆 就跑到他身前 梁友志 我不用你养 我是有大出息的 将来是要给父母养老的 爸都说了 指望不上你 要指望我的 是 二哥眼底盈盈 笑得憨憨的 你多大本事啊 两岁就欺负我了 清风掠过 我气了一声 伸手抱住他 二哥 天上的星星 是五角形的吗 当然 我扯着唇角 闭上眼 用力憋着情绪 月亮里面 住着嫦娥吗 必须的 太阳是个老公公吗 不对 有胡子 我神经兮兮地笑着 松开手臂看他 二哥 我长大了 你不能再哄我玩了 许许 二哥摸了摸我的头 你说啥就是啥 我说你是大狗屁 转过身 我走到前面抱起花盆 头也没回地喊道 快回去 照顾不好家人 你良友之就不配说 自己是扛把子 许许 你照顾好自己 我跨着大步 没有回头 身后逐渐没了声响 走到人形岔路那儿 我小心朝后瞄了一眼 山林茂盛 土道间已经没有了 二哥的身影 心情仍难免失落 我牵了牵唇角 努力憋回眼底的泪 记得我以前问过爸爸 什么时候 才能长大呢 爸爸告诉我 你想要哭的时候 能忍住不哭了 就是长大了 此刻 我想我长大了 呼出口气 我嘴里物资念叨 我可以的 我会好的 为了家人 为了自己 要好好活着 树林中传出声响 我转脸看过去 低矮干枯的草丛 一阵摇晃 没带我看清什么东西 一只野猫 呼地从草丛里 窜了出来 妈呀 我刚被猫给吓过 险些没把 怀里花盆给砸出去 好在那猫没奔我而来 喵屋立声 钻到林子深处去了 心口砰砰狂跳 我谨慎地又扫了一圈周围 不会是那猫人 还跟着我吧 伺机报复 姐姐 你别怕 那就是一只 普通的野猫 嗯 我不 头皮一麻 我神经病一样地四处看 谁 谁在跟我说话 别藏着掖着的 赶紧出来 姐姐 我在你怀里 我一低头 看着抱着的那盆杜鹃 烫手般 就给它扔到地上 哎呀我去 花盆落地居然没碎 摇摇晃晃的 还坐稳了 哈喽 我是一刀苏苏 许许若生 已经上架一周了 怎么样 你们听的可还喜欢 对比书 你命中缺我 是不是又找到点感觉了 是不是觉得 笔质苏可可 梁许许也很可爱呀 在评论区 记得告诉我哟 还有还有 我天天地看着你们 催更催更催更 我更了 抱更抱更抱更 我也抱更了 咱们这样 你们给专辑满星好评 我抱更 好吧 我答应你们的 抱更十天 那你们也要答应我 赶紧的 专辑好评破一千 我给你们抱更十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就这么着 明儿见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你 是一集 我后一几步 唇角都抽出了 你你你你你你成精了 杜鹃花叶片颤动 姐姐 你真的忘了我吗 前些日子 我还跟你说过话 这姨儿 跟我说过话 我颤巍巍回头看了一眼 想着她这声音 你是 你你是在那棵松树上的小姑娘 怎么跑我花里来了 姐姐 我一直在等你 杜鹃花发出的声音很委屈 那时候我的脚没了 我想你能看看我 帮帮我 但是那个男人一撞树 我就很疼 半截身子都让他给撞没了 男人 撞树 成缠吗 我想起那天一声惨叫 是我推着他 重心不稳撞树的 姐姐 这些天 我一直等你出现 你都没有下山 阳光照得我好难受 全身都没了 他说说就像是哭了 杜鹃花瓣渗出水珠 好在 你刚刚把花盆放在了路边 我趁着力气就进到了这里 不然 再过两天我就要彻底消失了 你等等 我有点没听懂 我做着防守姿势 看向杜鹃花 你全身都没了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脏东西吗 脏东西本来就是虚体 是魂嘛 已经没了 还想怎么没啊 不一样 花瓣哭泣气的 还会摇头 姐姐 我太弱了 不是那种可以随意现身 又可以隐身的灵体 本来 本来我脚没了的时候 是可以让你看看我 但是当时 你不沾护身符 没等多说几句 那个男人就来了 他的脚可怕 我差点被他给撞散了 现在 我折了透明的烟气了 如果你不帮我 我就等着消失了 我绷着没说话 听是听懂了 合着 我刚才和二哥告别 是给他提供时机了 问题是 我怎么帮他 难不成把他抱回去养着 你想想就渗得慌 好像是懂我心理 忙到 姐姐 我不吓人的 我就是不想消失 我还不知道 我自己是谁 怎么死的 稀里糊涂就到了这里 你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了 我不想再在树上衣服 最近晚上我有很多野猫 我好怕他们呢 求求你带我走吧 我也自身难保啊 听他说话倒是挺可怜 就是一想那好看的杜鹃花 其实做了个人 心里还是不得劲 我在这儿也是靠沈叔帮忙的 没办法再帮你了 姐姐 你是好人的 他乌叶起来 花瓣流着水珠 像是坐一般朝我轻轻摆动 我先前四处飘荡 会闻很多的气味 有些人味道很酸 那是刻薄之人 有些人很臭 那是肮脏之人 有些人很呛 那是暴躁之人 我跟你说话 一来是你头顶 没有心药的护友 气场跟我接近 二来是你有好闻的味道 这是心善之人的香气 我知道你是好人 汇报我的 我 我这人最怕被戴高帽子唱赞歌 只要是夸我两句 我恨不能自己变成当代水冰月 啥糟活累活都抢着干 有时候一上来那股劲 就跟缺心眼似的 求求你 真的求求你 我看你和哥哥告别 也想我的父母家人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早知道 我就不喝那路上的水了 请许 我现在也能回家了 一听这话 我难受了 境遇相似 那条路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琢磨了一会儿 把他自己扔这儿还真有些不落忍 再说 花是我哥买的呢 我拿出手机 你等我打电话问问 要是沈叔同意 我就带你回去 行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花瓣都要抖落下来了 别急着谢 我先问问 得亏 我在车上存了沈叔号码 想了几声之后 那边接了 我赶忙开口 喂 沈叔 是我 回来的时候 我哥买了一盆花 你要不怕 就带他回来吧 沈叔听我说完 就硬道 鬼是鹦鹉 植物属鹰 所以他们采好衣服 想来他是个小鬼 上路后 家人没有好好发送 他稀里糊涂地 先喝了忘川水 也是一条可怜虫嘛 那 没等我多问两句 沈叔就把电话撂了 不过 沈叔答应了 就说明他没啥危险 我放下手机 走到杜鹃花前 微微去身 你不会在晚上的时候 突然变成个人 坐我抗边吧 我也想呀 但凡我有那本事 就不会这么惨了 这倒是 害爸爸在这迷路的 那个女人 还能拿块破布四处嘚瑟呢 她只能窝嗦在花里 跟我靠在沈叔身边 借光 没啥区别了 我心意横 把花抱起来 成吧 我带你回去 谢谢你姐姐 她激动地连连摇晃花瓣 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报答啥呀 唉 算起来 咱俩都是可怜虫 以后就做个伴吧 那我们就算是朋友了 她一开心 花香就四处飘散了 我笑着点头 对 咱俩就是朋友了 我叫梁徐徐 你呢 我 我不知道 记不起来了 对呀 我忘了这茬 算了 我给你起个名吧 听声 你年纪应该比我小 算我小妹妹 我们俩呢 又是通过这盆杜鹃花 彻底结实的 以后我就叫你小杜鹃 你看行吗 行 以后我就是小杜鹃 徐徐姐姐 谢谢你 嘿嘿 回到院子 许姨应该是被沈叔交代过 没有用我多去解释 小杜鹃的真身 见我把花放在窗台上浇水 还骂了我一顿 哼 她须翼的一口唾沫都能被喷死 你给她放到阳光下 是想让她画得快点吗 再说 我们都在你这屋吃饭 人来人往的 她这个废无恙的 能扛住吗 我被教训得没脾气 咱外行嘛 就容易好心办坏事 但我这个人有个优点 不懂就问 虚心学习 溜着雪衣马屁 我知道小杜鹃这种情况 是最怕洋气的 情况跟我差不多 区别是她死了 我还活着 尤其她现在就剩一履气 想护好她 就得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 还得试个阴凉地儿 本集播讲完 第82集 许一住的这间房 俩屋窗户是朝东的 虽然只有上午阳光比较好 但窗户开得比较大 还是很亮的 安全起见 杜鹃花就放在我炕烧的地角 盖上块红布 等于让她在屋子里 将小杜鹃安排妥当之后 我却去了沈叔正房道谢 沈叔 我 刚进门 我却见沈叔正咳嗽着 喝了一碗汤药 你没事吧 难不成和那个树士 咳受伤了 死不了 沈万通 沈万通喝了汤药 小鬼 安顿好了 我给他起了名字 叫小杜鹃 小杜鹃让我告诉您 说谢谢您 可是他不敢跟您说话 说是怕您 本想抱着花盆过来的 小杜鹃说 沈叔身上的气太冲了 简单来说 他和沈万通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屠夫和猪 猪一见屠夫过来 就会吓尿了 小杜鹃也一燃 哪怕这屠夫不会宰他 他也哆嗦 杨徐徐 我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呀 好的吧 我规规矩矩应声 好消息就是 偷你命格的术士 今天被我伤了 他短期内不会出现 并且他还认为 我道法在他之上 他忌惮于我 那 我心里紧着 坏消息呢 应拼的话 我未必是他对手 啥 我睁大眼 沈叔 您可一下就把周天丽的 小臂拧下来了 林申给我气的时候 特别稳 您的道法明明就是 深不可测的呀 我必须给他 小臂拧下来 如此 才能让对方胆寒 沈万通直白地看我 周天丽是尸体大灵 能耐滔天 先生撞到尸体 都很头疼 你以为我是神仙 能像灭个小鬼一样 随随便便 就给尸体大灵灭了 可是 沈叔一口鲜血 直接喷到药碗里 沈叔 我吓得奔到他身边 你要不要去医院啊 不碍事 沈万通擦干唇角血字 转而看向我 你也看到了这件事 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打算 我 年岁大了 一把老骨头 精力体力 都比不上对方 这段时间要好生休养 日后 只能在有把握的前提下 才能跟他交手 否则 我真就先下去 给你探路了 我眼睛一下就红了 沈叔对不起 我以为 打住啊 沈万通有些失笑地看我 不是先说了好消息 对方也怕我怕得起 梁徐徐 你要知道 即便是入道的先生 甭管多少年 他也是普通人 寻常之时 咱们有十分能耐 一次最多使出七分 留三分防身 若是战场之上 你有十分能耐 要使出十五分 二十分 要让对方以为 你只使出了七分 兵不厌诈 事先一切 都是心战 沈叔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在我心里 他就是个深不可测的人 讲这个 就等于把老底掀开 给我看了 他笑了笑 如果我死了 你更得要好好活下去 不会的 我急得跺脚 您不会死的 那个叔叔才该死 说着 我想起重点 沈叔 您和透我面格的术 是很熟吧 沈万通恩礼一声 有多熟 他叫什么名字 没住处吗 我连连发问 心里着急 人为什么会变成猫 是什么幻术吗 梁徐徐 你遇到的东西 要么是他的同伙 要么是他养出来的邪碎 若是没死 还会再来 你日后 自然就会轻重 沈万通恢复平静 凭着声道 至于那术士 我和他多熟 没必要和你解释 你只要记住 正邪不两立 诚如你哥哥所言 你住在这儿 只是我的施主 是客人 我需要负责的是 你的安危 尽可能地帮助你 拿回失去的东西 其余的 我跟你说了 又有什么用 你能做什么呢 如果 我不是客人了呢 我看了眼 他吐了血的药碗 我做了您的徒弟 您是不是就没必要 再瞒着我什么了 依我现在年岁 很多事 大人都不愿意详细 给我说什么 就像我爸爸 即便我什么都 一清二楚了 可你要是问起 他家里事情 他还是在祸悉泥 理所应当地认为 你太小了 多知道 不如少知道 你什么都解决不了 这可就不代表 我没有知情权了 瞒到我最后一个知道 我就舒服了吗 不 我更难受 我已经有是非观 和思考能力了 就像二哥莫名其妙 让我去学道 如果我不愿意 哪怕他说出朵花来 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神慢通笑了 你还没死心啊 您需要徒弟啊 您将来老了 需要有人将您的本事 发扬光大 神慢通拿出书 慢悠悠翻着页 有知又给你上课了 这回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满眼认真 沈叔 我先前的确没想过做先生 因为我家里没人做这个 我三姑也仅仅是信佛 懂些门道而已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 也想着 这是不是骗人的行道 像我妈遇到的黄道士 她说我命好 我妈就很高兴 我想如果我做道士 看到谁家的孩子 也会说这个孩子命好 上来说人家命坏 那就嘴上无德 不是找揍吗 说到这儿我算明白 为啥说不要随便算命了 玩一玩当娱乐也就罢了 一旦是当真的 对这些赌信不疑的 再碰到一个不咋地的先生 上来说 你孩子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个影谁呢 父母心正点还成 一笑而过 要是多疑多虑了 日后遇到傻倒霉事 都得赖孩子头上 孩子上哪儿说礼去 啥也没干呢 一声是非就来了 那就是我成长路线的 反面教材 沈万通低笑 你倒是会来事啊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词汇量还不够 不会出口成章 只能按照心理的想法 尽量描述表达 沈叔 我是九月初发烧 才接触了这些事 因为我是你们眼中的病人 是小孩子 只能被我爸爸 领着到处去求医问药 找高手保命 最后找到了你 但是刚才在山下 本集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 第八十三集 缓了口气 我抬起还有红稻子的手 我一拳打走了那个猫人 还想一拳打走周天丽 可他太厉害了 我打完他手腕就好疼 是我用您交代的方法 观视墨像 才能一下拧断他的手臂 再几拳打破那些乌云 沈叔 我真的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力气可以这么大 很神奇的感觉 说得激动 我直接比划起来 就这样 我还能蹦起来 一拳打伞闪电 像是个超级英雄 沈叔 我打小就想当大侠的 可我不是个合格的大侠 因为我为了赢总会使阴招 但是今天我会念出那些咒语 都天大雷弓 霹雳震虚空 领兵三千万 列阵黑云中 上打春风雨 下打雨春风 若有不从者 射去永无踪 永和 你还能记住 能的 我连连点头 他一耗信 我更来劲了 您说一遍我就背下来了 我记性特别好 之前我三姑教我背信经 我也很快就背下来了 不信我再给您来一遍 兴着一起 我后退两步 念着咒语 又腾空 来了一个空帆 落地之后 一腿弓起 一腿伸直 右手做了一个剑诀 直指棚顶 眼神跟指尖走 二道飞起的嘴里 还押韵着最后一个字 踪 你这孩子 有点童子弓 我赶忙站直了 扯扯一击 一下子没空着住 展示过头了 沈叔 我四岁学芭蕾 六岁学传统武术 得过少儿组表演金奖 您要不信 我现在还可以给您 打套五步拳 预备是 没带沈叔开口 我直接弓步出拳 十字弹腿冲拳 五步拳 顾名思义就是五步 分弓 马 扑 须 蝎 五种步行 外加拳 掌 钩 三种手型 配合上步 退步步法和搂手 冲拳 按掌 穿掌 调掌 架打等手法 是入门必学的组合套路 马步架打 我打得很快 蝎步勤打 屋内空间再大 也大不过表演台 所以我这发挥起来呢 就搂不太住 差一点 就一圈猫 沈万通眼眶上 沈叔还不躲 得亏我及时收力 须部调掌后 左脚向右脚靠拢 目视左前方 还原成预备式 俗称打完收工 沈叔 你看我行不 说实话 我打得没小时候好 转专业了嘛 一开始学武术时 老师就说 我练起招式 像是跳舞 打得好看 但没有萨爽气 为了纠正这一点 我天天打沙袋 练习爆发力 好不容易改回去 最后又练回艺术体操 还得捡起芭蕾功底 一来一回的 拳脚招式 就有些似不像了 内行眼里是耍大刀 但是架不住 咱自信呢 好歹也是得过奖的 甭管打得标不标准 动作套路 咱没忘 身体指标 绝对够用 沈万通 似被我戳到校学 单手扶着额头 笑得说不出话 我跟着欣喜 揣着点小心思 进门时 见沈叔吐血受伤 我很自责 又不知 怎么去报答 闹一通 也希望沈叔 心情能好点 我的妈呀 他咋还 才艺朕世上了 沈纯良放学回来 不知什么时候 站到窝门前 瞧着我一脸惊讶 爷 他这是为了 拜你为师 都表演上节目了 不关你是 凡人不 又本事 你也来一个绝活 打个圈子我看看 怎么不关我事 沈纯良 理所应当地看着我 不 确切地说 他只是一只眼看着我 另一只眼 长年三点半方向 咱不知看谁呢 爷爷都没收我为徒 为什么收你 连生辰八字都不知道的人 会得画架子就了不起了 都是啥年月了 还练舞 练得再厉害 能有啥用 你能比得过一流烟 啥叫一流烟 纯良 吃笑一声 比划个八的手势 你就算会轻功 我也能一下 给你逼下来 你就算了吧 你那眼神可打不准 你 纯良上来 需要跟我急 我耿着脖子 来啊 谁先出言不训的 沈叔笑够了看过来 纯良 你回屋去写作业 爷 他笑话我 沈漫通神色威力 写作业去 纯良哼哼着 朝门口走去 您要是收他为徒 我一百个不服气 我对他背影 就做了一个鬼脸 不服气你也没招 打不着干巧 凉许许 我立马站得笔直 沈叔 是他想疗愁我的 沈叔微牵着唇角 仔细端详着我 我被他看得发毛 只觉得浑身难受 过了一会儿 他才诞生到 所谓道术 是先有道 再有术 道者 心也 尘垢不沾 俗想兵清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估计于道 换言之 平常心是道 最高的是道 是善德 像水一样 刚柔并济 豁达平淡 我站着没动 听他继续 很多先生 踏道后却忽略了道 紧砖研术 壮四走了捷径 术法精进 名利可得 渐渐地 便会忘记 踏道的本心 明明术无好坏 但因为被有心人利用 变成了邪术 这样的先生 称之为邪师 被正派先生所不屑 沈叔 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曾经 就是邪师 沈万通喝了口水 对着我的眼睛 面含微笑 我十三岁 在港城学道 二十岁出道 李陆功名 很快就迷了我的眼 我一心求术 只要是我不会的 我就举休 结果 你猜我怎么着 您现在很厉害了呀 乾坤通天胜手嘛 他一有所指地看我 没答话 我回过味来 您是说反事 全身落疤了 不止 沈叔很有耐心地回 我身为先生 为无数人家操板丧事 自己父母死时 却不在身边 未曾匹马歹笑 走得相近的亲朋 皆因我而徒生不幸 最后只能逼我如蛇蝎 我结过三次婚 死了三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 怀有双胞胎 难查而亡 一失三命 前后 我一共送走了四个孩子 我抽了口凉气 那 不绝后了吗 本集 第八十四集 沈叔 那您 怎么想开 要改邪归正的 十几年前 我送走了在这世上 最后一个至亲 沈万通 衍生了几分 你说 任我有通天的法术 又如何 却保护不了自己身边人 早知如此 我还不如一早就做个普通人 起码一辈子平平安安 家人和睦 不至于 落得这般田地 沈叔 我不是怎么安慰他 你现在也挺好的 不是还有纯良和许仪吗 他们 都是苦命人而已 沈万通探出口气 梁续续 这行当不比其他 踏进了 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常言道 算命先生没铺盖 风水先生风后代 古人 却没说我们这种 又能补挂 又能看风水 又能驱魔的先生会怎么样 你猜 古人为什么不说 因为 太全能了 没法说吧 沈没法说 死得太快了 见我懵了 沈叔轻轻嗓子 一个先生懂得越多 找他的士主就会越多 他扛起的责任就越大 可这墙中自有墙中手 命又算不了自己 哪里会知道死在何处啊 我算活得长的了 见过太多高手死于仇敌 或是斜碎之手 二十出头 死得不算轻 四五十岁 死得别说少 没了就是没了 本事稍有偏差 就会变成你凉许许 所惧怕的黄土了 我嗓子一紧不敢言语 简单来说 你要学到 就是把头放在了裤腰上 随时做好落地的准备 沈万通正着神色 我收徒不是开玩笑啊 只要这人开口叫我师父 必然要承载一切 修正道 学正法 斩妖邪 梁叙叙 你能承担得起 这份压力吗 我行 我深吸一口气 沈叔 我不骗你 我特别害怕 我不想落疤 但我还是要做先生 我要学正法 斩妖精 如果说死 我现在也是在等死 我想活着 就要为自己拼 像你说的 绝出逢生 我相信 吉人自有天相 我梁许许 命不该绝 也绝不能绝 沈叔 弯气眉眼 你这孩子 倒是很有勇气 您就收了我吧 我巴巴地看着他 不管怎样 我都希望 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日后 就算我命格拿回来 我也不会变心 这辈子都要做一个 好先生 好先生 梁许许啊 你知道 我欣赏你哪一点吗 不知道 我老实地摇头 我有点挺多的 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点 沈叔忍俊不禁 直指心口 这里 你的不错 心 我心不错 他点头 世人都说 人性本善 我认为不尽然 一个人 即便他本性良善 但若生在暴力之家 亦会让他扭曲无情 一个人 若本性邪恶 可生在这品格高尚的良善之家 也可矫正思维 或许成器 为根结底 人的天性 必由先天和后天组成 你天性聪颖 活泼开朗 后天家庭环境虽然一般 却没有给你教化的任性妄为 娇恨马虎 算是令人欣慰啊 我家庭环境一般 只家里有我二哥那号人吗 我掐着重点 沈叔 那您是愿意收我为徒了 你的心思纯正无瑕 倒是不怕入邪门 至于收你为徒 沈叔语气一顿 我急得很 沈叔 我保证不会给您丢脸的 我现在虽然是阴人 可我命格迟早会拿回来的 退一万步讲 您也说阴人可以学到 我很好学的 要不我再给您耍套剑 我耍剑可好了 罢了 沈叔对着我挥挥手 看你心诚 我给你个机会 谢谢沈叔 别急着谢啊 沈叔指了指西厢房 有间屋子放的都是书 你见到过 正好你需要四十九天 浮石花瓣 我就给你四十九天去看书 若你能看出些名的 我再考虑 沈叔看哪板 东乡房 哪可以屋子书啊 随你 沈万通又喝了口水 到分山 一命相补武术 山术又叫仙术 通过阅读悬点 识耳 单法 拳法 筑基 符咒 从而超脱 身心修成正果的秘术 一术分阴 病 阳病 阳病可以理解为重要学 阴病就是术法 符咒 匠心 命补之术 则为八字推算 紫围斗术 奇门遁甲 梅花一术 六人神刻 太乙神术 桌子种种 像呢 像天 像地 像人 像地就是风水 有行鸾风水 礼器风水 其中还分行士派 鸾山派 三合派 玄空派 八宅派 像人 意识面相 手相 身相 骨相 身相 毛发 志相 甚至气味 光耀 我特别出息地 听懵了 神叔 这些书我可能 看完 怕给我自己送走了 要做我的徒弟 就得全都了解 神漫通看着我 所以我说没天分地就不要入道 学些皮毛又成不了大气 何苦给自己找最受呢 一听这话 我小豆子立马就燃烧了 神叔 我肯定全给他看懂 您瞧好吧 背书吗 我在行 话别说得太满 你拿到书 只能来我这间房子的隔壁屋子看书 也只能在那里看 不可回自己房间 起扭巴鞋地躺在炕上 胡乱翻看 明白吗 我正了正 他正房的隔壁屋子 我没进去过 但走过往里面瞅过 那屋里没炕 只有一张高桌子 上面供奉着牌位 下面还有两个蒲团 但是牌位上没字 不知供奉的是谁 神叔 我是要跪在蒲团上看书吗 没错 看书的同时观乡 只要在四十九天内 你能开悟求得悔根 就说明这行饭你可以吃 届时 我会根据你的造化 斟酌 是否收你为最后一个徒弟 成 沈叔最后一句话 让我不敢有意见了 观乡不会 那就硬看呗 实在不行 让二哥给我游进来一本乡谱 不信 整不明白它 爷 沈纯良从门外冲进来 您怎么还给他机会了 我被他吓了一跳 合着这小子没走 一直藏在门口呢 本集播讲 第八十五集 沈纯良 我也给过你机会啊 沈万通灭无表情 你官乡一直没开始 老天不给你饭吃 我也没办法呀 爷 他更不行的 我抿着唇脚耸肩 走走看咯 纯良 纯良委屈的呀 大姑娘似的还哭了 大鼻涕一甩 他扭头跑了 余乃 我爷偏心了 我紧张了一丢丢 在人家爷爷面前 是不是有点太得瑟了 太不低调了 可沈纯良的确过分呢 好在沈叔没说啥 对纯良这出似见怪不怪 我放心地准备回屋 收拾收拾 明儿看书 顺便问问二哥到哪了 好消息必须跟他分享 刚抬脚 沈叔又叫着我 梁徐徐 若你求得灵悟会根 我会另外给你三个考验 不要让我失望 还有考验呢 沈叔 啥考验 没想好 行吧 我点点头 看着他却不着急走了 这回换沈叔莫名了 你也看我做什么 沈叔 那个 您白天给我吃的福祉里 不是放头发了 很难验啊 怎么 你还想吐出来啊 不愿意吃就少出门 省得碰到邪碎 我跟着收累不说浪费毛发 我没说话 出门去许仪那儿 要了一个推子回来 沈叔 您介不介意剃个头 我这事儿可能得持续浪费 您屋黑亮丽的秀发了 沈万通一愣 当即失笑 挥起手 滚滚滚 当晚我回屋 就给二哥拨去了电话 想问问他到哪儿了 顺便分享一下好消息 甭管怎么说 咱第一步迈出去了 至于沈叔和对方交手后 受伤的事儿 没必要聊 沈叔似乎是把底牌给我们看了 在我们心里 他不是个神乎其神的先生了 但间接地 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沈万通 乾坤通天圣守 亦是普通人 我和沈叔的距离 无声地拉近了许多 同时 我也更加清楚我的处境 电话拨过去 一直没人接 就在我急得 煮热锅上蚂蚁时 听筒里终于出现了 彬子哥的声音 他说二哥车胎到了大宝县 就扎了 没办法 只能把车送回去修理 俩人聚头之后 找了一间宾馆休息 结果 他睡觉 就梦到了一个长头发女人 坐在床边梳头 还让他少管闲事 他吓醒了 见手机在响 我二哥却怎么都推不醒 雪雪 怎么办啊 你用不用把志哥送医院啊 我们这是被鬼压床了吧 彬子哥慌得音调都变了 我也紧张够呛 这才想起来 二哥手包丢了 护身符肯定是让他放手包里 一起没了 彬子哥你先别急 我去找沈叔 都怪我 当时就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 完全忘了护身符这茬了 二哥能顺党就怪了 好在沈叔没睡下 接过电话 就长线指挥彬子哥 问他手边有没有筷子 彬子哥说 有吃盒饭剩下的方便筷子 沈叔就让他用筷子 加我二哥的右手中指 同时 让彬子哥找服务员 要来一根缝衣针 加住二哥中指的时候 用针尖戳破指腹 问彬子哥 血是什么颜色的 颜色发黑的 黑色 是梦魇 陈彬 你出生年月日多少 我是八六年六月 彬子哥说了一串数字 沈叔听着点头 疏忽的 可以 你冲凉友志脸上撒泼尿 冲一下 他就会醒了 撒尿 我懵了两秒 就听彬子哥挑高声音 沈大师 这不好吧 这哥是我老大呀 我要给他尿了 回头 他就给我谢了 这话不假 从我有记忆起 彬子就是我二哥跟班了 换句话说 就算不是跟班 谁被人尿一脸 都得急吧 有志会理解的 沈彬 梦魇的时间不能长 会在梦里没命的 你快点 那 那 我这 我这着急忙慌的 我也尿不出来啊 我这 硬尿 沈叔这两次 说得我很耳熟 他还把手机 朝我送了送 梁徐徐 你跟陈彬说一下 这件事 你有经验 我有啥经验 我又没尿过别人 心里付菲 我还是对着手机开口 彬子哥麻烦你了 救命要紧 我二哥不会怪你的 快尿吧 彬子没动静了 我憋着口气 隐约听到哗哗水声 他还挺给力的 对 彬子 怎么还下雨了 二哥醒了 没带我惊喜地喊他 二哥就扑了一声 破口大骂 我靠 这个嗦儿 陈彬 你个毒子活腻了是吧 用尿子老子 误会啊 二哥 彬子委屈得不行 我是为救你 这是沈大师交代的 你看电话还通着呢 许许 许许可以作证的 许许 二哥很懵 我忙不迭对着话筒 一阵解释 才算给二哥刷刷安抚 后面的事儿就简单了 沈叔吩咐二哥 把屋里灯全部打开 当晚不要再睡觉 天亮后 让他们俩去火车站晃一圈 总之 就是要去人很多的地方 用人气冲冲阴气 等到阳光出来 再在阳光下走走 晒晒后背 养足阳气后 把车留在当地 乘坐火车回临海 日后再找别人回来取车 当然 重要的一点是 二哥到家前不能洗脸 斌子哥那属相 能镇压邪气 如此可保一路平安 省得回镇远山 再求护身符了 二哥倒是照做了 最后也平安回到临海 我接到他回家的电话 就安心了 对二哥具体的心路历程 也没敢细问 约么他顶着一张 被尿洗得还洋装无事的脸 一路底遭不少白眼 对斌子哥都得有阴影 二哥还在电话里 跟我抱怨 说不应该叫斌子来接他 虽然那小子帮了他 但是斌子吃东西是出了名的 重油重辣 火即可重了 弄得他回家好几天 还没有食欲 洗吐露皮了 还觉得自己骚气 还不忘叮嘱我 叙叙 这事烂肚子里 千万别说 不然 可以后就没脸混了 放心吧 只要斌子哥不说 就没人能知道 我闲得抽风出门跟人家讲 我清哥曾被尿资醒过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八十六集 经历个小小插曲 事就算过去了 我随后就跟家人说了 要拜师的想法 二哥是全权支持 恨不得放鞭炮祝贺 我不但听了他的话 还能让沈叔松口气 在他看来 我离人生边风 好像就差大拇指和食指 捏起来中间的 那缝隙一点点了 只要沈叔一点头 大拇指和食指就能合上了 不过 我爸妈不同意 妈妈态度算是模棱两可 她既希望我多会一点本事 又害怕这一行有危险 爸爸则是很坚决地反对 只问我是不是疯了 哎呀 叙叙啊 你忘了方大师了呀 他爷 他爸 他那腿 他家门前那些 坑你全忘了呀 就算你忘了 方大师那一家三代 那后脑勺被砸的呢 那个挂树上的呢 你爹我把他 从树上弄下来之后 他可是连哭带好的说 这辈子都不敢再 靠这行挣钱了 哎呀 这都是吓破胆了 叙叙啊 这都是血淋淋的例子呀 爸爸隔着话筒都要吃了我 哎 老闺女啊 你学个吹拉弹唱啥的 把都不拦你啊 这行人要命的呀 哎 你哥他目光团浅 他就看到了 沈大师怎么挣钱了 他没看到沈大师 被咬大脖筋的时候啊 你别听他的 人这辈子安康是福 学什么道法呀 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啊 爸 沈叔没被咬过大脖筋 我蓄里力争 再说 沈叔的本事您是看到的 现在不是您同不同意 而是沈叔收不收我 哎 我不会让沈大师收你的 我主意定了 爸 我就是要学 哪怕以后被咬了大脖筋 我也乐意 你要续学 我要学 我人生第一次 撑着脖子和爸爸叫 我喜欢 爸 我长大了 我能为自己未来拿主意 那个偷命格的人 为什么能有事无恐 他就是觉得我太弱了 我好欺负 哪怕我在沈叔的帮助下 拿回了命格 你确定以后 不会有人再遇到我 这种事情吗 我运气好 给了胡姑姑风筝 能被指点找到了沈叔 其他人呢 遇到就等死吗 爸 我踏到 就能帮助别人了 哎呀 叙叙啊 我知道你这孩子热心肠 但是呢 个人各有各自的福气嘛 你胳膊伸不了那么长 听爸的啊 听爸的话 安心地就住在沈大师那儿 等你命格拿回来 很难 爸 那术师和沈叔交了手 我看到了对方的能耐有多大 沈叔他 他需要一个土地 而我也想做他土地 即使我现在不适合 那我会努力让沈叔看到我适合 爸 求求你 就让我试试吧 哎呀 儿大本有娘啊 哎呀 这样 薛薛 爸不逼你 你先试试啊 要踏到的人呢 我听说都得有一些神通的 规矩很多的 如果你不是那块料呢 沈大师不收你 那你就断了这个心思 不许再跟家里人来讲了啊 好 不过爸爸 我觉得我行 徐徐啊 这一次啊 爸爸真是希望你不行了 最后 他还是那句话 女孩子为什么打打杀杀 享福就好了 我无话可说 我也想享福 可是老天爷不答应啊 大概我前面十二年 想的福气太多了 他一下子就给我全部抽走了 我现在的决定 仅仅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梁徐徐 令我意外的道士三姑 他发来信息说 很支持我的决定 当然 他的支持并不是无中生有 或是听了二哥的劝说 而是他认为沈万通 能在短时间内 一下抓住我的正洁关键 并且迅速安排明朗 是有大本事的人 文妥起见 他还去庙里 找了赠我护身符的大师傅 咨询了我这件事 大和尚说 我已经身处绝境 前路茫茫 若是能入道门 反倒能劈开一条生路 寻得光明 以此种种 三姑认为 我若能拜沈万通为师 是造化 徐徐 你父母那边不用担心 我去劝他们 三姑给我发的信息很长 许是奶奶在旁边 打她电话不方便 也有可能 是她现在咬字不清晰 就不愿意说话 跟我的沟通 就习惯发信息 记住 一念余即波惹绝 一念智即波惹生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听从你自己的心意 只要是对的 善的 你想要的 就去追寻 我按着键 给三姑回信息 三姑 现在是我一头热 闪书 只是给了我机会看书 还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口号归口号 心里还是慌的 毕竟有唇梁在前 小老哥起点比我高 从小又耳辱目染 他都不行 我这半路出家的 难免犯嘀咕 我的侄女我清楚 没问题的 徐徐可不是会说 丧气话的孩子啊 我对着屏幕 扯扯唇角 手上按着字 三姑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我打你啊 三姑故意打出 几个感叹号 是姑能力不行 轻敌了 这件事即便不是对你 对任何一个人 姑也会这么帮忙 换句话说 你这件事啊 给姑提了醒 让我知道了 阴阳道行的深浅 不是我念了几年经 我就有作为了 姑姑还差得远呢 徐徐 你一定要有大出息 不然就会像姑姑这样 栽跟头了 三姑 我要是能拜师 一定会好好学 为你报仇 为我自己报仇 好 姑姑很欣慰 三姑先回了一句 又给我发来长篇 徐徐 我现在陪你奶奶在农村 你父母那边很乱 风言风语很多 学校那边给你办了休学 若是沈万通收你为徒了 即便命格拿回来 你也在那边上学吧 道述我明白一些 看书本都是皮毛 高深的都得口传心受 你要是拜了诗 就得在沈万通身边 不能离得太远 我对着屏幕点头 好像三姑就坐在我对面聊天 庆幸的是 家里有个懂些讲究的 能少费我很多口舌 这就跟我早先学武术一样 因为我学的是套路 爸爸找的一家武校 我的教练是武校特聘的 他在校外还有一间武馆 他说 他小时候就是跟师父学武术 学成钱 和师兄弟就在师父家住 老一辈的传统 尤其是小众内传的功夫 出师前 在师父身边守着 得跟没有血缘的亲儿子 一样伺候师父 学道法 规矩也是大差不差 换句话说 就算沈叔说 不用我在身边 让我捧几本书 回林海自学 那我遇到看不懂的地方 还得打电话问 或是跑回来 效率太低 莫不如就在沈叔身边候着 既能增长见识 又能活学活用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八十七集 三姑信息进来 许许 不练艺术体操了 你不遗憾吗 不遗憾 我们队里有十多名队员呢 没有我 还有其他人 可沈叔的徒弟只收一个了 多少有点不甘心吧 可如二哥所言 我可以把它当成个爱好 去发展吗 像我喜欢武术 也一直没有扔下 沈叔不一样了 他年纪在这儿 过了这村 可就真没这地儿了 许许 你能这么想 姑舅放心了 你父母交给我 回头家里的事顺一顺 我会去到你那儿 见见这个沈万通 拜师是个大事 不能光靠你个小孩去说 咱们大人得出面 一定要拿出诚意 三姑 家里现在很乱吗 爸爸妈妈和二哥都不想说 大姐连我电话都很少接 我真不知道 家里啥样了 你小孩子家家的 不用管这些 过好你自己 又是这样 我面对着屏幕叹气 二嫂呢 二嫂和我哥还好吧 她俩能有啥事啊 我看着信息 都能感觉到三姑的敷衍 你二嫂那人 你还不知道 就是心言小 对有志看得言 这掉了个孩子 心情不好 赶上家里条件差了 难免会闹些情绪 怎么 你二嫂跟你说什么了 就是二嫂孩子没了 我觉得 我一下按出一串 省略号发送了 三姑回得迅速 叙叙 你可千万别 往自己身上合奖 朱小林人品不怎么样 真的赶不上 你哥先前处的 那个对象 早先朱小林 不就是先怀孕 才逼着有志结婚的吗 现在开你家破产了 他捞不着油水 又开始找茬 不过你别担心 有志回来了 他能挣住小林 你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自己 你好 家里就全都好了 明白没 我咬了咬唇唇 回了一个字 嗯 记得朱小林 和我二哥谈恋爱时 家里是不同意的 因为朱小林 跟我二哥一样 都是混子 但是那阵 我二哥刚刚经历一场 备受打击的恋爱 就是我哥的前女友 和他结缘的 女大学生 夏兰兰 夏的父母都是高知 家里人看不上我哥 即便我哥和夏兰兰 爱得死去活来 俩人都在胳膊上 闻了对方的名字 我哥还为了他 天天钻图书馆 就为了占一点文化气息 也被他家里人 觉得一文不值 夏兰兰父母 还跑到我家指责 说我哥把他孩子带坏了 居然让他们孩子纹身了 我爸妈那个时候 特别喜欢夏兰兰 她说话细声细语 看我哥时 永远温柔甜静地笑 我哥在他面前 也乖得像猫 俩人什么都不说 就坐在那里 都能溺火地 空气里冒粉泡泡 我也喜欢他 他会给我弹琴 纠正或英文发音 还对我偷偷说 徐徐 我做你嫂子好不好 我真的好喜欢幼稚啊 你说 他怎么这么帅啊 所以 他家人一来 我爸妈就说 如果两个孩子真心好 大人不要拦着 有什么条件 你们就尽管提 车房 我们家都会给买最好的 夏兰兰爸妈 仿若受到奇耻大辱 他爸爸指着我爸的鼻子说 你家有钱怎么着 比你们家有钱的人多的是 而文化和素养 是你们这种土大款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我爸当时就没动静了 土大款三个字 是他的命门 闹到这一步 我哥也没说恼火 还去夏兰兰家道歉 说他准备去读电大 充实自己 争取匹配上夏兰兰 结果就是闭门羹 吃了个够本 后来夏兰兰他爸妈 就在家里闹病 今天血压高 明天心脏病 还以看病为由 将夏兰兰弄到了国外留学 藏了他的护照 让他回不来 夏兰兰大概也是心力交瘁 就给二哥来电话说 分手 我二哥受此打击 一蹶不振 恍惚了大半年 能出门了 就把夏兰兰名字的 纹身给洗了 洗完有印子 他就纹了一条 盘壁笼遮盖 整个人又开始不着四溜 天天玩 混着混着 就和朱晓琳 混出了一个孩子 我二哥好像 还不想负责 朱晓琳就直接找上门 我爸妈才知道 二哥在外面做了错事 为二哥仓促安排了婚事 硬说的话 朱晓琳和我二哥 算是先结婚后恋爱 虽说这孩子后来掉了 朱晓琳脾气急 经常乍乍乎乎 不过 他和我二哥的婚后感情还不错 可能我二哥也觉得 愧对朱晓琳 对他很好 我爸妈也说 需要朱晓琳这泼辣性格 管着我二哥 有一说一 朱晓琳婚后 对我父母很孝顺 还会陪我奶奶看电视剧 对我更是没说的 比对他亲妹妹 朱晓琳都好 所以 我心里很认可这个二嫂 即便她和夏兰兰之间 有一些差距 那只能说 人和人之间本就不同 学历 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这一次 朱晓琳因为我家破产和二哥闹 我想到她刚掉了孩子 可能是口不择言 能理解 还有点愧疚 三姑让我别往自己身上合计 我怎么能不合计呢 徐徐 你奶奶很想你 我跟她说 你训练忙 静止打电话 你也别联系她 往先撒着 走一步看一步 啊 我的心像是被浸入水里 涮呢涮呢 拧出来滴滴答答的水 没有再回信息 三姑又给我发了一条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默默地坐着 低头看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 水瓣砸落上去 我擦了擦瓶 可总也擦不干净 眼前都模糊了 屋里怎么会漏雨呢 抬起脸才发现 原来是我不争气地哭了 过了两天 妈妈给我来电话 她的意思就是我去看书 真入门了 喜欢了 她没意见 要是不行 正好顺了我爸的心意 不管怎么样 她都希望我好 学什么不重要 这辈子能过得平安幸福就好 雪雪 妈妈现在走路不行 管不了你太多了 你三姑说 学这个对你好 能有出息 妈寻思了 你出不出息也无所谓 就是别出事 妈老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啊 妈就不活了 我听着手机说不出话来 只是觉得妈妈说的话 好像有味道 越听 嘴里越咸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八十八集 我一直记得黄道士的话 我女儿是老天爷赐给我家的福姓 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妈妈想 这次就是老天爷给的一点小考验 我女儿肯定会没事的 坏人一定会遭到报应 雪雪啊 妈妈想你啊 也不知道你住的好不好 吃的好不好 可我现在都不能去看你 你一定要好好的 学啥都行 就是得好好的 嗯 我压抑着情绪 我会好好的 妈 别担心我 等这件事过去 我们一家人都会越来越好的 你相信我 相信我 日子一下就平静下来 我的人生掉转了航向 曾经的很多事都与我无关了 命运似乎是抛弃了我 让我在千万人中 成了那个没有大运加持的倒霉蛋 同一时间 依然给我开启了另一扇大门 每天 我都会吃一片花瓣 再去书屋里 挑一本顺眼的书 拿到正房中 供奉无字牌的那间屋子里 跪在蒲团上 关上房门 默默阅读 沈书不会规定 我一定要看哪本书 也不限制我的阅读数量 我可以随便看 那间放书的屋子 完全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既然放开了手脚 我自然想要沈书尽快看到 我的天赋或者是灵物 不想被沈纯良比下去 一到那书屋 我三下五除二就报了一堆书 准备作战 泛黄的书本摊在地上 周易 梅花艺术 皇帝内经 还有啥 地理舞绝 巴拉巴拉 里面还夹了一本 中草药大全 我跪在蒲团上 硬着头皮就先翻看 地理舞绝 四生三合是天机 双山五行全秘绝 啥意思 看不懂 换 我拿起梅花艺术 金生水 水生木 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挂以巴除 凡起挂不问树多少 即以巴做挂树 过巴树即以巴树退除 以灵树做挂 啊 咋还有数学题呢 看到下面更是晕 两个叉念什么字啊 叉一下字典 知道念瑶 然后才能继续 哦 反起动摇 以重挂总树除六 以灵做动摇 到底除八还是除六啊 给我整懵了 念着念着 我就开始点头 睡着了都不知道 直到额头 砰的一声触地 我一个机灵就给自己疼醒了 感觉还是没看对 除来除去的 加上很多横杠图片 长长短短 叫啥护挂 给我看的就像是 视力检查表似的 眼神都不好使了 再换 周易开始 前三连 昏六段 又是一忧点头 我就纳闷了 再一看这些书 睡眠质量就瞬间飙升了呢 比催眠曲都好用 三天后 我已经是看啥啥迷糊 瞅啥啥不对了 被捧了十二年的人生 走到今天才算是明白 追求这个东西 俩字 遭罪 什么阴阳啊 五行啊 八卦呀 混合在脑子里 全成了浆糊 最丢人的是 有几次睡着了 还让沈淳梁撞上了 这老小子好像 就是故意藏在门后 等我额头快出地的时候 就以掩耳不及盗铃 之势冲进来 梁徐徐 让我逮着了吧 我就说了你不行 爷 你快来 梁徐徐又睡着了 我尴尬的呀 擦着口水让他别喊 生怕沈叔过来 看到我这副摸鱼的样子 至于观香 更别提了 书我都看不明白 哪有功夫看香啊 况且 沈叔让我看的 不是三根香 它有一块很大的木头 油乎乎的 黑了吧去 样子很难看 他说那是沉香 也不是木头 而是沉香树 分泌出来的油脂 油脂形成的凝结物 就是这块东西 需要的时候 会刮下来一些 点燃就是香 味道很好闻 操作过程 在我看来很麻烦 沈叔有一个罐子 要先将香灰放在罐子里 一点点压平 这个步骤 能给我看睡着 但他做得很入迷 说是静心 然后用羽毛 把香灰扫干净 重复压 最后 弄个模具在上面 专业名词 好像叫香传 或是香榻 再往香榻里 添一些刮下来的沉香 引燃之后 盖上镂空盖子 烟雾鸟 就让我观这个 香谱都无解的 晚饭时 沈淳良还不忘 大力描绘一通 我睡着时的模样 说我跟瞌睡虫 有一拼 爷 你就不应该给他机会 他比我还没造化呢 我不敢吱声 的确看不进去书 可描着沈叔 他像是没有听到 沈淳良的话 也不问我 看书看到哪了 看出啥学问了 每天该忙啥忙啥 像是忘了 我们俩先前的话来 但是吧 沈叔越不关注我 我越过意不去 总觉得拍下的胸口 变成了打在脸上的巴掌 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 自己就这能耐 特别郁闷 不用四十九天 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有了放弃的想法 可能自己 真不是这块料 徐徐 说看咋样啊 晚上回到屋子 我躺在炕上 和二哥通电话 哦 我正看着呢 你慢慢看 不急 咱高低得让那个沈大师 看看本事 啥会跟灵物 往道上一引 就全都有了 三姑都说你没问题 哥相信你 二哥 我 我脸胀的 恨不得抠抗袭 我可能 徐徐 你嫂子那边喊我 你等一会儿 我怎么能和谁打电话 我亲妹子 回家了 你还净事事 等一会儿 看我不削你的 二哥在那边喊完 又加快语速 对我继续挡 徐徐 你那儿还缺啥吗 哥给你游击过去 不用 我缺啥就去买了 爸爸给我 游来了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两三千块 我在这儿 花钱地方也不多 能用好久了 那行 先不说了 我和三姑等你好消息 要事定了 我们一起去看你 加油 徐徐 我妹妹是最棒的 放下手机 我常常叹出口气 像是要拼命奔跑 奈何鞋不跟脚 脱了鞋又会扎脚 总有种处处受限 利有未歹质感 原来很多事 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的 我翻了个身 抬起手腕遮住眼 该怎么办啊 徐徐姐姐 你心情不好吗 我恩了一声 躺着没动 屋里没人的时候 小杜鹃就会跟我说话 抱她回来这些天 我们俩倒像真正的朋友了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八十九集 为什么会心情不好 沈先生说你学得慢了吗 没 我坐起身 有些失落地看向墙角的花 沈叔可能是懒得说我 小杜鹃我太笨了 连书都看不懂 虽然有些字不认识 可就算把认识的字连起来念 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沈叔说 有灵物的自然会懂 小杜鹃 我可能就是没灵物的人 做不了先生 为什么要做先生 花瓣轻轻颤动 我最怕先生了 煞气很重 你不要做 傻瓜 我难看得笑了笑 我做了先生才能保护你 保护家人 保护我自己 不然遇到邪碎 我们就是废物 还得麻烦别的先生保护 对不对 这倒是 你做先生 我不会害怕 小杜鹃似懂非懂 可是 你怎么知道自己没灵物呢 你才看了几天书 我就是不行的 我低下头 最早 最早是二哥跟沈叔说 要收我为徒 沈叔让我看香 问我那香说了什么 我都看不懂 香烧成什么样 就是 左手边的 微微弯曲 中间圆圆的 右边还搭拉下来了 正好有本子和笔 我拿过画了画 抬起给小杜鹃看了看 就这样 我看完感觉手很热 浑身有力气 但是沈叔说我没读懂它 只是能感受到 表明能踏到 但是资质一般 这香再说 天赐金仙灵 功德双圆满 可喜放心 小杜鹃花瓣正产 徐徐姐姐 你这个香语是大吉利的 说明你很有自知啊 啊 小杜鹃 你会看香头 我不知道 它比我还懵 但这个一看就明白了 这香头很好的 你一看就明白了 小杜鹃 这就是灵物啊 无视自通的灵物啊 你才是最有 自知入道的先生人选啊 徐徐姐姐 我已经不是人了呀 小杜鹃壮似苦笑 我要怎么当先生 命都没了 对不起啊 小杜鹃 不过你真的没学过 看一眼就懂了 我怎么学 你没人教我呀 不过我死了之后 有很多东西 莫名其妙就懂了 我会闻味道 变善心 还有 我知道要依附植物保命 可能看香头 也是做鬼 会有的本事吧 徐徐姐 我可以确定 这个香头是说 你可以入道 而且会有大作为 真的吗 让他这么一说 我这星星之火 又要燎原了 沈万通是大师 他要是不想收你 为什么还要给你机会呢 徐徐姐姐 沈先生一定是在鞭策你的 谢谢你了 小杜鹃 我又有斗志了 我振臂高呼 许仪在房门外 猛的一踹 杨徐徐 再吵吵八伙的 我跟你争出去 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再跟你盆花大呼小叫的 我明天就给它砸了 小杜鹃花叶立马蔫了 恨不得缩成花孤朵状 我伸着舌头笑笑 也老是躺到炕上 关上灯后 给小杜鹃照上红布 轻声道 晚安 明天又是努力的一天 次日 我吃完早饭 又精神抖擞地去 沈叔隔壁房间 继续奋战 不过 我这斗志就跟 手机电量似的 一到晚上 就消耗差不多了 经常是上午精神百倍 下午蔫了吧唧 跪得腰生疼 丑啥啥不对 偶尔一转眼 还会对上纯粮 潜伏在门口 等着我看笑话的脸 时月末 天越来越凉 跪着不动 更是冷 睡着倒不至于了 就是闹心 着急 若不是小杜鹃 每晚都给我加油打气 用最初的箱头 安抚我 让我坚信 我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我真要坚持不下去 梁徐雪 你真不行 别白费力气了 我看着书不瞅他 今天是十月二十八号 到十二月八号才是四十九天 不到最后一天 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这货现在是跟我杠上了 只要他在家 就守在我屋门口 用语言攻势让我投降 好像我不行了 他沈淳良就能行了似的 那我就等到十二月八号 沈淳良靠着门框 口吻欠奏如初 梁徐雪 到时候你不服气也没辙 这行就是这样 死学不成的 你得靠悟性 没悟性 你就是把书翻烂了 也是学不会 你滚 不爱搭理他 在这住了一些日子 山上撒人脾气秉性 算是让我摸透了 沈淳呢 一个字总结 忙 虽然说 他每天就接待一个侍主 可来人经常就是待一小天 算命的是近无聊 驱邪是在院里忙活 我没事还会看热闹 看着沈淳倒是很威风 不过 他自上回交手之后 身体就变得很不好 每天都要喝很多汤药 时不时的还会咳嗽 偶尔会有人请他出门去看风水 沈淳会走个四五天 回来之后也不多言 对施主的身份隐私一概不谈 日常的生活作息很规律 闲来无事会跟我斗斗嘴 至于许怡 这老太太算是让我爸说着了 刀子嘴豆腐心的典型 越相处 的确跟我三姑越相似 她天天骂我和小杜鹃聊天 是发神经 还总说要砸了小杜鹃 可她不但没砸 还时不时地会给小杜鹃浇点水 是是肥 照顾得可细致了 只要是我换下的衣服 许怡就会拿出去洗 但是她做这些的时候你不能问 不能感谢 就当没有看到就成 不然她会说要用水浇死小杜鹃 还说她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花 看到闹腾 我要说自己洗衣服 她会说你想浪费她洗衣粉 洗得不干净 亮在院子里碍她眼 沈纯良如果穿得少了 许怡会扯过她给她套上衣服 嘴上骂着咋不冻死你呢 心口不一 出力不讨好行 受累命 我打小接触三姑那个性格的人 所以对许怡这模式还很适应 甚至很多时候都觉得她很可爱 她弥补了三姑没有在我身边的缺憾 可要说许怡完完全全像我三姑 也不是 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人 就像许怡 她有个和我三姑毫不相同的爱好 听音乐 纯音乐和流行歌曲啥都爱听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给 第九十集 许怡和纯良那屋有音箱和电视机 她时不时就会放点曲儿 歌一般是老歌 比较诧异的是 许怡有时候会放芭蕾舞曲 循环播放 不过咱不敢去说喜欢听舞曲 她放啥听啥 最逗的是许怡来的兴致 会不分场合 只要她想听了 就得放 即便沈叔正给人看事儿呢 她那边就放上来 你就看吧 施主躺得满院子打滚 家主紧张兮兮 哭声阵阵 许怡磕着瓜子 靠在西厢房的窗边 欣赏着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哼 施主家属都懵了 谁甜蜜了 我当时拿着书 趁脖子朝院里瞅 真哭笑不得 场面老一言难尽了 沈叔还得去喊她 把音响关了 许怡才磨磨蹭蹭执行 下一次呢 依然如故 犯了再改 改了再犯 老千锤百炼了 你要说用耳机不行吗 你来兴致了 就自己用耳机听呗 省得打扰别人 许怡不干 她说 她就喜欢歌曲 回荡在空气中的感觉 求的就是那种立体音效 乐曲在山峰间穿梭 天地沉浸其中 常言道 读乐乐不如重乐乐嘛 你不乐 那没办法 反正她是乐了 用耳机干把她听 没feel 谁都说不得她 急了眼 她连沈叔都敢骂 你说 吓不吓人 好在许怡也不是天天放歌 具体哪一天来兴致 就看上门的侍主 点子正不正了 总的来说 她的确是个病人 情绪不受控制 心眼挺好的 异于常人的处事习惯 我也能理解 而这仨人里面呢 最让我闹心的 就是沈纯良 按说我俩就差了两岁 她还发育迟缓 站着没我高 学习不咋地 心理上跟我算同龄 相处时间长了 咋说都能亲近一些 不说一起玩 做个朋友 偶尔聊聊天总可以吧 可她 连和谐共处都做不到 为啥呢 老小子可能抬杠 起屁 我多少次 都想着和她好好处 不看僧面 看佛面 人家好歹是沈叔孙子 早上起来跟她打招呼 我说早上好 她说看到你就美好 我说是什么呀 她说你瞎呀 没长眼睛呢 这都没办法愉快地聊天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烦我 特别烦 大敌也跟沈叔 给我机会有关 她特别怕我成为 沈叔的徒弟 从而衬托她的不行 所以 她时不时就拿话刺我 我忍一回行 回回都这样 我也憋不住 心里不爽了就对她 许姨被我俩吵烦了 直接说 你俩要是能打 就出去打 分出个大小王之后 就别忙到人 我寻思 那正好 咱俩就练呗 沈纯良还不跟我练 蔫了巴基就拿话扎我 放学回家 她也不看书温习功课 最大的爱好 除了吃 就是看电视 山上电视频道少 也就能看看新闻 但是有DVD 她会去镇里租碟回来看 啥剧都不挑 偏头取一放 她就目不转睛地看 经常看了啥电视 她就学里面台词 上回农历十五 她犯病 人就开始不正常 在院子里 用头顶着树转圈 拉墨似的 我生生转了一个下午 她还不迷糊 我头一回觉得 有人犯病 比不犯病好 起码 她犯病了嘴不欠 整个人特无害 晚上许姨去扯她回屋 都等你吃饭了 谁等我吃饭 纯良额顶都被磨掉一层皮 红乎乎地 跟拔了火罐一样 对着桌面上的我和沈叔 你瞎呀 许姨没好气地 给她盛好饭 快坐下吃 纯良打量了一下饭菜 微微眯眼 怎么没有竹虫 我他妈看你像竹虫 许姨骂得她 我直逼一笑 刚要吃饭 纯良就站在饭桌旁 轻轻嗓 我不是竹虫 现在我向你郑重介绍一下 她把手朝沈叔一送 这位是五二个永齐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 她手又送向我 这位是环珠格格小燕子 许姨冷眼看着 纯良刚指向她 没傻透知道要被骂 不敢聊她 指尖一转又指向我 明珠格格紫威 回族武士盟单 柳青柳红至于我 在下福尔康 大学室的长子 当今圣上的御前侍卫 雨落 他还抱拳拿折 下巴高抬四十五度 目光炯炯 我呛的呀 这么一会儿 我一个人客串好几个角色 还有男有女的 你谁侍卫 谁侍卫 许姨毫不犹豫的 打她后脑勺 电视剧看魔证了你 放肆 你个柔柔柔 嘿 倒霉孩子 我让你柔柔柔 让你柔柔 柔柔 许姨脱下鞋 对着她屁股打得更凶了 没多会儿 屋里就剩沈纯良的哭嚎 我端着饭别过脸 怕站到她叫唤出的唾沫星子 别说 真挺解气 遇到这种事 沈叔真从头到尾一眼不发 纯良指他说 是啥吴阿格时 眼都没抬 很淡定地吃饭 等到许姨气喘吁吁消完 纯良也老实了 沈叔才说了一句 吃饭 看上这么好孙子 都磨出来了 那天吃完饭 我才后知后觉明白过来 原来纯良上次犯病 说那句过年好 也是看着电视 或者电影啥学会的 正好让我和爸爸撞上了 才会莫名其妙 嗨 哥在这儿呢 反正你从头到脚看他 都不觉得 他像个正常的 十四岁男孩子 不玩游戏 不爱学习 好像也没啥朋友 放假了就在家一蹲 看电视 再加上 他的倒霉性格 我俩能和谐友好 太难了 梁雪雪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要滚 沈淳良靠着门框 还不走 要我说 你有时间 别在这儿看书了 不是着急 想拿回你的命格吗 那就多下山 走一走 兴许那个术士 还等着你呢 你一下山 才有机会 人们现身 我爷爷好 动手抓他 抓住了他 你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就赶紧滚回 你自己家吧 你懂个屁 沈叔交代过 他不在时 我不能下山 院里他步过阵 斜碎进不来 破了阵 他也能长线应对 我出去瞎走就不同了 气场会乱 一旦沈叔离得远 我墨向时 他感应得慢一些 我就容易没命了 这两天 沈叔出门去 给别人看风水了 也没说 啥时候回来 我嘚嘚嘖 下什么山呢 此时我明白了 沈淳良 就是看沈叔不在家 故意挤我呢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九十一集 我比你抖 沈淳良慢悠悠 走到我身边 弯身 直直我书页上的谢字问 这个字念是什么 我硬着头皮 谢吗 算你蒙对了 公谢是什么 是 我 卡壳了 公厕 不对 古代不能有这称呼 我谨慎地选择 不回答 你不知道吧 公谢 指的是旧时的官府 一设 你知道是啥意思吗 不就旅店 你滚开 你滚开行不行 不用你给我讲 还知道旅店呢 看电视学的吧 电视里给你讲过乾坤美 知道什么是乾坤吗 我受不了 她这阴阳怪气的样子 看了眼窗外 许姨又在院里放上歌了 真是热闹 趁着许姨心情好 我也不想找事 起身就看向纯良 请你出去行吗 我能不能看懂书 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谁管你了 我就是问你知道不知道 纯良微台下巴冲我 梁雪雪 你看了这些天书 乾坤都不明白 书看哪去了 看狗肚子里了 她这形象一见起来 特别像电视里 那种鸡鸣狗盗之人 反倒会让人咬牙切齿 我对着她那八字眉 看你肚子里了 看你就这本事 沈纯良摇头晃脑地气我 有能耐啊 你拿道法跟我讲话 跟我说说啥叫阴阳 什么是八卦 也让我服服你 一个出门 都要靠吃花瓣 借气的阴人 还妄想做我爷爷的徒弟 你咋那么不要脸呢 还耍贱 我看你真挺贱 你闭嘴 沈纯良 不是你遇到了我这种事 我学道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保护其他人 如果你的命格 也被人偷走 你就不会说这些风凉话了 梁徐徐 那我问你 命格被人偷走 是不是就是别人的了 我瞪着他 没答话 明摆着的呀 命格被谁拿去用 就是谁的了 他手上笔画 你的命格 现在被另外一个人用了 等于是人家的 你还要拿回来 那你不等于 重走那邪师的老路吗 你伤害了另一个 用你命格的人 我爷爷还说你心好 心好能办这事 命格又不是物件 被偷走了能拿回来 那相当于命 你口口声声说要夺回命格 不就是间接在说 你想要另外一个人的命吗 梁徐徐 你这就是正道正心吗 你好意思伤害另一个人吗 嘿 他还真给我说懵了 和着我命格被别人用上 就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了 我要拿回来还出错了 梁徐徐 你得大度啊 他见我哑然 明显得意 这才是善良 不然你就是假善良 对吧 我没言语 对着他的眼睛 这一刹那 我似乎被他点化了 伴着窗外热闹的歌曲 我脑中居然想起了 悠长的佛音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阿弥陀佛 我看到了圣洁的白莲 看到了无上的金光 沐浴在仁爱与慈悲之中 我的灵魂被荡敌 思维接受了洗礼 心底深处 呼得生起清零般的声音 两个字来回飘荡 如沐浴般 敲醒我的耳畔 修正我的善念 那两个字就是 揍他 我一拳就储上沈纯良眼眶 放你娘的臭狗屁 沈纯良脚下不稳 灵徐徐 他亮翘两步后 捂着自己左眼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满嘴胡言 颠倒是非黑白 我缓了口气 就想扇他巴掌 没成想 他眼神不济 反应还挺灵敏 脸一侧躲过去了 呲拉声响 我巴掌没拍着 指甲却把他面皮 擦出了红鳞子 你挠我 沈纯良一手捂着眼 另一手 又摸了摸 被我挠出稻子的脸 表情夸张 梁徐徐 你跟我破相了 转身 他就要跑 徐乃 梁徐徐疯了 我抬脚就追 撵到院子里 一个大跳 蹦到他后背 本想屈膝 用膝盖 给他积个踉枪 谁知 他承受不住我的力量 瞬间被我压趴在地 徐乃救我 这一刻 我啥也不顾了 单膝压着他背身 上手就是一阵狂挠 老实讲 我真是悠着来的 没敢往死弄 我这幼泉 二哥都吃不消 所以处他眼眶一下 就完了 咱也不想继续捶他 毕竟我有丰富的 揍人经验 揍完对方家长 都会找来算账 还得父母给我善后 今时不同往日 我就住在沈淳良家 各人家长辈面前 生垂人孩子 太难看了 生脑 应该没问题 薛奶 薛奶 沈淳良的战斗力 约等于零 趴在地上 就承受起我 一阵乱脑 见他高喊 许仪救命 好啊 我助他一臂之力 薅喜淳良后 脑勺头发 将他脸强迫拽起 角度刚刚好对上 正靠着墙边 听歌的许仪 哎呀 徐乃 我的头皮好动 哎呀 老头了 你快拦着他 我老许去疯了 其实他根本不用喊 我跳起来 给他按倒那一刹那 许仪就看过来了 人家又没瞎 但是许仪一动没动 脸上都没啥表情 磕着瓜子继续听歌 不知是被纯良叫得烦了 还是她的模样太惨 许仪懒得看 几秒后 她扑落扑落瓜子皮 抬脚回屋了 回应给我们的 只有加大的音响歌声 我嘴里都笑的是 有话有话有 我心里都没的是 狼狼狼狼狼 妹妹她不说话 只看着我来笑啊 我知道她能过她大话 哎呀 许仪懒 沈纯良鬼哭狼嚎 声音匹倡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我伴着歌声 更用力地揍她 今儿必须分出大小王 让你巴巴我 让你把黑的说成白的 让你说我不行 打累了 沈纯良还想挣扎一下 翻过身要反抗 成 我给她机会 等她正面翻过来 我就灵敏地起身 准备出脚踹 别别别 我错了 看我抬腿 沈纯良彻底怕了 被我薅拽成 超级赛亚人的头发竖着 整张脸红条交错 一只眼睛 还被我打成核桃 想睁还睁不开 眯着不断轻颤 梁雪雪 别别打我了 我不行了 她躺在地上做投降状 双手高高抬起 服了服了 我这样都没法上学了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九十二集 我看着她没动 她这被我打花的脸 怎么 眼瞅着她翻身要跑 我眉头一紧 别动 我不动 沈纯良就跟翻壳乌龟似的 躺在地上 眉着那只肿眼 梁雪雪 你是不是在那研究怎么羞辱我呢 告诉你啊 是个杀不可辱 不许比我做有所我爷们疯的事 下午的阳光 洒在她脸上 我撕了口气 近了近蹲到她脸旁 阴影洒下来 沈纯良还要躲 被我一个眼神定住 她喉咙明显抽动 你 你要做什么 你这脸 我起身一开 阳光又洒过去 再蹲身 阴影又将她鼻青脸肿的模样遮住 阴阳 你要干什么 别说话 我端详着她 脑中劈他作响 她被我打肿的眼 像条蝌蚪一样 凸起在红条交错的脸上 和那只没打的眼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幅形象 居然在我脑中 形成了一张太极图 戳了戳 她肿起的眼眶 唇良撕了一声 疼 忍着 我拿下她护眼的手 扔仔细地看 亦有太极 世生两仪 黑为阴 白为阳 指天地鸡藕 刚柔 玄黄 乾坤春秋 而两仪 又生了四孝 脑中不停地朝外涌着东西 我以她的脸比作太极图 视线掠到她脑门 脸颊 下巴 东方七袖 指青龙 南方七袖为朱雀 西方七袖为白虎 北方七袖为玄武 代表四种动物的形象 唇良脸上被我挠出无数红条 尤其是脑门 抓出了长长的红道 下巴由于角度不顺手 抓出的红条都很短促 我一拍脑门 猛然通透 潜在上为老杨 瑶的基础符号就是长的一 称为阳瑶 坤在下为老阴 挂瑶的符号就是短的一 称为阴瑶 而她左右脸长短搭配的红条 就是少阳和少阴 死为异传中的四项 纯良的面容 其他处依然有红条 按照上下左右方位逐一演变 则会推出太阳之阳太阴之阴 最后得出八卦方位 前 队 离 阵 训 坎 更 坤 这就叫四项生八卦 我疏然站起直觉头聪慕名 八卦不过是阴阳 四项不过是二物 太极动生阴阳 天地不过夜阴夜阳而已 我懂了 书里写的东西真的懂了 原来我不是看不懂 真的是需要悟性 前三连困六段 阵养鱼更复晚 离中虚 砍中满 队上缺 驯下断 指的就是挂窑啊 撒个长条横线 就是三个阳窑 前挂前三连啊 以此类推 把前挂的三条断开 从中间竖着一砍 不就是困六段吗 古人把口诀都说了 摸不到门路怪谁 心情激动得无以复加 我抬头看了看天 视线掠过远处的山川 感受着深秋的凉风 抬手从风中轻轻穿过 鼓缝中又滋滋声响 前为天 坤为地 阵为雷 队为泽 迅为风 鲤为火 砍为水 更为山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风相搏 水火不想射 我趴得一拍手 挂象挂象 这就是像啊 万事万物皆有对应 我血热着 面冲正方而战 先天八卦为体 包含天地生成之理 宇宙形成的大现象 后天八卦为用 根据先天八卦演变而来 说的是宇宙以内的变化 和运用法则 地出于镇 其于迅 相见乎离 智义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坎 成言乎更 地指的就是太阳 镇东 迅东南 离南 坤西南 对西 前西北 坎北 更东北 由此形成了 自然验证之理 所以书上才说 先天八卦讲对待 后天八卦讲流行 我神经叨叨地念着 沈书家 坐北朝南 后院就是北 为坎 数字为一 六 五色为黑 是宅中失地之处 我抬脚直接跑到后院 风近老了几分 入木的是一片空地 听说 春夏会洒满花种 入冬就枯败了 但是地里的东西 不容小觑 为我解读的小花小文 小黑小亮 以及成群的 蜈蜈宝宝们 就是养在罐子中 埋在土里面的 我先前害怕 不太敢来后院 如今脑子里疯狂地 输出要验证的东西 倒真觉得 卑诗之地 适合鹦鹉生长 埋在地底 又映照了 先天八卦的昆土 表安稳 力求谋 通了 我看过的东西 都捋顺了 我吸了口凉气 顿觉书看得不够 输入的还太少 我必须继续看书 双手激动地攥拳 我跑回前院 陈梁我懂了 真的太谢谢 人不见了 他躺过的地方 只剩人形的身印 以及乱糟糟的脚印 风一吹就要散了 歌曲仍在院里飘荡 已经唱到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了 看了看西乡房 依稀能辨别出 许仪的骂声 一哭啥哭 能被个小姑娘 打得支把叫唤的 还有脸哭啊 下回还聊不聊闲了 疼个屁 眼眶离心脏十万八千里呢 给沈先生打什么电话呀 你死不了 我伸了身脖子 转而又没心没肺地发笑 进屋拿起本书 就哼起来 太阳出来我挡秋千 当晚秋千我挡电线 突然来了高雅点呀 一下子把我送到西天 我给燕王点根烟 燕王说我是好少年 过了一年又一年呀 终于回到了人世间 星光灿烂 伴我夜行 给我光明 醉生梦死般 看起了书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我学习 能有这费寝忘食的精神头 啥大学不手拿把掐呀 除了吃花瓣和上厕所 我屋都不出 连肚子都不饿 完全被精神食粮塞满了 许一可能是怕我死在排位这屋 就送点干粮给我 态度嘛 一如既往 她不会夸我努力啥的 对 你就这么看吧啊 眼睛瞎了你就高兴了 我拿起馒头笑 感觉许一越来越像家人 永远口不对心 我却没法改正 学习的热情 已经被全部激发出来 甚至横生出了一种痴迷感 尤其我摸到了门路 当看懂了这些文字之后 满心满意都是汲取 疯狂地汲取 看书的效率大大提高 字典翻看得越发勤快 玩过贪尸蛇游戏吗 我当下 就像那只不停吃球的蛇 希望自己越来越大 直至通关成功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第九十三集 看到哪里了 金楚碎石计 我埋在书堆里硬着 转头看向在门口的沈万通 不禁大喜 沈叔您回来了 沈叔淡笑地看我 听小许说 你这三天 一直在用功啊 三天 我这么整 感觉就是一晃神啊 做完纯粮 我就进来继续看书了 我过了三天了 沈叔 我能看懂了 我亮腔地站起来 奔到沈叔对面 您考考我 沈叔看了看 摊在地上的几落子书 周易有多少卦 六十四卦 在此基础上 还能演变出四千多卦 沈叔略一条眉 似重新认识了我一般 何为封地观卦 打卦两个羊瑶 四个阴瑶 排列会得出此卦 汉河得水 我回着 见纯粮在门后探头探脑 不禁提了提声 观者 为人所养也 故有汉河得水之相 一持荷花 正当干汉的时候 池水干了 花瓣枯竭 不茂盛了 忽然天降大雨 花又重生茂盛 所以 占此卦者 有贵人扶助之兆 向呢 又如何取断 事叶荷花出水中 汉日不如往日同 幸得萍水来相逢 枝叶重鲜 花更红 这是取类笔相 我像个接受简阅的学生 夹杂着一些 在沈纯良面前 翻身浓浓把歌唱的小气质 认真地回 断挂则是 生意买卖利息多 婚姻自有人来住 出门不怕受折磨 走失得见口舌散 疾病接触人人散 观挂 中上挂 观下沾上 凑啊 是死尽应备 还是 看到 说太多了 我就是顺着看 但是您一问 我全能想起来 有点吹的感觉呢 看到没 沈万通 转头看向门外 偷听的纯良 这就是你不能踏到的差距 凉许许是 瞎猫 撞上了死耗子 这两天他就看周易了 您问他得别的 我毫不客气地 摆他一眼 讲真 看到纯良那张 青子尚在的脸 我还挺内疚的 这形象 肯定没法去上学 我还寻思要找个机会 给他道歉 不管咋说 咱动手就不对 可他现在的态度 让我还想去揍 没打老实 杨徐徐 看别的书了吗 沈叔摆明了 想让纯良福气 对着我继续发问 我点点头 还看了些民俗讲究 风水格局 财神怎么样 赢财神的方位 是按照天干顺序排列 正月初一逢甲 财神 是坐东北面 向西南 初二逢乙 财神 是坐南面 向东北 甲更以坤 兵顶对 物己财神 坐坎位 更新正东 人魁南 皆是财神 正方位 你说这些书面 有啥用 沈纯良 在门外探头道 有本事你就告诉我 实际咋运用 没出息的 生怕我动手 躲在沈叔身后 底气不足地辩驳 很简单 今年过年 是杨历的 一月二十八日 已有年 及丑月 丁四日 既然是丁四日 财神方位 就在正西 三十的晚上 迎财神 就朝西方磕头 恭迎财神 今年到家 如果是初一 迎财神 一月二十九日 举例 已丑年 及丑月 雾五日 雾五日 财神 在正北 那么 鞭炮朝北方放 磕头也朝北方 便可迎来财神 如果要请来 全部服神 也可朝财神 位磕头后 四周转一圈 就会把服神 贵神 全部请到家了 若是自己家 想供奉财神像 这个就需要 主人的生辰八字 再根据家宅位置 另做祥看 若仅仅是 简单地迎财神 按天干找寻就好 沈叔刚刚 也说得迎嘛 得会听话 不错 沈叔很满意 眼尾烧着唇凉 你服气没有 我挺着几倍 无声的闽唇 美得很 我 我 唇凉憋在原地 动向我 扯着嗓子喊了声 不服 转身就跑了 我站着没动 气死人不偿命 你不服也没办法 入门我才发现 这行的门槛有多高 不是说 你守着高手 就能学到高手身上的本事 神雕里大小五的师父师娘 还是郭敬黄蓉呢 普攻起流 梁徐徐 不要骄傲 沈叔踩下我翘起的小尾巴 关香呢 关出什么了 这个 我蔫了 看了眼排位下的香罐子 沈叔不在 许一会进来更换 保证香气一直缭绕 我还没捣出功夫关香呢 书都看不过来 怎么关香啊 不成 梁徐徐 关香是看你会跟 这关乎于你日后的高洞 你要是关不出门道 日后 就算把东香坊里的书 全背下来 也就是个寻常先生 能吃这口饭 未必就能起事 起不了事 我收你何用啊 沈叔 不是还有时间吗 等路过些天把书放放 肯定会关出门道的 沈叔不再多言 你出来洗洗脸 吃点饭 书不是一日看完 倒也不是一天学成 若是身体垮掉 更做不了我徒弟 嗯 我点头准备跟他出去 又看了看排位 忍不住问 沈叔 为啥那排位上没字啊 像您这种先生 供奉的不都是 祖师爷的排位吗 您怎么不写 祖师爷名会啊 我祖师爷太多 沈叔写我一言 写不过来 对的我没话说了 所以您就弄个五字排 把祖师爷放心里了 差不多吧 最主要的是留给我徒弟 徒弟 我没懂 沈叔对我笑笑 我活着 我的师父都不认我 我也没脸提起他们的名号 等我死了 我希望有个能拿出手的徒弟 把我的名字写在排位上 以表我沈某人 重入正道之心 阳光晃进来 我微微眯眼 见沈叔的刀疤脸 被镶嵌了一层金边 我脑子一抽 沈叔你放心 我回头 一定会把您的名字 写到排位上 让您瞑目 沈叔脸色一变 我说了受你为徒吗 我没皮没脸地笑 吃早的事嘛 他故意气我一般 我可是要人家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九十四集 我就是人家 反正咱俩拉过勾了 哎呦喂 呸呸呸 吐三口 发的事不作数 老天爷好朋友 咱俩掰了 你 我憋了几秒 单手抬起 反弹 什么 沈叔一愣 我就恶狠狠道 驳回 沈万通单方面毁尸无效 我梁徐徐跟你耗到底了 哼 我鼻音一中 扭头走了 杨徐徐 沈叔极其失态地 在我后面大骂 你还敢知乎我明慧 学道的 能你这样吗 你是吃驴肉长大的呀 我是要收徒弟 不是找祖宗 我不说话 回头朝他做了一个鬼脸 沈叔五心 烦了烦了 我要找阿明来接你 阿明是谁 我真不认识 兵医馆的 沈叔瞪着眼 让阿明来接雷啊 妈呀 气出粤语了还 阿明他毛死剑了 就说武术不白学 起码我国内外参加过多场表演赛 在岗城住过一个月嘛 粤语嘛 懂一点点 许仪在屋里端菜上桌 见怪不怪地摇头 唉 老的没老样 小的没小样 一个个的都要上天 玩犊子啦 这家呀 算玩犊子啦 我抿着笑 对上镜子就傻眼了 妈呀 里面的人是我吗 我的头发乱糟糟的 好像道姑钻了鸡窝 头顶一颗松垮垮的丸子 碎发全部炸开 脸也没法看 双颊凹陷 眼眶发青 尤其我脸盘小 瘦下去下巴会尖 瞅着就营养不良 唯一有神采的就是眼底 和形象完全不成对比 整个人骨瘦凌寻 而又精神饱满的特别病态 哪儿哪儿都不正常 这可不行 我赶忙去洗了脸 又认真梳好头 默默告诉自己 一定要好好吃饭 按时睡觉 果然真的会变丑的 爷 就算梁徐徐有些悟性 你也不能受他为徒 他有做先生的善心吗 您看 他给我打的 饭桌上 纯梁委屈巴巴地指控我 他打完我就算了 还不让我动 让我躺在那里装王吧 他用手指戳我肿起来的眼睛 差点就给我戳瞎了呀 纯梁 我那时是来了悟性 不是故意戳你眼睛的 烦他归烦他 一见纯梁这哭鸡带尿的样 我还有点不落人 再者 已经收力了 没敢捶 我都是用挠的 否则 他那塑料体格 就不是轻子的事了 你还想怎么故意 沈叔一回来 纯梁明显有底气了 梁徐雪 你但凡要是善良点 就不会挠我那么多下 还抓我头发 梁徐雪 你就是不善良 我 要不善良 也是你先不善良的 你把黑的说成白的 激我的 那你也不能动手 纯梁瞪着眼 动手就是泼妇 你 我放下筷子站起身 纯梁见状 就朝沈叔身边靠 嘴还不闲着 爷你看到了吧 他还想打我 你在家他还要打我 就那样哪有善心 哪有担当啊 宁可千万要擦亮眼 不能他有点小聪明 就被他给蒙蔽了 是人 我一口气堵在心口 万幸的事 沈叔不搭理他 许怡也不拿正眼看我俩 饭桌上 就我和纯梁在无实物PK 憋了几秒 我对着纯梁弯下腰 对不起 我不该打你 我现在向你道歉 爷 看他多虚伪 他一个小学生都那么虚伪了 长大了还得了 宁可 我攻着身 无声地告诉自己忍 不管怎么说 打人是不对的 本来他沈纯梁脑子就不好 有些弱智 我不能跟弱智一般见识 尤其是嘴欠的弱智 纯梁 沈叔慢悠悠看向他 梁徐徐年纪小 又是女孩子 接触在我们这里 已经万般无奈 你作为主家 不说略尽地主之意 怎么好句句带刺 尖酸刻薄 这是梁徐徐个性率直 言不容杀 若是遇到个 性子软的女孩子 不得被你欺负哭了呀 看吧 不管我和沈叔怎么斗嘴 沈叔都不记仇 是非曲直分得明朗 这也是我跟沈叔 能不断亲近的原因 护短可以 分事 爷 纯梁不乐意了 是他先招惹我的 他 他怎么招惹你了 我也不明白 是啊 我怎么招惹他了 打从住进来 我就想和他好好处的 是他一来就跟我过不去嘛 他 他比我小两岁呢 凭啥辈分比我大 你是我爷爷 他为啥管你教书 管许乃教义 我莫名其妙 这也叫事 辈分不是从我爸那论的吗 怪我 纯梁 你可别歪歪没用的了 许仪无语地看向他 说一千到一万 你就是小心眼 看这梁丫头啊 哪哪比你强 你被比下去了 心里不痛快 要我说呀 你也是真窝囊 一个大小伙子 能被个小姑娘按着揍 还有脸让我救你 你咋不被打死了呢 打死省粮食了 出门可别说是沈先生的孙子 丢死个人 实乃你 纯梁又被扎到了 饭也不吃了 起身回屋去哭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滋味蛮复杂 自责内疚中 还有那么一点 压制不住的暗爽 该 你也是的 许仪又瞪向我 小姑娘家家的 出手也太黑了 那能往脸上挠吗 给纯梁挠破相了 怎么办呀 将来娶不到媳妇 你嫁给她呀 我头皮一麻 报告 我终身不嫁 杨许许 我不管你是啥脱生的 悟不悟行 徒不徒弟 住在这儿啊 就得讲规矩 要和谐 家和才能万事兴 不容易啊 没想到 还能从许仪口中听到 家和万事兴 就是您老说这话时 能不带脏字吗 骂了我一通 许仪也撤了 沈叔事不关己地吃着饭 吃完才看向我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吃好了 我低着头 沈叔 我真的想和纯梁好好处的 但是他 记得我和你说过人的天性吗 纯梁的亲生父亲 是杀人犯 已经被处决 杀的就是纯梁母亲 他母亲曾作风不佳 他父亲一直怀疑 他母亲没有从梁 从而种下祸端 纯梁父母双盲 没人养 才被送到福利院 档案上记录的 双亲情况太恶劣 很多人都怕 纯梁骨子里有坏基因 虽然他很健康 也没人领养他 直到我 给他带回来 叫化至今 他父母 根儿是不好 但跟纯梁没关系啊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九十五集 纯梁天性善度 小度即长 言语间 不乏恶意 性在他没有害人之心 城府不深 比较纯粹 沈叔语气平和 父母的事情 和孩子无关 他出生就是一张白纸 你也不要用 异样眼光看待他 人与人之间 要想交心 就需要行动 任何关系 都需要经营 需要付出 我可以说 你若是能交下纯梁 他必然忠心耿耿 绝无他念 意思是 纯梁嘴虽然欠点 交下来 绝对扣得住呗 付出行动 没问题 当天下午 我朝沈叔 讨了两个护身符 揣着就下山了 直奔音像店 租了一套店主说 目前最火的偶像剧 顺便去趟市场 买了一塑料袋零食 同秀丽姐聊了几句 掐着点儿 赶在黄昏时 回到了山上 一路挺顺 没有遇到啥奇怪的事 看来 沈叔说对了 那个术师要养伤 一时半会儿 不会出来 我心态挺复杂 希望那个术师快出来 又害怕沈叔吐血 术师不出来呢 我也没失落 空出一些时间也好 沈叔身体要恢复 我也好长长本事 进屋 纯良正趴在炕上 看电视 许姨坐在炕边 打着毛衣 见我进来 俩人都没说话 我拎着零食 放到炕上 纯良 你看你爱吃啥 我请你吃 纯良朝袋子瞄了眼 脖子当即伸长 可乐 你喜欢喝 给你 我拿出可乐 还有薯片 果冻 酸奶 拿出瓜子 递给许姨 这个是给许姨的 咸蛋正好 磕得不口干 许姨打着毛衣 没接 掀着眼皮 看我一眼 谢了 不客气 我陪着笑 纯良也露出笑模样 正对着零食挑剪 看到袋子里的碟片 眼睛顿时一亮 你租到流星花园了 嗯 老板说这个老多人租了 正好我去就赶上了 要不要看 现在放啊 没好意思说 咱没有正好赶上的 那个好点子 而是多花了二十块钱 从预定人那里租的 老板说 是看沈叔的面子 让我后天一定还回去 不然 他就上山来找我了 快放 这句老火了 我们班女孩都念得好看 女孩 我不好揶于他 特别麻利的 就给他放了碟片 三集过后 我们仨就在炕上排排坐 对着电视目不转睛了 许一磕着瓜子 面无表情 我吃着小零食 跟着剧情时不时窝火 觉得男主角太气人了 纯良半张着嘴 看到那四人组 从车里拉风地下来时 他站在炕上疯狂大喊 道明寺 道明寺 宇宙第一帅的道明寺 不 他凶巴巴 还欺负山菜 我喜欢花泽嘞 里面他最好看 道明寺 纯良不满我的态度 他不是故意欺负山菜的 这个俗辣 他还不故意 我吃着薯片 携他一眼 还俗辣 你很记错 香蕉你个巴辣 纯良来劲 凉许许号 你很烦的 而你今天必须说道明寺最帅 完了 又中毒了 我惹不起躲得起 下地就要回屋 谁知 纯良拽着我胳膊不让我走 非逼着我说男主最帅 还要让我喊出天下第一的道明寺 我觉得 男主要是知道拍个剧 就能有这样的粉丝 都得跟着迷糊 我只能说花泽嘞最帅 总不能违背了我的意愿吧 纯良犯病了 他必须让我喊 还搬我的嘴 这不戳我命门上吗 我甩开他的同时 就一巴掌拍到炕桌上 你起开 扑插 炕桌居然四分五裂 纯木头的桌子 瞬间报废 木蟹子横飞 我脑瓜子嗡了一声 看了看右手 这么大劲了吗 以前不至于啊 我桌子 沈纯良连滚带爬 奔到炕桌前 捡起桌腿 眼泪随即飙出 这是我爷给我订做的桌子 用来给我写作业的 是我的生日礼物 杨薛薛 你陪我 我仗着脸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用的话 还有警察干嘛 他哭着朝我喊 背我桌子 爷爷 爷爷 沈叔进来时 纯良已经哭得 恨不得给桌子 举办个葬礼 快背过气了 我站在旁边 也有些手足无措 沈叔看了一眼 还在放着的电视剧 又冲向 没事人一样的许仪 小雪 怎么了这是 许仪扑了扑手上 瓜子皮尖头一耸 火不燥啊 结果很显然 我赔了夫人又折兵 花了钱 不但没和沈纯良走近 还要让他更恨我了 桌子是他小学一年级时 沈叔给他定做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小 家里没有合适的书桌 沈叔就给弄了一个小炕桌 他特别喜欢 即使长大了 角度不合适 他宁愿将桌腿垫高 也要在炕桌上看书写作业 我一巴掌把人家心头肉给拍烂了 可我真没想到会拍碎桌子 都给我自己吓到了 我分析 也有可能是桌子年头太长了 木头酥了 敢瞧我一拍 唉 但这不是我打坏人家桌子的理由 沈叔吩咐许仪收拾干净后 就着重看了一眼我右臂 深深的眼 让我有些紧张 我觉得 沈叔是想责备我的 认为我太过分了 但我等了半天 沈叔也没批评我 只是安慰纯良 会找人给他做个新桌子 让他不要再哭 纯良抱着条桌腿 抽抽搭搭 爷 我就要跟这个炕桌 一模一样的 不 更好的 沈叔恩了一声 拍了拍他肩膀就回房了 我一晚上没睡好 拿出手机看了看 这几天 家人也没来电话 只给我发了几通短信 让我天冷了 加衣服别感冒了 看来家里人都很忙 顾不上我了 我想给爸妈去电话 看起舒适还好 闲下来就会很想他们 特别想 看了眼时间都半夜了 想必他们都休息了 压下心思 我翻了个身 逼着自己睡觉 也没心思和小杜鹃聊天了 今天镇里有大吉 有戏班子和民间歌舞团的表演 我要去看戏 晚饭前回来 中午饭啊 你随便凑合凑合吧 许一吃着早饭 对沈叔念叨 我听完就说要跟他去 正好把碟还回去 没看完就不和谐 还是别看了 顺便再买一些花种回来 只当给自己找点乐子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 第九十六集 描了一眼郁郁的纯良 我还得去打听一下木料 把人家心头肉弥补弥补 许一没啥意见 看纯良在家也是闲着 就带着一起出门了 镇上多了好些人 敢急吗 周围村镇的乡民 都来凑热闹了 市场前面搭起了戏台子 演员顶着寒风 在上头表演 喧喧嚷嚷 笑声振振 许一对着戏台子 就继续开始她的习惯 磕着瓜子用心欣赏 别看她骂人不含糊 个人素质很高 瓜子皮不会随地乱扔 左手腕永远跨着两个塑料袋 一个袋子装着瓜子 一个空袋子装瓜子皮 不过也很神奇 她从来不低头看袋子 该看啥看啥 右手也不会掏错 磕完正好扔空袋子里 不存在拿出瓜子皮放嘴里 或是磕完了 把皮扔错袋子 也是个绝活 就是她看上戏了 完全不管我们 别打扰她就行 我揣着内疚 自然得哄着纯良 请她吃了一串冰糖葫芦 她刚有点笑脸 我切完灵前 手肘不小心撞到她 她张着大嘴 刚咬下第一颗山楂 被我这么一撞 签子尖头 直接处牙花子上了 当时血就出来了 纯良含着山楂 疼得眼泪滑滑 就这还不把山楂吐出来 就着血咽下去 问我是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纯良 我真是不小心的 我愁的呀 赶忙去买纸巾 给她擦擦 可那是牙花子 没法擦 天还冷 一擦就沾上了 纸墨子她吐又吐不出来 只能明明全咽了 梁雪雪 你就是紧走的倒霉魂 能不能离我远点 对不起对不起 我像是只会说这仨字 心里特别郁闷 真是越小心越做错事 对着纯良那嫌弃的脸 我知道她没有说错 我现在的确是灾心 或许 吃完四十九天花瓣 能好一点 现在 不是还没吃完吗 我也不敢离纯良太近了 碰到秀丽姐聊了几句 人流拥挤 接对面的皮具摊位 还用扩音喇叭高声地放着 黄鹤不是人 老板是王八蛋 带着谁是谁跑了 原价几千块的皮包 现价只要二十块 二十块 全场二十块 魔音一样 同这边台上的歌舞演员 实力对决 洗脑播放 雪雪 太便宜了 秀丽姐扯着嗓子 我得去看看 秀丽姐 我爸说贪小便宜 吃大亏的 我见很多赶急的人 朝皮具摊位前面挤 只得大声提醒 你别去看了 哪有二十块钱的真皮包 肯定骗人 不说我二嫂买过上万的包 我妈买个不是名牌的皮包 都要几百块 我耳朱目染得稍微明白点 还要去看看吗 看看也不吃亏啊 秀丽姐朝我笑笑 挤着人群 就奔街对面 皮具摊位去了 没辙 再转过脸 许仪还在看戏 唇良不知跑去哪儿呢 我也待不住 和许仪打了一声招呼 就去了花卉商店 买了三个长方形的花盆 外加上回退了的花籽花肥 至于土嘛 山上有的是 我去山上哪儿挖一点就行 老板娘认出我了 还问我上回着急忙慌 跑进胡同干啥 我不想说吓人的事 就敷衍地说看错人了 他应了一声 那你哥的手机找到没啊 还没呢 提到这个我也闹心 警察还在查 秀丽姐都跟着上火了 哎呀 这种事能不上火吗 老板娘摇摇头 小姑娘 你这花盆花肥傻的 也别自己抱上山了 我家那口子 你姨父马上就回来了 正好她没事 我一会儿啊 让她帮你把花盆 送到沈大师那儿 她认识路 不用了姨 我能暴动的 三个花盆 都是硬塑料的材质 落一起好拿 两袋花肥正好放盆里 咱这胳膊有力气 哎 老板娘挥挥手 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拿着了好手酸了 上回你哥来带你买花 你想看哪盆他搬哪盆 一点不让你碰 我虽然不知道你为啥 留在沈大师这儿 倒是听市场的冯翠香说呀 你要拜师 咱也不懂你为啥要学这个 但是呢 一看你这闺女啊 就是打小没出过力的 家里照顾得精细 细皮嫩肉的 这你哥回去了 剩你小姑娘在这儿 哎呀 我闺女也在外地念书 看到你啊 我就想起她了 不容易 你别跟姨客气了啊 你姨父总帮人送花 回头你需要啥 就给我店里来电话 我让你姨父直接送去 方便 哎 那谢谢大姨了 她说的我都感动了 就是没想到 小镇信息传播这么快 市场里的事儿 都能传到花店来 回头一想也是 地方小 很多人都拐着弯 沾着亲戚 不说市场那几位大姨 这几位老板 还认识手机店的秀丽姐呢 知道我的事儿不稀奇 我留下钱 又和老板娘做了自我介绍 得知她的姓氏 我点点头 那行 何姨我先走了 回头我再买花 就给你店里来电话 认识了 以后多多光顾就成了 哎 行 你慢点啊 何姨朝我挥手 谁知 我刚出门 就听哎呦一声 何姨把屋内 一盆发财树撞倒了 花盆嘎巴脆裂 赶巧姨夫进门 看到她就怪罪她 你眼睛是干啥使的 那么高的树 你都能给撞倒 我身体一颤 不敢回去帮忙 加快脚步进了胡同 来到上回的围墙边 碎裂的砖块 还醒目的镶嵌的墙面 前后没啥人 我呼出口气 拿出一百块钱 装进从超市买的红包里 另外 塞进了一张提前写好的纸条 对不起 墙面是我不小心打坏的 请您原谅我 封好了红包 我怕这玩意儿太轻 被风吹走 就捡了一块石头绑上 顺着墙头一扔 撇进院子 耳朵贴了贴 没事 看不着可不成啊 我清了清嗓 来人呐 有人砸墙了 有人砸墙了 谁他妈的又来砸墙啊 墙内传出熟悉的男爷儿 我抬脚就跑 到拐脚处 靠着墙壁微微调整呼吸 没多会儿 胡同里就传出脚步声 我敲咪咪探出头 刘老五握着我的红包 一脸疑惑地正四处张望 怎么是个小姑娘在喊呢 人呐 出来呀 哎呀认错了就是好孩子吗 出来吧啊 用不着一百块钱 这墙面就是磕成了点 他又没他 你出来吧 我扯着嘴笑笑 今天可算是做了一件 书新的事 本集播讲完了 要记得 给九十七集 抬起脚 胡同里又传出声音 刘老五啊 你再吵一半 着急毛黄跑出去干啥呀 快回来 锅烧崩了 哎呀 吓得我还以为 你家的瓦斯罐爆炸了 我脸一绿 完了 还得赔锅子钱 缩着脖子 我迅速闪了 木料市场我都没敢去 一来是我和花店 合宜打听了一下 好木料都挺贵 我手里就剩一千八百多了 怕不够 说实话 即便我家破产了 我花钱还是有些大手大脚 可能我没有真正 接触到家里的环境 没有啥太多感受 有钱就花 但是让我花完跟家里再要 我有点张不开嘴 私心还是想省省 买点零食啊 花盆花肿 撑死也就百八十块钱 要是上来就奔签字逃去了 我有点承受不住 二来就是我身体原因 我怕遇到倒霉事 妨害别人太憋闷了 内疚啊 有些事光听听美举的怎么样 一步步验证下去 才越来越无奈 满腹心事地迈入音像店 倒是在这里碰到沈纯良了 老小子跑来租谍了 他戴着围巾和帽子 老板也没有看到他脸 他挑了一会碟片 可能热了 拿下围巾 老板就吓了一跳 哎我的妈呀 纯良啊 你这脸是咋了 别提了 沈纯良描了描我 遇到灾星了呗 倒霉 灾星 老板不解 说了我碟片还看向他 哎 这小姑娘不是住你家吗 你们不认识啊 见面怎么不打招呼啊 我烦呢 纯良翻着蝶片 吐出一句 打个屁招呼 哎呦 这是打架了 哎呀 哈哈 纯良啊 你是男孩子吗 你要让这点妹妹 你可不能欺负 纯良一抬脸 老板就没动静了 转而看向我 小姑娘啊 你这 哎呀 你这下手挺重啊 沈大师没说你啊 老板 蝶没问题 我就走了 押金不用给我 要是纯良想租什么蝶 我请他 哦哦 行 老板对纯良笑笑 哈哈哈哈 你小子看到没 小姑娘请你看蝶了 咱们男孩子大肚蝶 别记仇 钱多好事 能让人姐好听地说 我见纯良对我爱搭不理的 也不想找不痛快 转身就要离开 店里有两个小孩 正在打闹 我绕过他们俩 听老板在那儿喊 你俩要是再闹 就给我出去 推开店门 冷风一入时 我听到咣当的声响 回头一看 那俩孩子把陈列架 给撞倒了 蝶片哗啦啦 落了满地 老板当时就炸了 我就说你俩 别在店里闹 别动 蝶再踩碎了 我找你们家长过来 赔钱 我默默地站着 隔空对上沈纯良的脸 他手里还拿着一张碟片 一只眼睛精准地与我对视 神情无辜 而又透漫嘲讽 无声地朝我做出口行 应该你赔 爷 周叔那列了十多本碟呢 他以为是那俩小子打闹 撞倒架子造成的 正让人家长赔钱呢 晚饭桌上 沈纯良还在描绘 音像店的事 其实这事 就是梁许许房客的 应该梁许许赔钱 爷 您看我这嘴 也是他害我 被唐乌如签子扎了 他还用纸给我擦 让我吃一嘴 我门头吃着饭 没心气辩解什么 从音像店出来 我就回山上了 姨父一把花盆送来 我就放下书本 开始种花 挖了花土 放进盆里 根据说明书 用温水浸泡花籽 过后再种 阿姨说 这样会提高发芽率 我买的是玫瑰种子 先试试手 沈叔一直在屋里 和施主交谈 带施主一走 他就站在院里 看我对着花土忙活 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没看出来 你还真有做 园丁的前置 听一下那么回事的 我没应声 蹲着捣鼓着花土 眼泪噼里啪啦地掉 不知怎么了 回来后就特别郁闷 明明做件很开心的事 眼泪就是控制不住 想爸妈 想我大哥二姐 想给他们去电话 又不知道聊什么 还怕他们担心我 只能强迫自己 多做点事 转移下注意力 要自己尽快开心起来 将花盆码在屋里 地方小 我没敢一下买太多 这屋晚上还要用来吃饭 占地儿了 许姨还得说我 蹲身忙活着 沈叔就饶有兴致地看热闹 见我不理他 他就拿起花子儿 包装袋看起来 玫瑰啊 长起来你这花盆 也不够用啊 我知道 我先试试手 回头天暖了 我就把花种到院子里 现在种外面会冻死的 发不了牙 你还真做好 长期准备了 我还以为你得天天 催着我问什么时候 能拿回命格呢 我想问 我抬头看他 沈叔 我想知道 天底下像我这样 被偷走命格的人 还有多少 又有多少人 能拿回来的 拿回来的这些人 他们又用了多长时间 谁不想心里有点数 只说等 没个念想怎么等呢 沈叔气息一沉 似乎我不开话 又惹他烦 我只能说 你是我出道五十多年 遇到的唯一一个 当然 你或许不是唯一 但其他人是死是活 我真的不太清楚 大邪术 什么叫大 你有亲人得绝症的吗 得绝症的概率低不低 命格被偷走的概率 比得绝症都低 我听过一个病 世界罕见病 患者会全身发蓝 癫痫 甚至早腰 但这个起码记录在案 命格被偷走的 可记录不了 所以你问我时间 就等于白问 唯独幸运的 就是你遇到了我 我能保你活 保活 各这儿买海鲜呢 我嘴角自嘲的一脸 沈叔 我这样还活着 有啥意思 天地第一号的倒霉事 让我碰上了 赶上病原体了 走哪儿防还到哪儿 比感冒病毒都邪乎 臃气了 沈叔看我这样 他又笑了 你凉许许 又得缓缓 再去捶天道了 我别过脸 鼓着腮帮子 不想说话 不会一直这样的 沈叔仿若 看穿我的心思 等你吃完花瓣 就借完了灯盏 走出去 只要你自己不说 没人知道你是阴人 交朋友嘛 不能说一切正常 也不会有太多阻碍 假如 对方小时候父母离异 受过重伤 双亲不全 如此种种 我们先生叫破 只要这个人 符合破的条件 你就妨碍不到他 但是尽量 别和命格平顺的人 在一起 你虽然借来了灯盏 本质还是阴人 的确会影响 对方的气 但这世上人多 交朋友嘛 都是挑挑拣拣 你就去跟破过的人 去玩 更惺惺相惜 是吧 本集播讲完 第九十八集 我一听 真书心不少 沈叔 你的意思是 我吃完花瓣 就不会这么害人了 花瓣就等于命格 哪怕是借的 我也有了 对吗 沈叔点头 那 那 纯良 属于破过的人吗 你说呢 这院里的三个人 哪个不是破过的 但凡命格平顺 谁会远离亲朋 在这里相依为命啊 那我就不紧张了 我 唇角 傻乎乎牵起 沈叔 我就怕害人 只要我不会 害到人 那我就好好活着 活着才有意思 伸张正义 好人不能死死了憋屈 沈叔无奈地摇头 好了吧 不难受了 我点了下头 就是我出去这一趟 先是不小心 给纯良牙花子扎坏了 呦 前前后后地说完 提起来还是难受 沈叔 我太内疚了 嘴巴一脸 拉长的呜呜声 就从嗓子眼里出来了 沈叔满脸夸张 火车开上山了 我差点破功 沈叔 我承受得太多了 我才十二岁啊 我太难了 沈叔忍俊不禁 是 你特别难 梁续续 就是这话 不应该你自己说 味道不对 我同情不了 你得同情我呀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 沈叔 我不想当温大斋的呀 沈叔憋着笑 递给我一张纸巾 那我问你 你是故意抬起手肘 害纯粮被扎的 我接过纸巾擦肋 当然不是 哦 那你是故意让这个 花店老板娘 撞倒盆栽的 我更用力地摇头 不是的 我那时出店门了 但是 那你为什么要往 自己身上安排呢 沈叔反问我 刘老五的锅子 是让你烧扎的 你让那俩孩子 打闹 还帮他俩 推倒霍家的 不是 我头几乎要晃下来 那不就得了 沈叔无奈地笑笑 烦事 要看本质 事情并不是因你而起 换言之 你无心作恶 恶从何来 所谓防害 不过是将一些刻板放大 出门崴个脚 这叫倒霉 被车撞了 这叫灾祸 难不成你路上 多看谁一眼 他回头被车撞了 你还要内疚自责 跟着肇事者 去赔偿 那你能耐太大了 你比阎王爷 还要有本事 手握 生杀大权呢 沈叔 你讲的道理我懂 可我还是 你不杀伯仁 伯仁 却因你而死 别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 这些事啊 就算是个气场 平稳的普通人 也会遭遇 不过你时运低 会扎堆来罢了 你就记着 做好你自己 其余的糟心事 那是他人的运 谁这一辈子 不磕磕绊绊呢 纯粮被签子 这么一扎下回 他就记住了 糖葫芦不能竖着吃 不然还得被扎 花店老板娘走路 也得多加小心 屋里都是花盆 指不定哪一脚 还得撞到手 这回的盆栽 就是给他提醒呢 再有那刘老五 出门不关火 下次再把房子烧了呢 更不要说 容着孩子 在店里打闹 撞到货架事小 孩子被压坏了 怎么办 很多事 你看到一面 未必就是全貌 你现在是因人不假 旁人是会 短暂受到影响 但在人生中 骑的可能是个好头 有些亏啊 得吃 有些错误 早饭比晚饭强 你内疚说明你心善 但不需过分沉迷 你活着已经很艰难了 自我拷问这些没意义的 累不累啊 我正正的 是啊 我并没有出门去做坏事 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 想安抚纯粮 买花 赔偿 环蝶片 后面发生的并不受我控制 沈叔讲的道理浅显易懂 我心逐渐放了 好了没 我擦干眼泪 好多了 沈叔谢谢你 自从住在这里 沈叔从来没有刻意 给我灌输些什么 脾气也怪怪的 有时候还很臭 不爱跟我一般见识 却润物细无声的 教会我许多道理 心情好了 我聊了一阵 跟他去了正房 本来打算看书 结果看到 他挂在门口的鸽子龙 沈叔 你要养鸽子啊 早上出门时还没有呢 炖汤喝 啊 我看向龙里小白鸽 沈叔他多可爱啊 您能下去手吗 不是有你吗 你爹是厨师 杀鸡杀鸭的 遗传在这儿 你应该带行啊 我不行 我连连摆手 我在后厨没见过活的 您要喝汤 我可以问问我爸做法 回头给您炖 杀活的那得拉脖子 我怕都不住了 一起给拉断了 血放不干净 过后都没法吃 特别腥 实话 我不是那种胆子特别小的女孩 见不得杀生 我哪次回老家 亲戚都给杀鸡 有一次我真动过手 结果那鸡脖子一下 让我给割断了 鸡还没死 脑袋被我握在手里 无头的鸡满院子了 刺激的我呀 立马出阴影了 再也不敢张罗着杀活物了 忒残忍 沈叔笑了 放心 这事你不用管 我今儿就是要问问你 喜欢什么花 杜鹃 玫瑰 怎么聊到这儿了 我懵圈地看她 都很喜欢 最喜欢的 她瞧着我右臂 掩饰了几分 你可要想好了 定一下就不能改咯 啥意思 我见沈叔表情认真 便琢磨了一下 牡丹吧 梦里领头的仙子 就是从牡丹花里出来的 买花的时候 我还问过何仪 牡丹花子 可惜 他店里现在没有 不然我今天 就要拿牡丹试种了 好 沈叔汗手 走到书桌前 将桌面上本子 朝我推了推 我记得你父亲说过 你学过画画 还画得不错 那你现在 给我画朵牡丹 我看看水平 路数我真没懂 不过我也没多问 上前就拿起笔 花嘛 简单 画个圈圈 牡丹花瓣多 就多来些花瓣 一通折叠圈圈 前后没出五秒 放下笔 完美 沈叔对着我的画作 半天没应声 这 这是牡丹 你见过牡丹没有啊 见过呀 我指了指画 就长这样 哦 血液派啊 沈叔眼神莫名地看我 那你当年 画的那全家福什么样啊 哦 那个特别简单 本集 第九十九集 我拿起笔迅速画了五个小人 圆脑袋 火柴棍四只 妈妈大姐和我是长头发 爸爸和大哥是刺猬头 画完放下笔 沈叔 我爸说 我特有绘画天赋 家里那张他都表上了 就是我学的特长太多 精力有限 才没继续学画的 沈叔憋了口气 失掖了似的 半赏才自语搬出口 梁徐徐 你真是亲生的呀 沈叔 我画得不好 我物资点头 是 我现在可能画得一般 但我是四岁时学的 都过了好些年 技术就没太增长 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 在学校老师也说 我进步空间很大 自信是好事 沈叔合上画本 像是被我闹到眼睛了 扶了扶额头 又像是想起点啥 对了 你父亲还说 你精通很多乐器 多才多艺 会弹钢琴 会拉二胡 长笛 还会吹唆呐是吧 嗯 会 钢琴会弹奏什么曲子 沈叔微挑着眉 是爱丽丝 啊 那个不会 我痛快地回 我会弹 我是一个粉刷匠 在学校的元旦晚会上表演过 还获得了最佳参与奖 沈叔塞帮子明显一颤 长笛呢 吹什么曲儿 我是一个粉刷匠 咳咳咳 沈叔轻了轻嗓 二胡不会饮 二胡我会拉送别 这个是农村老家一个爷爷教我的 您这儿有二胡吗 我给您拉一个送别 不用不用 沈万通连连摆手 我家没二胡 只是衬个索娜 我直觉他有些质疑我的实力 索娜也行 索娜我吹得可好了 叫我的爷爷说 我索娜已经吹出精髓了 听得特别让人感动 百种乐器 索娜是王 乐曲一响 万人敬仰 词儿我都记着 真的 沈叔似信非信 起身 针从柜子里 拿出个索娜地给我 你吹吹 看看我能感动不好 行 我接过就擦了擦 酝酿了一下情绪 对着沈叔的脸 上身一个摇晃 当即吹了起来 曲调刚没有出多会儿 沈万通就睁大眼 梁徐徐 你这是送灵犬 大殡葬 哭灵堂啊 啊 沈叔别着急 等一会儿你就能哭了 我有时候吹水 自己都哭 哎呦 滚滚滚 沈万通顺手 抄几个尺子就要削我 你是要给我送走啊 我不敢嘚瑟 唢娜放下 抬脚就跑 跑到忍不住笑 沈叔 我偷你玩的 教我的爷爷 是专门跑白事的 他那个时候 就总念叨 书文不知唢娜意 再听已是观中人 黄泉路上人消瘦 妄香台上 亦前沉 沈叔 要不我给您 吹个粉刷酱吧 这个喜庆 滚 沈叔 我画画的确一般 但我爸爸说了 做人 最重要的就是自信 只要我觉得画的好看 说难看的人 就是不懂欣赏 滚 阿民快来 沈叔恨不得 发个大波 让我消失了 我没心没肺地笑 折腾一通 心情的确是好了 直到许姨和纯良回来 晚饭时 纯良又把我的事情 拎出来讲 我又开始郁闷 伤口嘛 一戳会疼 纯良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如此 小家子欠 沈叔掀着眼皮看他 先不说梁絮絮 打你应不应该 他已经真心向你 表达了歉意 今天这事 更是他无心之举 你总抓着播放 就惹人烦了 爷 沈纯良嘴一撇 他道歉有啥用 把我桌子都拍坏了 对不起 我垂眼再次道歉 吃饭前 我特意去找过沈叔 即便不舍得 我也想表示一下心意 给沈叔拿了一千块钱 不过沈叔没有要我的钱 说我有这份心就好 再者 纯良那炕桌 用料是啥黄花梨的 意思挺贵 我这钱不够 我就没再硬塞 不管怎么说 梁吁吁的心意尽到了 沈叔对着沈纯良继续 他对你百般讨好 还请你吃东西 你再不知好歹 我就要罚你了 爷爷你变了 沈纯良一脸气愤地站起来 他一来你就变了 你对我没那么好了 你要知道 我才是你孙子 他就是个倒霉鬼 你帮他也是要倒霉的 啪 我一个机灵 正正地看过去 沈叔居然一巴掌 扇到纯良脸上 混账东西 养了你十年 就教得你如此狭隘吗 早知道这样 我当年就不应该领养你 让你死在外面好了 纯良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身体绷溜着地看着沈叔 憋了好一会儿 就物质点头 那好啊 你就让我去死 反正我一肚子坏水 说完他就跑了 我一看纯良出了院子 有些着急 沈叔 外头天都黑了 他这 不用管他 许仪吃着饭 扔出一句 这小子 是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昨晚也是 看个电视剧呀 还非得这个帅 那个帅的 他是没问我 问我呀 还美作最帅呢 那四个小子 谁都不敌美作 发型多飘逸呀 我看向沈叔 他没事人一样 继续吃起饭 气压很低 我也不敢多言语 憋着口气吃完饭 沈叔直接回正房休息 许仪收拾完桌子 就回屋 看他的美作了 俩人谁都没有出去 找纯良的意思 我告诉自己没关系 皇帝不及我及啥 可待在屋里 时不时 总想朝院里瞄几眼 莫名烦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眼瞅着快半夜了 纯良还没回来 我睡不着 遂掀开杜鹃花的红布 小杜鹃 你说 沈纯良是不是闲的 他是沈叔的孙子 不是亲的也养了十多年 总跟我较什么劲 就算没有我 他能保证 沈叔身边 没有别的小伴 没人找他是自作自受 心眼比真别都小 我能理解他 小杜鹃软着身回 虚虚姐姐 你有父母 有兄长 你不缺关爱 你不知道 世上只有一个人 关爱的滋味 是多小心翼翼 就像我 只有你照顾我 我就特别怕 你有了别的心头好 有了小勺药 小玫瑰 那时 我也会想让你多看看我 多在乎在乎我 表达不对了 就会像极度 其实也是极度吧 但并不是我容不下其他的花 出发点 只是怕你忽略我 小杜鹃 不会的 我摸了摸他的花瓣 我种再多的花 也只有你一个小杜鹃 我知道 小杜鹃声音羞涩了几分 栩栩姐 纯良也是希望 沈大师跟他说这样的话 但是沈大师没有对他说 可能因为 沈大师是长辈 心里想的是一样 说出来的又是一样 但我想 沈大师是很在乎纯良的 栩栩姐 你还是要把纯良找回来 我闻出来 他没有跑多远 还在山里 可能就是在等家人找他 不找他 他会很伤心的 我敏纯呼出口气 我找沈叔出去寻寻纯良 回头 我跟纯良好好聊聊 我要跟他好好处 以后也对他好点 这样就多个人关爱他了 对的 栩栩姐 你是最好的姐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扯过红布给他盖上 起身去了正房 敲了敲窝门 沈叔 您睡了吗 睡着了 我站在门外没动 沈叔 您带我出去找夏纯良吧 他在山里遇到野兽怎么办 遇到鬼怎么办啊 活该 沈叔在屋里 中气十足地回我 遇到野兽就被吃了 遇到鬼 就看他会不会说鬼话 给脏东西绕懵了 跟了我十年 他要连路过的寻常脏东西 都应对不了 那早晚也是一个死字 没点脑子还做什么先生 不懂应变 都是狗屁 我有点听懵了 哎 敲打谁呢 梁许许 你对他不也有气吗 我这是给你出气了 行了 回屋睡觉 您这 没办法 我又回西厢房 去敲许仪的屋门 她还没睡 正在炕烧打毛衣 一听我说半夜了 她还笑 哎哟 良丫头 你倒是提醒我了 过了十二点呢 就是初一了 纯良要犯病了 正好啊 让她在外面 和脏东西玩一宿 魂要是被勾走了 我也省心了 以后不用伺候她了 许仪 干嘛 许仪摆我一眼 沈先生为啥大纯良崽子 这还不是为你出头啊 有能耐呀 你自己去找 都不敢踏出院门一步的 还发那没用的善心 我 夜死我得了 俩长辈心都那么大吗 甭管我和纯良有啥矛盾 总不能让她在外面 无所谓啊 要是我和谁闹矛盾 跑出家 那我爸妈 算了 没得比 憋了一阵 我揣好沈叔 给我出门的护身符 对着夜色 默默做了几个深呼吸 站在院里 就朝两间亮灯的房子 喊了一声 那我自己出去找了 余事我就默向了 沈叔 你得 啪哒 两间房 很有默契地关灯了 嘿 故意的吧 我隐约猜出了一点 沈叔的用意 难不成他让我去找纯良 从而促进我们俩的友谊 心里琢磨着 我扎着胆出了院 蒋真 自从遇到那个变成猫的女孩子 我大白天出门都精神紧张 恨不得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一有个风吹草动 第一时间 就准备把护身符送到嘴里 现在喝水 都不是小口小口的 而是闷着喝 走起 干 绝不养鱼 就是为了练习这嗓子眼 以便自救时 能够迅速果掘 冷风阵阵 树岔子嘎嘎直响 我单手拿着手电 一惊一乍地四处看 白天看树林子没啥 晚上视线受阻 总会错把一些小树 看成站着的人 不是一般的身 纯凉啊 纯凉啊 我一路朝着山下走 喊着喊着 自己都毛 怎么跟叫魂似的 沈纯凉 太害怕了 我提高音 你快出来 沈叔喊你回家了 纯凉 大半夜的 他应不应名都别扭 道道懂一些了 就会发现很多讲究 并非无中生有 书里说 走夜路被人搭讪 不要硬 恐鬼魅勾魂 换个角度想 古代买凶杀人的很多 你随便硬了 对方一确定身份 不就把你杀了吗 其他同理 镜子不要冲床 睡迷凳起来 照到自己也吓人呢 拖鞋后 鞋尖不要冲床 冲里面了 你起床 穿也不方便 屋子空久了回来 要挪挪床再睡 书上说 恐鬼碎依附 死举事提示 生人回归 给活人腾位置 要我看 就是你屋子空了那么久 藏没藏人你知道啊 挪挪家具 清扫时顺便检查一下 一旦床底有人 等你睡着了行凶呢 看似老讲究 包含了很多民间 处事哲学 老祖宗绝对有东西 我胡思乱想的 也是给自己 转移一下注意力 嘴上还在喊着 沈纯良 走到人形岔路 听到速速声响 精神绷着 我一个大转身 就照过手电 谁 一团黑影 藏在干枯的荆棘丛后 光束一锯过去 黑影直接抬手 挡了挡脸 走开 纯良 我这口憋着的气 才算是松了 颠颠奔过去 扒了下甘枝 你在这里做什么 挂不挂人啊 快出来 不用你管 沈纯良蹲在地上 满是哭腔 猫哭好字 假词白 你挑拨得 我爷爷都不喜欢我了 谁挑拨 我刚要来劲 猛得一听心想 不行 这么白扯没头 他就跟小鸢种子似的 我说啥都得跟我抬杠 纯良 纯良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是沈叔让我来跟你道歉的 他还没答应受我为徒 所以我在你家就是客人 客人嘛 就要多照顾 所以他对我客气了点 你是他孙子 是家人 沈叔才直来直去 纯良 沈叔打你是爱你啊 常言道 打是亲 骂是爱 一个巴掌 是深爱嘛 说实话 连我自己都不信 真的 好在他信了 纯良吸着鼻子看我 约目在外蹲了半宿 也动够呛 哆嗦地站起来 我爷让你来找我的 那你以为 我表情夸张 给沈叔急完了 让我赶紧出来找你 找不到你我也不用回去了 还有许仪 许仪说 你要不回去 他今晚都睡不着觉了 他认为 道明寺天下第一帅 纯良 咱俩快回去嘛 风声乌烟 这环境太恐怖了 我就说嘛 纯良脸蛋子 洞通红地笑了 我爷心里 还是有我的 你比不了 是 我没法比 我狗腿地哄着 帮他扒了开荆棘丛 扯着他小臂就要走 纯良 晚上饭你都没吃完 肯定饿了 许仪给你留馒头了 那锅里还忍 那是什么 纯良的腿一跨出来 就呆呆地朝着小鹿里看 我顺着他的视线一瞅 脑门子当时就麻了 本期播讲完毕 你订阅了吗